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个字 回视着雪碎的眼睛 雪碎也意会到了 不会吧 女人怎么会做这种事 男人做的 找了一个做得出这种下流式的男人 依诚把上星期五接到不明男子电话的事情告诉了雪碎 接到电话后就看到那张照片 我马上把这两件事联想在一起 还有 那个男的在电话里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说社交武社的社费是香苗在管理 你是说 他用社费付钱给歹徒 虽然令人难以置信 我还是查过了 直接问沧桥学姐吗 不是 我有其他办法 我知道账号 请银行调查是否提过款就行 可存折在沧桥学姐那里啊 是 不过还是有办法 依诚含糊其辞 事实上 依诚是极力拜托出入家中的三邪银行的人调查的 结果 上手星期二 从银行卡取了十二万 今天早上再次确认 这个星期一开始也取了十三万 可能未必就是沧桥学姐领的呀 也可能是其他人 根据我的调查 过去这三个星期 除了他 没有人碰过那张卡片 最后碰过的是你 说着 他止了一下血碎 是沧桥学姐要江丽子记账的那次对不对 两三天后 我就把存折和卡交换给学姐了 从那时起 卡就一直在他那里 绝对走不了 是他找人攻击江丽子 我实在无法相信 我也要 但这只是学长的推测 没有证据呀 就算是账户那些 也许只是刚好提领了同样的金额 你说天底下有这么不自然的巧合吗 我认为应该报警 只要警察彻底调查 一定查得到证据 血碎的表情明显反对这个提法 一诚一说完 他便开了口 就像我一开始说的 江丽子家不希望事情闹大 即使是向学长说的报警调查 查出是谁做的坏事 江丽子受的伤害也不会愈合 话是这么说 但事情不能这样就算了呀 我言不下这口气 这就是学长的问题了 不是吗 血碎凝视着一诚的眼睛 一句话顿时让一诚无言以对 一诚惊恶地屏住气息 回视血碎端正的脸孔 今天我来这里 也是为了传江丽子的口信 口信 再见 我很快乐 谢谢你 这就是他要说的话 等一下 让我见他一面 请别提无理的要求 稍微体谅一下他的心情 血碎站起来 奶茶几乎没有碰过 这种事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做 但是为了他 我才勉强答应 请你也体谅一下我的心情 汤泽 失陪了 血碎走向出口 随即又停下脚步 我不会退出社交物社 要是连我都退出 他会过意不去的 说完他再度迈开脚步 这次完全没有停下 等血碎的身影从视野里消失 一诚叹了一口气 转眼望向窗外 窗外 雨依旧下个不停 在江丽子家 电视上只有无聊的八卦节目 和电视新闻 江丽子伸手去拿被子上的魔方 这个去年风靡一时的解谜游戏 现在完全被遗忘了 这个游戏因难以被破解而成为了话题 但一旦知道解法 连小学生也可以在转眼间完成 即使如此 江丽子到现在仍然与魔方苦战 这是血碎四天前带来给他的 也教了他一些破解的诀窍 他却毫无进展 我不管做什么都做不好 当他再次这么想的时候 有人敲门了 进来 雪碎来了 请他进来 不一会儿便听到另一个脚步 门缓缓打开 露出了雪碎白皙的脸庞 你在睡觉 没有 在玩这个 江丽子拿起魔方 雪碎微笑着进入房间 你看 雪碎递过了一个盒子 是江丽子最爱吃的泡芙 谢谢 伯母说 等一下会拿红茶过来 好 点头之后 江丽子怯怯地问道 你去 见过他了 嗯 见过了 那 跟他说了 说了 虽然很不好受 对不起 要你去做那么讨厌的事 不会啊 我没关系 倒是你 觉得怎么样 头部疼了吧 雪碎伸过手来 温柔地握住了江丽子的手 嗯 今天好多了 在穿倒江丽子遇袭的时候 歹徒用绿房把他迷婚 造成了后遗症 一段时间 他头痛不止 不过医生认为 心理因素的作用更大 那天晚上 因为江丽子迟迟不归而担心的母亲 在前往车站迎接的路上 发现了倒在卡车车厢上的女儿 当时江丽子仍然处于昏迷状态 从不适的昏睡中醒来时的震惊 江丽子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当时母亲正在他身边放声大哭 不仅如此 还有几天后送来的那张可怕的照片 既见人不明 也没有只字片语 歹徒的恶意似乎深不见底 让江丽子惊惊不已 江丽子决定 从今以后 绝不再引人注目 要躲在别人的影子下生活 过去他也是这么过的 这样才适合自己 虽然发生了这起悲惨至极的事 但不幸中有件大幸 很奇怪 他的清白并没有被玷污 歹徒的目的似乎只是脱光他的衣服 拍摄不堪入目的照片 江丽子的双亲决定不报警 也是基于这一点 事情如果曝光 不知道会受到什么谣言重伤 要是事情传出去 恐怕任何人都会认为 江丽子遭到了强暴 江丽子想起初中时代的一起事件 同年级的一个学生 在放学途中遇袭 发现其赤裸下半身的 正是江丽子和血碎 被害人腾村都子的母亲 也曾对江丽子这么说 幸好只是衣服被脱掉 身体并没有被玷污 那时他曾怀疑其中的可能性 现在遇到同样的惨事 才知道这的确有可能 他认为自己的情况 一定也没人肯相信 你要早点好起来啊 我会帮你的 雪碎说着 握紧了江丽子的手 谢谢 你是我唯一的蜘蛛 嗯 有我在你身边 什么都不用怕 就在这时 电视里传来新闻播报员的声音 银行发生了盗领事件 存款人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 户头遭到盗领 受害者是东京都内的上班族 于本月十日到银行柜台 提取存款时 发现应有200万元左右的余额变成零 调查结果发现 存款是于三协银行府中分行 由银行卡分七次提领 最后一次提款是四月二十二日 被害人士在银行推广下 于1979年办理银行卡 但卡片一直放在办公室的办公桌内 从未使用 警方研判 极有可能是银行卡遭到伪造 宪政展开调查 雪碎关掉了电视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百叶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四十七集 悄悄地做了一个深呼吸之后 园村有焰 穿过自动门 他真想伸手扶住脑袋 总觉得假发快掉下来了 但是童元亮丝严重警告他 绝对不准那么做 眼镜也一样 如果是频频触碰 很容易被察觉出来 是用来伪装的小道具 三邪银行预造办事处 设置了两台自动取款机 现在其中一台前面有人 正在使用的是一个 身着紫色连衣裙的中年妇女 可能是不习惯操作机械 动作非常缓慢 她不时私下张望 大概是想找到能帮忙的职员 但是银行里巧无人影 时钟的时针刚过下午四点 有焰生怕这位略微发福的中年妇人向自己求助 要是她这么做 今天的计划便必须终止了 四周没有其他人 有焰不能一直处着不动 她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办 应该死心回头吗 但是想及早进行实验的欲望也很强烈 她慢慢接近那台无人使用的机器 巴望着中年妇人赶快离去 但是那个女人仍然朝着操作面板歪头苦想 有焰打开了包 伸手入内 指尖碰到了卡片 她捏住卡片正准备拿出来 请问 中年妇人突然对她说 我想存钱 却存不进去 有焰慌张地把卡片放回包内 也不敢面向那个妇人 低着头轻轻摇手 啊 你不会啊 他们说很简单 谁都会的 中年妇人就是不死心 有焰的手继续摇动 她不能出声 哎呀 好了没呀 你在干嘛呢 不快点要来不及了 入口出响起了另一个女人的声音 似乎是中年妇人的朋友 哎呦 这个很奇怪 不能用 你有没有用过呀 那个呀 不行不行 我们家不碰那个 我们家也是 那改天再到柜台办理好了 你不急吧 倒是不急 不过 我们那家银行的人说 用机器方便多了 我们才办卡的 中年妇人似乎总算是死了心 从机器前离开了 哎呀 傻瓜 那不是让客人方便 是为了银行可以少请几个人 有道理 真气人 还说什么以后是卡片时代了呢 哎 中年妇人气呼呼地走了出去 有焰轻虚了一口气 再次把手探尽了提包 包是借来的 是不是现在流行的款式 她不太清楚 不要说包了 从现代女性的角度来看 她现在的这副模样 究竟算不算是怪 她都深感怀疑 而童元亮丝却说 比你更怪的女人 都大大方方地走在街上 有焰缓缓地取出卡片 卡片的大小形状 和三邪银行的卡一模一样 只是上面没有印任何图案 只贴了一张词条 她必须要小心谨慎 尽可能不让监控摄像头 拍到她的手 她的视线在键盘上搜索 然后按下提款键 请插入银行卡 字样旁的灯开始闪烁 她心跳加剧 迅速将手中的空白卡片 插进了机器 机器没有出现异常反应 把卡片吸了进去 接着显示 输入密码 成白的关键就看这里了 有焰在键盘的数字键上 按了4126 然后按下确认键 接下来是一刹那的空白 这一刹那感觉非常漫长 只要机器出现一点异常反应 它就必须立刻离开 但是机器一切如常 接着询问提款金额 有焰强行按捺住 雀跃的心情 在键盘上 按了20万元 几秒钟之后 她手里有了 20张1万元的纸钞 和一张明细表 有焰取回了空白卡片 快步走出了银行 长度过息的白褶裙 绊住了她的腿 走起路来很不方便 即便如此 有焰还是注意脚步 尽量若无其事地走着 银行前的大道车水马龙 人行道上却没有什么人 真是谢天谢地 因为她不习惯化妆的脸 僵硬地像涂了浆糊一样 大约20米外的路边 停了一辆丰田小霸王 有焰一靠近 前座的门便从里边打开 有焰先留意了一下四周 才轻轻地撩起裙子 坐进了车里 童元亮丝 和上了刚刚还在看的漫画杂志 那是有焰买的 有一部福星小子 在杂志上连载 有焰很喜欢里边一个叫拉姆的女孩 在转动钥匙发动引擎时 童元亮丝问道 情况怎么样 有焰把装了二十万元的袋子给她看 童元血眼瞄了一下 低档启动汽车 表情没有太大的变化 怎么说我们成功破解了 童元面朝着前方 语气里听不出丝毫的兴奋 不过 我本来就很有把握 有是有 可真的成功的时候 身体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发抖 有焰抓着小腿的内侧 穿着丝袜的腿很痒 你注意监控设想头了吗 放心 我的头根本就没有抬起过 不过 怎么 童元侧目瞪了有焰一眼 有个奇怪的大婶 挺显的 怪大婶 有焰说了自动取款机前的情况 童元的脸立刻沉了下来 她紧急刹车 把车停在路边 喂元村 我一开始就警告过你 只要情况有一点不对劲 就立刻撤退 我知道 我只是觉得应该没有关系 有焰的声音控制不住地发抖 童元抓住了有焰的领口 那是女士衬衫的领子 不要依你自己的想法判断 我可是拿性命来赌 要是出事 被抓得不止你一个 她的眼睛睁得抖大 没有人看到我的脸 有焰的声音都变了调 我也没有出事 真的 觉得没有人能认出我 童元的脸扭曲了 然后她叹了一声 放开了有焰 你白痴啊 你以为我为什么把你打扮成这种恶心的样子 就是 装成女人 不是吗 没错 是为了瞒过谁 当然是银行和警察 要是使用维卡被发现了 他们首先就会检查监控录像 看到里面拍的是你现在的样子 每个人都会以为是女人 在男生里你算是秀气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长得够漂亮 高中时甚至还有后援会 所以设想到拍到的 也会拍到那个啰嗦的女人 警察会找到她 那很简单 她用过旁边那台机器 会在里面留下记录 警察找到了就会问她 对那时候旁边的女人有没有印象 那大婶要是说 她觉得你男扮女装 那就白折腾了 这一点真的没问题 那种大婶才不会注意到那么多呢 你怎么能保证 女人这种动物 明明没有必要意爱观察别人 搞不好 她连你拿的包是什么牌子都记得 怎么会 就是有这种可能 要是她真什么都不记得 只能算你走运 但是 既然要做这种事 就不能指望有什么好运 这跟你以前在精品店偷东西可不一样 我知道了 对不起 有焰微微地点头道歉 童元叹了一口气 再度换到低档 缓缓地开动车子 可是 有焰战战兢兢地开口 我觉得真的不需要担心那个大婶 她只顾着自己的事 就算你的直觉是对的 半城女人也已经失去了意义 为什么 你不是说完全没出声吗 哼都没哼 对啊 所以 所以才有问题 天底下有谁被别人那样问却一声不吭 警察自然会推断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才不出声 这下就会有人推论可能是男扮女装 到那时候 把女人还有什么意义 多人有声据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据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四十八集 有焰无话可说 因为童元说得一点也不错 他很后悔 那个时候还是应该立刻折返 童元说的道理并不难 脑筋稍微转一下就能明白 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到呢 他为自己的愚蠢感到生气 对不起 有焰朝着童元的侧脸再次道歉 这种事我不会说第二次 我知道 童元不会原谅犯同样错误的笨蛋 这一点有焰十分清楚 有焰狼狈地穿过驾驶座 和副驾驶间的狭小空隙 从放在载货台上的纸袋里 拿出自己的衣服 在晃动的车子中保持平衡 开始换装 脱掉丝袜时 他有一种奇妙的解放感 大尺寸的女鞋 女装 手提包 假发 眼镜和化妆品 这些女用装扮 全是童元张罗的 童元绝口不提是如何弄到的 有焰也不过问 有焰早已由过去相处的经验中 得到惨痛的教训 他知道童元有许多领域 绝不容他人越雷池一步 换好衣服卸完装 车已经停在了地铁站附近 有焰准备下车 傍晚到办公室来一趟 好 我本来就打算要去 有焰打开车门下了车 目送汽车离开之后 他才走下地铁楼梯 墙上贴着激动战士高达的海报 一定要去看 教室里 高压电工程的课程令人昏昏欲睡 根据学生间的小道消息 这门课不但不点名 考试的时候对作弊 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容纳五十人以上的教室 只做了十来个学生 有焰坐在第二排 强忍着不时会令人失去意识的睡意 将满头白发的副教授 慢条私理解说的电壶放电 灰光放电原理抄在笔记上 如果不动动手 可能随时会趴下睡着的 原村有焰在学校 是个认真的学生 至少信河大学工学院电机系的学生 都这么认为 事实上凡是他选修的课程 一定会来上 他会逃的课仅限于法学 艺术学或普通心理学等 与电机无关的通识科目 他才二年级 课表里这类必修课很多 有焰之所以在专业课的课堂上 认真听讲 原因可以说只有一个 童元亮思叫他这么做 理由是为了事业 说起来 有焰选择工读电机系 便是受到童元的影响 高三的时候 他的数理成绩很好 曾经考虑就读工学院或理学院 但要选择什么系 却难以决定 当时童元对他说 以后是电脑的时代 要是你能学到这方面的知识 可以帮我的忙 那时候 童元继续从事电脑游戏程序的游购 而且颇有斩获 有焰也帮助他开发程序 童元所说的帮忙 指的大概是发展自己的事业 对此有焰也曾经问童元 既然有这种想法 他为什么不自己去念 童元的数理科成绩 比有焰毫不逊色 那时候的童元 露出了一个脸部纠结的笑容 要是有先前去上大学 我还用得着做这种生意吗 有焰这才知道 童元不打算继续升学了 他下定了决心 要学会电子和电脑的知识 面对将来 与其浑浑噩噩 还不如以帮助他人为目的呢 这样的升学显得更有意义 更何况 他还欠童元一份人情 无论花多少年都必须偿还 高二夏天的那件事 至今仍在他心里 留下深沉的创伤 基于这样的理由 有焰决定凡是专业课 都尽可能认真上课 令人惊讶的是 他在课堂上整理的笔记 童元看得极其认真 为了了解笔记的内容 旁边还堆着专业书籍 童元亮思 虽然从来没有上过 信河大学的办堂课 但他无疑是最了解 上课内容的人 童元最近对一样东西 很感兴趣 那就是借记卡 信用卡等磁卡 有焰进大学不久 便开始接触磁卡 他在学校看到某种设备 能够读取改写输入于磁带上的数据 叫编码器 听有焰提起编码器 童元亮思的眼睛位置一亮 那么只要用那个就可以复制银行卡了 也许可以 可是做了也没有意义 使用银行卡时还要密码 所以卡即使丢了也不必担心 不是吗 密码 童元似乎陷入了沉思 过了两三个星期 童元把一个录音机大小的纸箱 搬进了制作个人电脑程序的办公室 箱子里装的就是编码器 有插入磁卡的地方 也有显示磁条内容的面板 可以你弄得到这种东西 听有焰这么说 童元只是微微耸肩笑了笑 拿到这台二手编码器不久 童元就伪造了一张银行卡 有焰并不知道原卡的持有人是谁 因为那张卡停留在童元的手边 只有几个小时 童元似乎用那张伪造的卡 分两次提了二十几万元 惊人的是 他竟然从此卡记载的数据中 破解了密码 然而这当中自有玄机 事实上在取得编码器之前 童元便已经成功解读了磁卡的模式 没有特殊机器 如何破解模式呢 童元曾经实际操演给有焰看 那真是令人跌破眼镜 他准备了颗粒极细的磁粉 洒在卡片的词条上 不一会儿 有焰啊地叫出声来 因为词条上浮现出了细细的条文 其实很像摩斯密码 我在事先知道密码的卡片上重复这么做 就看出模式了 接下来就反复操作 就算不知道密码 只要让模式浮现出来就可以破解 那只要在随便捡到 偷到的银行卡上撒上磁粉 就可以用了 有焰想不出该说什么 可能是他的样子很好笑 童元难得地露出了发自心底的愉快笑容 很可笑吧 这哪里安全了 银行支援常叮叮我们 要把存质和印件分开保管 可银行卡这种东西 等于把保险箱和钥匙放在一起 他们真的认为这样不会出问题 应该有人知道这东西其实很危险 可要缩手也来不及了 只好闭嘴 心里肯定在担心会出事 童元又发出了笑声 但是童元并没有立刻运用这项秘密技术 除了忙于本行 制作个人电脑程序 更重要的是 要拿到别人的卡并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只在弄到那台编码器后 复制了那张来路不明的卡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他都没有提起卡片的事 然而到了今年 童元却说道 仔细想想 根本不必拿到别人的银行卡 当时他们正在狭窄的办公室内 隔着就餐桌面对面喝速龙咖啡 什么意思 简单地说 需要的是现在还在使用的账号 不是密码 我听不懂 童元往椅子上一靠 双脚抬到餐桌上 顺手拿起一张名片 假设这是卡 把它放进机器 机器就会读出词条上的各项数据 其中一项就是账号和密码 当然 机器不知道插入卡片的是不是本人 为判断这一点 才会叫你输入密码 只要有人按下词条上记录的那个号码 机器就会确认 按要求把钱吐出来 所以 如果拿一张词条上什么数据都没有的空白卡 在上面输好账号等必要数据 再随便输一组密码进去 会有什么结果 这样做出来的卡片 当然跟真的不同 因为密码不同 但是 机器对此没有判断能力 机器只会确认词条上记录的号码和提款人输入的号码 是否一致 那 要是知道真正账号 要做多少张假卡都没问题 虽然是假的 却真的可以取钱 童元说着 杨起了嘴角 有焰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他明白 童元所说绝非空谈 后来 两个人便开始 伪造银行卡了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四十九集 童元和有焰 开始伪造银行卡了 首先他们重新分析 卡片上记录的暗码 找出其中的排列规则 依序是起始符号 用户代码 认证代码 密码和银行代码 其次 他们捡回许多丢弃 在银行垃圾桶里的明细表 依照找出来的规则 把账号和任意选取的密码 变成76位的数字 与罗马字母 接下来 便是以编码器 将这一串数字 与代号输入词条 贴在塑料卡片上 便大功告成 有焰成功领出 现金的空白卡片 便是他们的第一号成品 他们从捡回来的 好几张明细表中 选出余额最多的一个账户 这是童元的意见 因为这样相对不易被发现 有焰也有同感 这无疑是违法行为 有焰却没有罪恶感 原因之一 或许是制造维卡的过程 实在太像电子游戏了 而完全看不见遭窃对象 也是一个缘故 但是他脑中深深记着 童元经常挂在嘴边的一番话 那才是最主要的因素 捡别人丢的东西不还 跟偷别人随意放置的东西 并没有什么差别 有错的难道不是把装了钱的包 随便放的人吗 让别人有机可乘的人 注定要吃亏 每次听到这番话 有焰在心惊胆战的同时 总是会感到一阵 全身毛发直竖的快感 第四堂课一结束 有焰立刻前往办公室 说是办公室 其实也没有招牌 只是由旧大楼的其中一户充数 对有焰而言 这个地方有着种种回忆 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 他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会如此频繁地在此出入 来到三零四室门前 他取出了钥匙开门 一进门就是餐厅间厨房 童元面向琉璃台坐着 很早嘛 童元转身 面向有焰 一下课就来了 历史面面看板进不去了 琉璃台上放着个人电脑 是NEC的PC8001 绿色画面上排列着文字 君日琴 您好 我是山田太郎 有焰站在童元身后问道 文字处理系统 对 芯片和软件送到了 童元双手灵巧地敲击键盘 他敲的是字母键 但画面显示的却是日文凭假名 按了UMA 出现的是五妈 接着童元按了空格键 于是连接电脑的磁盘驱动器 便发出了咔嗒的声响 画面右下角出现了 麻与五的汉字 上面各自编有一与二的号码 童元按下数字键一 硬盘再度发出声响 五妈的评价名 变成了汉字码 接着他输入喜卡 以同样的变换方式 换成了路这个汉字 这才总算完成了八卡 也就是笨蛋这个词 前后用时将近十秒 有焰忍不住苦笑 用手写绝对更快 这种方式是把系统输入磁盘 每次转换再调出来 当然很花时间 如果把整个系统输入内存 速度就会快上好几倍 不过这台电脑顶多只能这样 话说回来 磁盘还是很厉害 以后会是磁盘的天下吗 当然 有焰点了点头 视线转向了磁盘驱动器 过去读写程序 大部分是以卡带作为媒介 但实在太费时容量也小 若改用磁盘 速度和记忆容量都不可同日而语 问题在软件 同源忽然冒出了一句 有焰再度点头 拿起放在桌上的 5.25英寸磁盘 同源在想什么 他了然于心 他们经营电脑游戏程序的游购时 得到的反响非常惊人 有一天汇款单突然如雪片一般寄到 全是订购游戏软件的钱 同源断定绝对会大卖的预测果然成真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销售状况极佳 可以说大赚了一笔 但是走到这一步 便逐渐遭遇到了瓶颈 一方面是竞争对手增加 最大的原因在于著作权 过去像太空侵略者等当红软件的盗版都可以光明正大的刊登广告售卖 但最近有迹象显示无法再如此随心所欲了 因为政府开始针对复制软件展开取缔行动 事实上已经有好几家公司遭到控告 有宴他们的公司也收到了警告函 同源对此的预测是 如果打官司 他们大概会判定复制的程序违法 最好的证明是1980年美国修正著作权法 明文规定 程序为书写者个人学术思想的创造性表现为著作物 如果复制程序不得公开售卖 要在这条路上生存 只有自行开发程序 但是有宴他们资金不足 也无技术 对了 这个给你 同源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道 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封信 有宴接过信封一看 里边装了八张万元钞票 今天的报酬 你的那份 有宴丢掉信封 把钞票塞进了牛仔裤的口袋 那个 以后要怎么办 什么 就是 银行卡 嗯 这个 如果想用那一手捞一票 最好趁早 拖拖拉拉下去 他们会采取防治措施 防治措施 密码及时认证系统 对 可是 那么做的话成本太高了 大多数金融机构都没有兴趣 你以为发现银行卡缺陷的只有我们吗 要不了多久 全国到处都会有人干我们今天干的事 等到那时 再小气的银行也得不计成本 马上更换 这样啊 唉 所谓密码及时认证系统 指取卡人密码不直接存入银行卡 而是记录于银行的主计算机 每当持卡人使用卡片 自动取款机便要一一向主机查询密码是否正确 这样 他们制造的维卡便没了用武之地 想今天这种事要是重复做上很多次也很危险 就算过得了监控摄像头那一关 也不知道会在哪里露出马脚 而且要是银行存款莫名其妙短手 谁都会去报警 重点就是 最好连用维卡都不会被发现 同源说到这里 玄关的门铃响了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奈美枪 他今天应该不会来 再说现在他还没下班 同源看着时钟纳闷 算了 你去开门 有燕站在门后 透过窥视孔观察外面的情况 门外站着一个身穿灰色工作服的男子 大约三十岁 有什么事 抽风机定期检查 男子面无表情 现在 男子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人态度真冷淡 有燕把门先关上 取下链条 然后再次开门 门外突然多了两名男子 一个穿深蓝色外套的大块头 和一个穿绿西装的年轻男子站在前面 穿工作服的退到后面压阵 有燕立即察觉到了危险 想把门关上 却被大块头挡住了 打扰一下 你们有什么事 有燕开口询问 我抬头看着闯入者 我抬头看着闯入者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百夜行 东野龟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五十集 哪位 童原亮思仍然坐在椅子上 冷静地抬头看着闯入者 大块头依然没有回答 穿着鞋静止走进了室内四处查看 然后他拉开有燕刚才坐的椅子坐了下来 还没讲呢 男子的眼中射出了冷酷的光 一头乌黑的头发 全往后竖贴在头皮上 不知道 童原歪了歪头 请问您是那位 奈美江在哪里 我不知道 请问找他有什么事吗 男子依然对童原的问题置若罔闻 他向绿西装男子使了个眼色 那个年轻男子 一样穿着鞋走进了里边的房间 大块头的目光移到了琉璃台上的电脑 他仰起了下巴盯着画面 这是什么东西 日文文字处理系统 男子仿佛立刻失去了兴趣 再度环视室内 这工作赚得了钱 只要懂得去强 男子耸了耸肩 低声笑了 看样子 小兄弟不太懂是不是 童原朝友燕看去 友燕也正看着他 里面的年轻男子在翻找纸箱里的东西 那一间是仓库 请问你找西口小姐有事吗 童原说出了奈美江的姓氏 如果有事 能否请你星期六或星期日再来 非假日他不会来 这我知道 男子从外套内袋中 取出了一盒灯洗露香烟 叼了一根 然后用同一牌子的打火机点着 奈美江有没有联系你 男子吐了一口烟问道 今天还没有 有什么话要转告他吗 不必 男子做事欲把烟灰抖在餐桌上 童原迅速伸出左手准备接住 男子扬起了一道眉毛 干什么 这里有很多电子设备 请小心烟灰 那就拿烟灰缸出来 没有 哦 那好 就用这个 男子的嘴角歪了 说着把烟灰抖在了童原的手心 童原眼睛眨都没眨 这似乎令男子感到不悦 你这烟灰缸不错 说着这个男子直接把香烟 在童原的手掌里摁吸 有焰看得出来 童原全身肌肉紧绷 但是表情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也没有出声 童原就这么伸着左手 瞪着那个男人 你在表示你很有肘 不是 李牧 找到什么了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嗯 男子把烟盒和打火机收回了口袋 拿起桌上的圆珠笔 在摊开的文字处理软件使用说明书的边缘 写了些什么 要是奈美将跟你联系 打电话到这里 就说是电气行 请问贵心 知道我的名字对你也没什么皮 男子说着站起身 要是我们不打给你呢 哼 为什么不打 这么做对你们有什么好处 西口小姐也许 会让我们别跟你联系 会让我们别跟你联系 听好了 小兄弟 男子指着童原的胸口 联系不联系 你们都不会有好处 但是不联系呢 我保你吃亏 可能是 让你们后悔一辈子的亏 所以应该怎么办 你应该很清楚了吧 童原盯着男子的面孔看了一会儿 微微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那就好 小兄弟不是傻瓜 他又向灵木使了个眼色 后者走出房间 男子取出了皮夹 递给友燕两张万元钞票 烫伤的治疗费 友燕默默地收下 他的指尖在发抖 男子一定是把这些 看在了眼里 鄙夷地冷笑着 两个人一离开 友燕便锁上了门 扣上链条 回头看向童原 联好吗 童原没有回答 他走进里边的房间 拉开了窗帘 友燕也走到他的身边 从窗户往下看 公寓前的马路边 停着一辆深色奔驰 过了一会儿 那三个人出现了 大块头和较灵木的年轻人 坐进了后座 穿工作服的男子驾车 看到奔驰开动 童原才说道 打电话给奈美江 友燕点了点头 用放在餐厅间厨房的电话 打到了西口奈美江的家里 但是没有人接 他一边放下厅筒 一边摇头 要是他在家 那些人也不会来这儿 那也不会在银行吧 奈美江正式的工作地点 是大都银行 昭和分行 可能请假了 童原打开小冰箱 取出制冰盒 把冰敲进水槽 左手握住了一块 你的汤上要不要紧 没事 那是些什么人 看起来像是流氓 保久不离世 奈美江怎么会去招惹那些人 天知道 第一块冰在手里融化后 童原又握住了一块 你先回家 有什么消息 我再跟你联系 你呢 有什么打算 我今晚留在这里 奈美江可能会打电话过来 那我也 你回家 那些人的同伙 可能在这边监视 要是我们两个都留在这里 他们会觉得可以 的确如此 有燕打消了主意 决定回家 会不会是银行出了什么事啊 天知道 童原用右手摸了摸 左手的烫伤 或许是造成了疼痛 她的脸痛苦地扭曲 原村有燕回到家时 家人已经吃完了晚饭 从事电子机械制造工作的父亲 正在合适客厅 看职棒玩场比赛直播 读高中的妹妹 躲在自己的房间里 最近有燕的父母 已经完全不干涉她的生活了 他们对儿子考进名校 电机系欣喜万分 对于儿子和一般大学生不同 认真上课 该拿的学分一个不缺 也感到十分满意 协助童原的工作 有燕对双亲的解释是 在个人电脑店打工 他们自然也没有反对 母亲趁着洗餐具的空档 为她将烤鱼卤菜 和大酱汤摆上了餐桌 有燕自己盛了米饭 吃着母亲亲手做的饭菜 有燕忽然想 童原该怎么解决晚餐呢 他们已经认识三年了 但是有燕对童原的 身世和家庭状况 仍然几乎一无所知 她只知道童原的父亲 曾经经营当铺 已经去世了 她没有兄弟姐妹 母亲好像还在世 但是否与她同住 也不是很清楚 至于好友死党 童原似乎一个都没有 西口奈美江也一样 虽然他们委托 奈美江处理会计工作 但有燕几乎从来没有听过 奈美江提起自己的私生活 听说是在银行上班 但负责哪方面的业务 她也不知道 而今天竟然有流氓来找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燕的心里浮现出了 奈美江那张小而圆的面孔 吃完了晚餐 有燕准备回房间 这时传来了播报新闻的声音 原来职棒的转播结束了 今天上午八点左右 一名中年男子胸口流血 倒在昭和丁路旁 经路人发现报警后 立即送往医院急救 但随即宣告不治 该男子为居住于此花区 西九条的银行职员 甄毕甘夫 四十六岁 胸口遭利刃刺伤 在路人发现死者前 有民众在现场附近 目击一名持刀的可疑男子 警方研判 该男子与本命案有关 现正追查此人行踪 遇害当时 死者正准备前往 距离命案现场 约一百米的 大都银行昭和分行上班 接着播报下一则新闻 一直到新闻中断 有燕都以为 不过是一桩最近猛增的 陆煞犯罪 但听到最后 他心头一惊 大都银行昭和分行 正是西口奈美江 供职的地方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百夜行 东野龟吴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五十一集 有燕来到走廊 拿起放置于走廊中央的电话 心急地按下了号码 但是应该在办公室的同源 却没有接 想了十声之后 有燕挂上了听筒 思索片刻 他回到客厅 他知道父亲会看十点的新闻节目 就和父亲看了一会儿电视 他假装专心地看电视 以免父亲找他说话 有燕的父亲有一个毛病 只要一开口 无论话题是什么 都会提及儿子的将来 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 总算播出了那起命案的相关新闻 但是内容与先前听到的 没有什么差别 节目主持人进行推理 认为是无特定对象的凶杀案 就在这时 电话铃响了起来 有燕条件反射般地弹起 对父母说道 我来接 说着他来到的走廊 拿起了听筒 喂 原村 是我 听同那段传来他预期的声音 我刚打电话给你 有燕降低了音量 哦 你看到新闻了吧 嗯 我刚才在这边也看到了 这边 说来话长 你能不能出来一下 啊 现在 有燕说着回头看了客厅一眼 对 我可以想办法出来 那好 我有事找你商量 那没这样的事 他跟你联系了 有燕握紧了听筒 他就在我旁边 怎么会 前面再说 你马上过来 不过不是办公室 在酒店 童元把酒店的名称和房间号码告诉了有燕 有燕听完之后 心情有些复杂 那家酒店就是高二的时候发生那件事情的地方 好 我马上过去 有燕把房间号复述了一遍 挂掉了电话 他对母亲说打工的店里出了点问题 需要人手 便出了门 母亲没有起疑心 只是体贴地说了一句 真是辛苦 有燕随即出门 还有电车可以搭 他回想起了和花岗西子约会时候的事情 无论是换车出入口 月台上等电车的位置 尽管免不了微微的苦涩 却也令人怀念 那个有夫之妇 是他的第一个异性伴侣 在他死了之后 一直到去年 和联谊认识的某女子大学的学生上床为止 有燕甚至没有和女人接过闻 有燕一抵达那充满回忆的酒店 便直接走向电梯 他对这家酒店的内部设置相当熟悉 直奔二十楼 在走廊的最里边找到了二零一五号房间 敲响了房门 来了 哪位 这是童元的声音 平安京外星人 有燕回答 那是电脑游戏的名字 门朝里开了 脸上冒出胡茬的铜元 拇指朝上 示意他进来 这是一间有两张小床的双人房 窗边有茶几和两把椅子 一把上坐着身穿格纹连衣裙的西口奈美江 奈美江先打了一个招呼 你好 她的脸上虽然带着微笑 却显得颇为憔悴 原本圆圆的脸蛋 现在连下巴都尖了 你好 有燕回应着 环顾室内 在没有一丝褶皱的床上坐下 嗯 那 她看着童元 怎么回事 童元两手插在棉制长裤的口袋里 在墙边的一张书桌上坐下 你走后大概一小时 那美江打了电话 嗯 她说没办法再帮我们工作了 想把账户等相关资料还给我们 没办法帮忙 她准备逃走 啊 为什么 有燕朝奈美江看去 想起了刚才的新闻 跟同一家银行的人遇害有关 可以这么说 不过 人不是她杀的 哦 我没有这么想 有燕虽然这么说 其实这个想法的确曾在脑海里闪过 动手的好像是傍晚来办公室的那帮人 童元的话 让友燕倒抽了一口冷气 他们为什么要 奈美江仿佛 奈美江仿佛 看到奈美江这样 童元对友燕说道 穿身蓝色外套那个块头很大的流氓 叫加本 奈美江仿佛 倒贴的 倒贴 钱 都说是倒贴了 当然是钱 只不过不是自己的 这么说 这么说 难道是 对 童元缩起了下巴 银行的钱 奈美江利用在线系统 私下把钱打进加本的户头 多少 总金额连奈美江也不清楚 但多的时候 曾经一次赚过两件万以上 持续了一年多 这也办得到 有燕问奈美江 奈美江仍然垂着头 可以 既然他自己都这么说了 可是有人察觉 难美江能用公款 就是那个真币 真币 刚才新闻令那个 童元点了点头 真币好像没想到 就是难美江干的 向他提起疑虑 难美江知道大事不妙 跟加本联络 说事情要败露 加本当然不想失去这个 敲一下 前就拱拱而来的小金锤 就叫他的同伙和手下 杀了真币 听着听着 有燕突然觉得口干舌燥 心跳更加剧烈 哦 可奈美江一点也不感到清醒 因为说起来 真币算是被他害死的 听到童元这么说 奈美江开始啜气 细瘦的肩膀 微微地颤动着 你也不必说得这么难听 这种事情说得再好听 也没有意义 可是 没关系 奈美江开口了 眼皮虽然肿着 但眼睛里似乎已经有了决心 那是事实 量说得没错 先去吧 可是 有燕说不下去了 他看着童元 要他继续说 奈美江有此认为必须跟贾本断绝关系 童元指了纸书桌旁 那里面有两个塞得鼓鼓的大旅行袋 怪不得他们慌了手脚 到处找奈美江 要是他不见了 杀了那个真笔就毫无意义 不光是这样 贾本急需一大笔钱 本来说好 昨天白天 奈美江用老办法打钱给他 他做了不少事业 可没有一样成功 你怎么会跟那种人 现在问这些有意义吗 也是 有燕抓了抓头 那接下来怎么办 只能想办法逃 自首这个提议 在这个结果也不能停 有燕在心里盘算 可现在连去哪里藏身都还没定 一直待在酒店 迟早会被找到 就算逃得过贾本这一关 警察可没那么容易糊弄 一会儿 我就去找能长期藏身的地方 找得到吗 找不到也得找 童元打开冰箱 拿出了一罐啤酒 我对不起你们 万一被警察抓到 我绝不会说出你们帮过我 奈美江很过意不去 你有钱吗 嗯 这倒还好 她的口气倒是有些含糊了 不愧是奈美江 她可不会甘心 只做贾本的傀儡 童元单手拿着啤酒罐说道 她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开了五个秘密户头 暗中把公款转进去 真令人佩服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五十二集 她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开了五个秘密户头 暗中把公款转进去 真令人佩服 哦 别说了 又不是什么体面事 奈美江伸手贴住额头 可有钱 总比没有钱好 没错 童元说着喝干了啤酒 那我该做些什么 有燕的视线 在奈美江和童元之间 来回地转换着 我希望你这两天 在这里陪奈美江 啊 奈美江不能随便外出 要买东西什么的 只能找人帮忙 能拜托的就只有你了 哦 这样啊 有燕剥了剥刘海 看了看奈美江 奈美江的眼里带着求救的眼神 我知道了 包在我身上 星期六的中午 有燕在百货公司的地下食品部买了便当 带回酒店房间 他买的是五目饭配烤鱼和鸡块 加上用酒店附赠的茶包泡的茶 在小小的桌上吃午餐 对不起 要你陪我吃饭 你可以在外面吃完了再回来 没关系 有人一起吃 我也吃得开心些 有燕一边用方便筷加开烤鱼一边说 而且 这便当还挺好吃 很好吃 奈美江眯起眼睛微微地笑着 吃完饭 有燕又从冰箱里拿出了布丁 这是她买来当饭后甜点的 看到布丁奈美江高兴地像个少女 原村 你真细心 将来一定会是个好丈夫 是吗 把布丁往嘴里送得有燕 倒是有些害羞了 原村 你没有女朋友啊 去年交过一个 分手了 老实说 是被甩了 哦 为什么 她说 比较喜欢更会玩的男生 嫌我太土 他们都没有看男人的眼光 奈美江摇了摇头 随后自嘲地笑了 我也没有资格说人家 说完 她用汤匙挖杯子里的布丁 看着奈美江的动作 尤燕本想问一个问题 但是没有说出口 她觉得问了也没有意义 奈美江却把她的表情看在了眼里 你想问我假本的事 对不对 想问我为什么会跟那种人扯上关系 为什么会倒贴她一年多 呃 没有 没关系 你问我 你问吧 因为不管是谁 都会觉得我很傻 奈美江把还没吃完的布丁杯放在桌子上 有烟吗 有 柔和性七星星吗 可以 用有烟的一次性打火机点着烟 奈美江深深地吸了一口 白色的烟 优雅地在空中飞舞 大概 一年半前 我开车出了一场小车祸 给一辆车发生寡蹭 其实只擦到一点点 我也不认为我有错 可倒霉的是 遇到了难缠的人 奈美江看着窗外 有烟立刻明白了 流氓 奈美江点了点头 他们把我围住 一时间我以为我完了 就在这时 甲板从另一辆车里下来 他好像认识那个流氓 就这样 他帮我把事情谈到付修理费就好 他们跟你索取高额赔偿了 奈美江又摇了摇头 我记得 好像是十万元左右 不过甲板还是向我道歉 说他没把事情谈好 觉得很过意不去 你一定很难相信 不过那时候 他真的很绅士 是很难相信 他的穿着打扮也很得体 说他不是混黑道的 手上有好几桩事业 还给我鸣片 奈美江又补充了一句 现在全丢了 所以你喜欢上了他 奈美江倒是没有立刻回答 抽了一会儿烟 视线随着烟雾流转 说起来 很像借口 但那时 他真的对我很好 让我相信 他是真心爱我 我活到快四十岁 才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所以 你也想为他做些什么 其实应该说 我怕甲板对我不再有兴趣 想表示我是一个有用的女人 就给他钱 很傻吧 他说新事业需要钱 我一点都没怀疑 可是 你早就发现 甲板其实也是流氓 是啊 不过那时候已经无所谓了 什么 我的意思是 不管他是不是流氓 都无所谓了 哦 有燕注视着桌子上的烟灰缸 不知该如何回答 奈美江在烟灰缸里 暗吸了香烟 我总是遇到不三不四的男人 这叫男人运不好吗 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 是啊 可以再给我一根吗 奈美江说着 从有燕递过的烟盒里 又抽出了一根烟 我以前的男朋友是个酒保 但从不好好工作 他爱赌 怕从我身上搜刮到的钱 统统拿去赌 把我的存款用得一翻不上之后 也不管我死活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是什么时候 三年前 三年前 对 和你第一次见面就是那时候 因为遇到那种事 觉得活着很没意思 才会想去那种地方 哦 那种地方 和一个小伙子乱来的地方 这件事 我很久以前跟亮说过 我想 这次他一定很受不了我 奈美江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打火机 点着了香烟 为什么 因为我重蹈覆辙 两嘴讨厌别人这样 不是吗 哦 的确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什么 要盗领银行的钱这么简单 这个问题 很难回答 奈美江翘起了脚 继续抽烟 似乎是在想该如何说明 香烟短了两厘米之后 他终于开口了 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 算是很简单吧 不过 这就是陷阱所在 怎么说 简单地说 只要伪造会票就行 奈美江用两只夹着香烟的手 轻轻地骚着太阳穴 在上面填好金额 和对方的户头 盖上集中作业科的主任和科长的印章就可以了 科长经常不在位子上 要偷盖他的章并不难 主任的公章是我用伪造的 这样不会被发现吗 没有人会检查 我们有一张日报表 是用来算资金余额的 会计部的人负责验算 不过 只要有那个人的印章 就可以伪造通过验算的文件 也就可以暂时蒙混过去 暂时 用这个方法 结算金额会突然减少 被发现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我就盗用电付金 那是什么 金融机构间的汇款 原理是这样 承办汇款的银行 先替客户带电 事后再跟钱汇进去的银行结算 先电的那笔钱就叫电付金 无论哪家金融机构 都会另外提存起来 我就是看上了那笔钱 听起来很复杂 操作电付金需要专业知识 只有具备多年实物经验的职员 才能掌握整个局面 在大都银行招合分行 就是我在负责 所以 本来应该经过会计部 查核部二重三重的检查 实际上却由我一手包办 反正就是没有按照规矩检查 简单来说就是那样 向我们银行规定 汇款金额超过一百万元时 要在广和部上填写收款人与金额 尽科长许可 尽用钥匙 才能操作电脑终端机 而且这笔转账的结果 必须在第二天打印成报表 交给科长检查 可是几乎没有一家银行 检查得这么严格 所以只要把盗领的船票 和那天的日报表藏起来 只让上次看到 正常处理的船票和日报表 谁也不会发现 哪里不对劲 多人有声据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据 百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五十三集 听起来好像很难 结果是上次太马虎了 是啊 不过 奈美将歪着头 长叹了一声 总有一天会有人发现的 就像真碧先生 明知道会有人发现 还是没有办法收手啊 就像吸毒上瘾吧 说着 他又在烟灰缸里 抖落烟灰 稍微在键盘上 敲几个键 就可以把一大笔钱 从这边转移到那边 让人觉得自己 好像有一双 会施魔法的手 可是那完全是错觉 最后 奈美将对有燕说道 要骗电脑 最好时刻而止 有燕对家人谎称 要暂时住在打工的地方 借用了酒店房间里 并排的两张床之一 她先冲了澡 穿上浴衣 爬到床上 随后 奈美将进了浴室 这时除了夜灯 所有的灯都关了 奈美将走出浴室 上了床 有燕听见背后的声音 还闻到了香皂的气味 黑暗中 有燕一动不动 她一点都不想睡 情绪很亢奋 也许是必须设法 让奈美将平安逃脱的意识使然 然而今天一整天 童元都没有消息 原村 你睡着了吗 背后传来了奈美将的声音 没 有燕闭着眼睛回答 睡不着 嗯 有燕心中暗想 难怪奈美将睡不着 她得逃命 前途未卜 那 你会想起那个人吗 谁 华刚锡子 听到这个名字 有燕无法保持平静 她小心不让奈美将 察觉自己的情绪波动 有时候会 果然 看来她的回答 亦如奈美将所料 你喜欢她 我不知道 那时候我还年轻 现在也还很年轻啊 也是 那时我跑掉了 是啊 你一定觉得我这个女人很奇怪吧 都已经去了 还临阵脱逃 没 有时 我会后悔 后悔 我会想 那时是不是留下刚好 待在那里 让一切顺其自然 也许就会重生 有燕闭上双唇 她明白奈美将的这番话里 包含着的沉重意味 她无法贸然回答 在沉闷的气氛中 奈美将又说 会不会已经太迟了 奈美将问这句话的意思 有燕很清楚 其实有燕也逐渐被 同样的想法支配 奈美将 终于 她下定决心 开口叫她 做吗 奈美将陷入到了沉默 有燕还以为自己失言了 但是不久 奈美将便问道 想我这种大事 你也愿意 你跟三年前一样 没有变 你是说 我三年前就是大婶了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有燕感觉到 有燕感觉到奈美将下了床 几秒钟之后 她潜入有燕的床 她在有燕的耳边说道 但愿能够重生 星期一的早晨 童原来接他们 她首先向奈美将道歉 说没有找到合适的藏身之处 因而希望她在 明古屋的商务酒店 暂时避一避 你昨天明明不是这么说的 昨晚通源打来电话 说找到了合适的地方 要奈美将准备一早出发 今早情况突变 不会拖太久的 你忍耐一下 没问题 我以前住过明古屋一阵子 地方也熟 我就是听你提过 才选明古屋的 酒店的地下停车厂里 停着一辆白色的Mark II 童原说是租来的 因为平日使用的小霸王 可能已经被甲本他们盯上了 上车之后 童原把一个信封 和一张白色的复印纸 交给了奈美将 这是新干线车票 和酒店的地图 谢谢你帮我这么多 还有一样 这个你最好戴着 童原又拿出了一个纸袋 这要干嘛 看过纸袋内的东西 奈美将苦笑了 有燕也从旁边探头去看 袋子里是卷渡很夸张的 女用假发 太阳镜和口罩 你那些假户头里的钱 一定得用卡提去吧 取钱的时候最后伪装一下 就算多少有点不自然 也不能让摄像头拍到脸 童原一边发动 引擎一边说道 考虑得真找到 谢谢 那我就收下了 奈美将把纸袋塞进 已经满到极限的旅行袋 到了那边要联系啊 嗯 奈美将笑着点了点头 童原发动了汽车 送奈美将坐上新干线之后 有燕和童原一起回到了办公室 但愿她能顺利逃脱 童原没有任何回应 反而问她 她跟贾本的事情都跟你说了 女人很傻吧 贾本从一开始就是故意接近奈美将 想必是打算利用她在银行里的职位骗钱 她出车祸 被流氓找麻烦 肯定是贾本一手设计的 连这么简单的手法都没发现 她脑袋有病啊 那女人以前就是这样 一遇到男人就栽进去 半点判断力都不胜 有燕无可反驳 只有猛吞口水 但是胃里好像吞了千块一般的沉重 她心里完全没有童原这种想法 那一天 有燕提早回家 等着奈美将的电话 但是她没有等到 有燕送走奈美江后的第四天 她被发现沉湿于明谷屋的商务酒店 胸部和腹部遭到利刃的戳辞 据研判死亡已超过七十二小时 奈美江向任职的银行请了两天假 第三天起便无故矿工 银行也在找她 她的随身物品中有五本存折 里边的存款总额在星期一还远超两千万元 但发现尸体的时候几乎已经为零 根据银行的调查 奈美江盗取公款已有多年 那五本存折似乎便是为此而设 警方自西口奈美江转账的户头 按照线索查出了某公司的董事贾本宏 并且以盗取资财的嫌疑将她逮捕 同时也以贾本为主要对象 着手调查西口奈美江的命案 但是从奈美江的五个户头提出的前 目前仍然没有线索 款项确实是奈美江本人用卡领取的 因为自动取款机的监控设备拍到一个乔装过的女人 提款时使用的假发太阳镜和口罩已经在她的行李中找到了 看了报道 原村有焰冲进了卫生间呕吐 直到把卫部掏空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工程被分配到东西电庄东京总公司专利部 已经快三年了 东西电庄是制造马达与火花塞等汽车电气零件的公司 专利部的职责是管理与公司产品相关的所有工业的专利权 具体的说便是协助技术人员申请其发明技术的专利 或是在公司与其他公司发生专利纠纷时提出对策 此刻高工程的手里正拿着一份专利申请 申请书上的标题是《涡电流碳伤线圈》的形状 这份专利申请书与寻找汽车水箱排水管缺损的器具有关 通过电话与撰写申请书的技术人员讨论之后 高工程站起身 向并排摆着四部电脑终端机的墙望去 每部终端机各有一名负责人 此时都背对着他 这四个人都是女性 只有最右边的一个穿着东西电庄的制服 其他三人都穿着便服 因为他们是派遣公司的员工 这家公司的专利数据 以往均以微胶卷记录 但是为了方便电脑搜索 计划改用磁盘记录 这三个女人便是为其间的数据转移而受雇的 最近以这种方式雇佣派遣人员的企业 呈越来越多的趋势 严格说来 人才派遣业违反职业安定法的色彩相当浓厚 但是不久前国会已经立法予以承认 但同时也通过了以保护派遣工作者为目的的 劳动者派遣事业法 高工程走近他们 不 准确地说是向最左边的那个背影走去 他叫三泽千都流 长长的头发在脑后扎成一束 是为了避免影响操作键盘 此前在他们稍事闲聊的时候 他听三泽这么说过 三泽千都流 交互看着终端机的画面与一旁的纸张 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敲着键盘 因为实在太快 听起来犹如生产线上机器运作的声响 其他三个人都是如此 高工程从斜后方叫他 三泽小姐 犹如机器被关掉开关一般 千都流的双手停止了动作 停了一拍之后 他转过身来 三泽千都流戴着大大的黑矿眼镜 镜片之后的眼睛 可能是因为一直盯着屏幕 有点刻板严肃 但是一看到高工程 顿时放松了 显得极为柔和 是 这时他的嘴角露出了笑容 乳白色的细致肌肤 与明亮的粉红色口红非常相衬 圆圆的脸 让他看起来有点稚气 其实他只比高工程小一岁 这一点 高工程也在之前的对话中 不着痕迹地打听出来了 我想查一下 窝店流碳商这个项目 以前提过哪些申请 窝店流 是这样写的 高工程把拿在手上的文件标题 给他看 千都流迅速地抄下了标题 好 我搜索一下 找到之后打印出来再送给您 这样可以吗 不好意思 这么忙还麻烦你 哪里 这也是我分内的工作 千都流微笑着回答 分内的工作 是他的口头禅 或许也是派遣员工的口头禅 但是高工程几乎没有和其他派遣员工说过话 所以并不清楚 他又回到了座位上 一个前辈男同事问他要不要休息一下 这家公司除了高层主管和会客室等特殊场所 严禁让女同事在工作场合端茶倒水 员工休息时都会到自动售货机购买杯装饮料 不了 我等一下再去 于是前辈便独自离开了办公室 过了不久 三泽千都流便将打印出来的资料拿了过来 这样可以吗 多亏你了 谢谢 高工程一边看着文件 一边轻声说道 三泽小姐 你休息过了吗 还没有 我请你喝杯茶吧 高工程起身走向出口 走到一半的时候向后看了一眼 确认千都流是不是跟来了 自动售货机在走廊上 高工程站在离他有点距离的窗边 喝着咖啡 千都流双手捧着装了柠檬茶的纸杯走过来 每次看你们工作都觉得很辛苦 一直敲键盘 肩膀不酸吗 肩膀还好 眼睛更累 因为整天盯着屏幕 是 对眼睛不太好 自从我开始做这份工作 顺利就变差了 以前我可不戴眼睛的 哦 这也算一种职业病吧 不在电脑前工作时 千都流会把眼镜取下来 这样他的眼睛就显得更大了 在不同的公司之间来去 对体力和精神 想必都是很大的负担吧 是啊 不过 和被派去设计相关公司的男同事比起来 我们轻松多了 他们为了赶交货 加班熬通宵都是家常便饭 白天公司的人要用电脑执行一般业务 检查和修正都只能在晚上进行 我还知道 有人一个月加班一百七十个小时呢 那真是太厉害了 有些系统光是打印程序就要两三个小时 听说他们遇到这种情况 都会带睡袋在电脑前打地铺 神奇的是 打印机的声音一停 他们就会醒来 啊 真惨 高工程说着还摇了摇头 不过 待遇相对也更好吧 对此千都流一脸苦笑 就是为了削减开支 才会出现派遣员工的需求啊 说穿了 就像用过几人的免洗碗筷一样 条件这么苛刻 亏你们能忍耐 没办法 为了养活自己嘛 说着千都流戳了一口柠檬茶 高工程偷望着他 嘴唇微微撅起的模样 我们公司怎么样 有没有亏待你们 东西店装公司算是非常好的 既干净又舒服 千都流在说话的时候 微微皱起了眉头 不过能在这里工作的日子也不多了 哦 是吗 高工程心里一惊 他第一次听说 下个星期分派的工作就差不多结束了 当初签的就是半年约 再加上最后的检查工作 我想顶多下下个星期就结束了 哦 高工程把空纸被捏扁 心想应该说些什么 却找不到话可说 千都流唇边挂着笑 望着窗外 喃喃地说道 啊 不知道下次会被派去什么样的公司 在高工程请喝柠檬茶的那天 三泽千都流下班之后 和同一家派遣公司的上野朱美 一同前往一家 位于青山的意大利餐厅吃晚餐 他们两个人同年 而且都是独居 所以经常结伴用餐 终于要跟东西店庄说再见了 一想到数量巨大的专利竟然全整理好 虽然是我们弄的 还是怎么主要佩服一下自己 上野朱美把章鱼芹菜沙拉送到嘴里 让装了白葡萄酒的杯子 斜向一边冷冷地说道 她的化妆和穿着分明很有女人味 可言行举止有失却非常的粗鲁 根据她本人的说法 这归咎于她成长的老街 不过条件还不错 以前那家钢铁公司真是糟糕 是啊 那边根本不列入讨论 朱美说着撇了撇嘴 钢丧全是白痴 根本不懂怎么用派遣人员 把我们当奴隶 只会在那里放屁 给她钱有通通的骑士 千独留点了点头 喝下了葡萄酒 听朱美讲话 有消除压力的效果 朱美的话告一段落的时候 千独留问道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继续工作吗 对啊 继续做 朱美用叉子插住了炸制瓜 另一只手撑住了脸颊 不过 可能会辞 哦 这样 她在那边啰嗦的要命 朱美皱起了眉头 倒是也说我可以工作 不过看样子只是说说吧 因为她说什么 不希望一天到晚见不到面 让我听了很烦 不过 他们家想赶快生孩子 要生当然就不能工作了 跟现在辞掉也没什么两样 朱美的话说到一半 千独留点了点头 我觉得这样更好 反正 这又不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工作 是啊 朱美把智瓜塞进了嘴里 她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对象是大她五岁的上班族 本来对婚后是否要维持 双新家庭有些争议 看来 结论已经出炉 意大利面送到了两个人的面前 千独留点了海胆奶油面 朱美的是大蒜辣椒面 怕大蒜味就无法享受美食 这是朱美一贯的理论 你呢 打算继续做这个工作 嗯 我犹豫了很久 千独留用叉子卷起意大利面 却没有立刻送进口中 我想先回老家再说 哦 这样也不错 千独留的老家 在札幌 因为考上大学才来到东京 但是自大学时代 到现在成为上班族 她从来没有回去过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远注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五十五集 千独留的老家在札幌 因为上大学才来到东京 但是自大学时代 到现在成为上班族 她从来都没有回去过 什么时候 还没定 不过 我想等东西店庄的工作 一结束就走 那就是下星期六或星期日了 朱美把一口面送进嘴里 咽了下去 说道 没记错的话 高宫先生好像就是那个星期日结婚 啊 真的 应该没错 上次我听别人说的 上次我听别人讲的 哦 跟公司的同事吗 好像不是 听说是学生时代就在一起了 哦 原来如此 千独留吃了一口面 谈过 谈过私事 当然没有机会知道 很夸张啊 听说她家住城城 在那一带有很多土地 听说还有好几栋公寓大楼 爸爸好像已经死了 不过 光靠房租就可以过得很舒服 哎 有这么好的条件 那个准媳妇心里一定暗数 她爸爸死得好啊 你消息真灵痛 千独留佩服地看着朱美 川岭部的人都知道 所以 打高宫先生主意的女人也很多 不过最后 还是没有人能赢 她学生时代的女朋友 朱美的口气听起来很痛快 可能是她从一开始 就没有那个资格 千独留大着胆子说 高宫先生的话 就算没有财产 还是会有很多人喜欢吧 她长得帅又有气质 对我没有很绅士 听到这句话 朱美轻轻地摇了摇手 哎呀 你怎么这么呆啊 就是因为家里有钱 才绅士得起来 外表也才会显得有气质 同一个人要是生在穷人家 肯定没品位没气质 也许吧 千独留轻轻一笑 煮菜鲜鱼料理上桌了 两个人聊了很多 话题中也不再出现高宫城了 回到位于早稻田的公寓 已经过了十点钟 朱美还想再去喝点酒 但是千独留累了 便拒绝了 开了门 摁下墙上的开关 惨白的日光灯 照亮了一室一厅的套间 随即映入眼帘的 是杂乱的衣物和日用品 这让他倍感疲累 他从大学二年级开始便住进了这里 从那时候起的种种苦恼与挫折 似乎都沉积在了房间的各个角落 他连衣服都没换 直接倒在了角落的床上 床下传来挤压的声音 所有的东西都救了 忽然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高宫城的脸孔 其实对于高宫城已经有恋人这件事 他并非一无所知 他曾经无意中听见专利部的女职员说起过 但是他们交往到什么程度 他就不得而知了 他当然无法追问 更何况即使知道了 也无可奈何 作为派遣人员 唯一称得上乐趣的 便是有机会认识形形色色的男人 前都留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地点 都会暗自期待 不知道会不会遇到合适的人呢 但是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期待都落空了 绝大多数工作场所几乎没有认识异性的机会 甚至令人怀疑公司是不是为了保障自家的女职工 帮他们杜绝了可能的情敌 可是东西店庄却不同 派遣上宫的第一天 千都留便发现了理想的人 那就是高宫成 首先吸引三则千都留的 是高宫成的外表 不止因为高宫成五官端正 三则千都留感觉到 他发自内在的教养和品格 这一点和只看重外表的其他男职员截然不同 工作上和高宫成接触之后 千都留更加确信自己的直觉是正确的 高宫成为人体贴 懂得为派遣人员设身处地的想 也很诚实 对上司不说谎 不敷衍 千都留在心中不禁暗暗的叹息 结婚就应该找这样的人 事实上 千都留有点会错了意 以为高宫成对他也有意思 高宫成从来没说过类似的话 但是他的一些小动作 看自己的眼神和自己说话的方式 都让千都留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看来那是他的错觉了 想起白天的事 千都留自嘲地苦笑了一下 差一点就自讨没趣了 当高宫成说要请他喝茶时 他满心期待 以为高宫成终于要提出邀约了 可高宫成没有开口的样子 千都留才若无其事地提起了待在这里的时间不多了 他想若得知此事 也许高宫成会感到着急 然而高宫成似乎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 高宫成只是这样说了一句 到了新公司 也要好好努力啊 反复咀嚼着朱美的话 千都留深切地感到 高宫成的反应是理所当然的 一个两周之后就要结婚的人 自然不会留意一个派遣人员 高宫成自始至终不变的温柔 纯粹是出于善良的本性 千都留决心不再想他 他站起身 伸手拿枕边的电话 准备打回札幌老家 突然说要回家 故乡的父母会有什么反应呢 对连过年都不回家的女儿 他们说不定 至今仍然愚怒未消 在高宫成的家里 从秃窗吹进来的风 充满了秋天的味道 第一次来看房子的时候 还飘着梅雨时常见的绵绵细雨 高宫成想起了 短短三个月前的事 真是个适合搬家的好天气啊 原本在擦拭地板的高宫赖子 停下了手边的动作 本来担心天气不好 像现在这样 搬家的人好做事多了 搬家公司是专业的 天气对他们没什么影响 哎呦 那可不见得 山下家上个月 不是帮媳妇搬家吗 他们说遇到台风 差点搬不成 台风是例外 现在都十月了 十月也有可能下大雨呀 赖子再度动手的时候 对讲机的铃响了 会是谁呢 应该是雪碎吧 他应该有钥匙啊 高宫成说着 拿起了装设在客厅墙上的 对讲机听筒 喂 是我 雪碎 是你啊 忘了带钥匙 不是 嗯 我先开门 高宫成按下了开关钮 走到玄关 开了锁 打开门等着 听到电梯停止的声音 有脚步声接近 不久 唐泽雪碎的身影 出现在了走廊转角 他穿着浅绿色的线衫 和白色棉质长裤 可能是因为今天特别的暖和 他把外套拿在了手上 嗨 高宫成笑着打招呼 对不起 我买了好多东西 来晚了 雪碎说着 把手上的超市袋子拿给他看 里边有清洁剂 摆洁布和塑料手套等物品 上星期不是打扫过了吗 已经过了一个星期 而且等家具搬进来以后 一定到处都是脏兮兮的 雪碎的话 让高宫成大摇齐头 原来女人都会说一样的话 妈呀这么说 还带了一套扫除用具过来 那我得赶快帮忙 雪碎说着急忙脱掉了运动鞋 看到他穿运动鞋 高宫成感到意外 因为雪碎总是穿着 根儿很高的高跟鞋 想到这里 高宫成才发觉 自己还是第一次 看到雪碎穿长裤 他说出了这件事 雪碎的脸上 露出了又好气又好笑的神情 搬家的日子穿裙子高跟鞋 不就什么事都做不了了吗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搬家的日子穿裙子高跟鞋 搬家的日子穿裙子高跟鞋 不就什么事都做不了了吗 一点不错 里边传来声音 赖子卷起袖子笑着走了出来 你好呀 雪碎 你好 雪碎低头行礼 这孩子一直就是这样 从没打扫过自己的房间 完全不知道又擦又扫得有多累人 以后雪碎可辛苦了 你要多担待啊 哪里 您不用担心 赖子和雪碎一进客厅 便开始决定打扫的顺序 高工程听着两个人的对话 像刚才一样站在秃窗边 看着下方的马路 家具应该快送到了 电器送达的时间指定在一个小时后 也快到了 再过两个星期 他就是有家事的人了 在这之前都不太有现实感 但是现在距离如此之近 高工程又不由得紧张起来 雪碎早已穿上了围裙 开始擦拭隔壁合适的榻榻米 即使一身居家打扮 也丝毫无损雪碎的美 这足以证实 雪碎是真正的美人 整整四年呢 高工程喃喃自语着 他说的是与雪碎交往的时间 他是在大四的时候认识了雪碎 当时高工程参加的永明大学社交舞社 与清华女子大学社交舞社举办联合练习 雪碎也加入了社团 在好几个新生当中 雪碎显得特别的耀眼 精致的五官 匀称的身材 简直就是流行杂志的封面女郎 许多男社员都为雪碎倾倒 梦想着能成为他的恋人 高工程也是其中之一 那个时候 高工程刚好没有女朋友 这也是一个原因 但是自第一眼看到雪碎 他的心就被雪碎夺走了 即便如此 若是没有后来的机缘 他大概也不会追求雪碎的 他知道有好几个社友都被雪碎拒绝了 以为自己也只有吃闭门羹的份 然而有一次雪碎主动对他说 有一个舞步他怎么也学不会 希望高工程能教他 对高工程而言 这可以说是天赐良机 他以一对一特训的名目 成功取得了与众人的偶像独处的机会 在他们一再单独练习的过程中 高工程感觉到雪碎对自己的印象也不差 有一天他下定决心找雪碎约会 雪碎定定地凝视着高工程这样回答 你要带我去哪里呢 高工程强忍住心头的狂喜 你喜欢的任何地方 他们去看了音乐剧 在意大利餐厅用餐 然后他送雪碎回家 接下来四年多的时间 他们两人一直都是情侣 高工程认为 如果那个时候雪碎没有主动请他来教舞 他们多半是不会展开交往的 因为第二年高工程就将毕业了 此后想必也不会再见面 一想到这里 高工程就觉得自己真的是抓住了唯一的机会 同时另一位女社员退社 也对他们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事实上高工程也注意到了这位新社员 当时高工程视雪碎为高不可攀的对象 也曾经考虑过追求那位女孩 那个名字叫川岛江丽子的女孩 江丽子虽然不像雪碎那般美丽出众 却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似乎和他在一起便能安心 然而川岛江丽子不久便突然退出了社交舞社 与他非常亲近的雪碎 也说不清他退社的真正原因 如果江丽子没有退社 对他展开追求会有什么结果呢 高工程在心中暗想着 即使遭到拒绝 事后也不会转而追求雪碎吧 这样的情况便完全不同了 至少他不可能在两星期之后 于东京都内的酒店与雪碎结婚 人的命运真是难以预料 他不由得发此感慨 哎 你明明有钥匙 怎么还按对讲机 高工程问正在打扫厨房流理台的雪碎 因为不能擅自进来呀 雪碎手也不停地回答 为什么 就是要让你进来才跟你钥匙 可是毕竟还没有举行婚礼 何必在乎这些 听到这里赖子插了进来 这就是为婚前婚后划清界限呀 说着对两个星期后 即将成为媳妇的女孩微笑 雪碎也对两个星期后 即将成为婆婆的女人点头 高工程叹了一口气 视线回到窗外 母亲似乎从第一次见到雪碎 便喜欢上了 或许是命运的线 将自己与唐泽雪碎绑在一起 而且也许只要顺着这条线走 一切都会很顺利 但是 现在却有另一个女孩的面孔 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即使强迫自己不要去想 可每每一回过神 却发现想的都是那个女孩 高工程摇了摇头 一种类似焦躁的情绪 支配着她的心神 几分钟之后 家具行的卡车到了 第二天晚上七点 高工程来到新宿车站大楼的某家咖啡馆 临桌两个操关系口音的男子 正大声谈论着棒球 话题当然是板身老虎队 这支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的球队 今年让所有的专家跌破眼镜 冠军竟已唾手可得 这难能可贵的家话 似乎大大的鼓舞了关系人 在高工程的公司 向来不敢声张自己是板神球迷的部长 突然成立了临时球迷俱乐部 几乎每天下班都去喝酒狂欢 这股热潮短期之内 势必不会消退 这是身为巨人队球迷的高工程 感到不胜其烦 但是关系口音倒是令人怀念 她的母校永明大学位于大阪 大学四年 她都独自住在位于千里的公寓 她喝了两口咖啡 等待的人出现了 穿着灰色西装的身影 潇洒利落 十足一个职场精英 再过两个星期就要告别单身 心境如何 小种一诚不怀好意地笑着 坐在对面的位子上 女服务生过来招呼 她点了一时咖啡 不好意思 突然把你嫁出来 没关系 心机一比较闲 小种翘起了修长的腿 他们两个念同一所大学 也双双参加社交舞社 小种是社长 高工程是副社长 想学社交舞的大学生 家境多半颇为富裕 小种出身豪门 他的伯父是大制药公司的老板 老家在神户 他现在来到东京 在该公司的业务部任职 你应该比我更忙吧 有很多事情要准备 是啊 昨天家具和电器送到公寓 我准备今晚自己先过去住 这么说 你的新居差不多就绪了 就只差新娘咯 他的东西 下星期六就会搬进去 啊 时候终于到了 是啊 高工程一开视线 把咖啡杯端到嘴边 小种的笑容 显得那么耀眼 你要找我谈什么 昨天听你在电话上说的 好像很严重啊 我有点担心 嗯 昨晚高工程回家之后 打电话给小种 可能因为他说 有事不方便在电话里谈 小种才会担心 都到了这个节骨眼 你应该不会现在才说 你舍不得单身生活吧 小种说着笑了 他在开玩笑 但是此刻的高工程 却连说句俏皮话 来配合这个笑话的心情都没有 就某种角度而言 这个笑话 的确一语中定 小种似乎从高工程的表情 看出了端倪 他皱起了眉头 把上半身凑了过来 喂 高工 这时女服务生送来了咖啡 小种的身体稍稍抽离了桌子 眼睛却紧盯着高工程不放 女服务生一离开 小种也不碰咖啡杯 再度问道 你在开玩笑 是吧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五十七集 你在开玩笑 是吧 老实说 我很迷惘 高工程双手抱胸 迎向好友的眼神 小种瞪大着眼睛 嘴巴半开 然后像提防什么一般 张望了一番 再度凝视着高工程 这个时候了你还迷茫什么 就是 我不知道 该不该就这样结婚 一听这话 小种的表情定住了 她的双眼 在高工程的脸上打亮 接着缓缓地点了点头 别担心 我听说过 大多数男人结婚前 都想临阵脱逃 因为突然感觉 有家事的负担和拘束 就要成真了 别担心 不是只有你这样 很遗憾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 小种问了这个 理所当然的问题 高工程却无法直视 她的眼睛 高工程感到不安 如果把现在的心情 老实地告诉小种 她会多么瞧不起自己啊 但是除了小种 实在无人可以商量 她猛地喝了一口 玻璃杯里的水 决定豁出去 其实 我有了其他喜欢的人 小种没有立刻反应 表情也没变 高工程以为 也许她说得不够明白 她准备再说一次 便吸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 小种开口了 哪里的女人 她严肃地直视着高工程 现在在我们公司 现在 高工程把三则 迁都留的情况 告诉了一脸不解的小种 小种的公司 也雇用了人才 派遣公司的人 她一听就知道了 这么说 你和她只有工作上的接触 并未私下见面什么的 嗯 以我现在的处境 不能和她约会 那当然 可这样 你并不知道 她对你的感觉了 是 既然这样 最好把她忘了吧 在我看来 你只是 一时一乱情迷 小种的嘴角 露出了一丝笑容 高工程对好友的话 抱以淡淡地一笑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如果我是你 大概也会说同样的话 哦 抱歉 如果只是这样 不用我说 你自然也明白 你就是因为 无法控制感情 烦恼不已 才找我商量 我自己知道 我脑袋里想的事 有多荒荡 嗯 小种附和一般的点点头 喝了一口 有点变凉的咖啡 什么时候开始的 什么 你从什么时候 开始在意她 哦 高工程稍微想了想 今年四月吧 从我第一次见到她开始 半年前 你怎么不早点采取行动 没办法 那时 结婚场地已经预约好了 下聘的日子也定了 不 先别说那些 连我都不敢相信 自己会有那种感情 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也以为 只是一时亦乱情迷 要自己赶快甩开 那份莫名其妙的感情 可知道今天都甩不掉 啊 小种伸手抓了抓头 学生时代曾经略加 整烫的头发 如今理得很短 只剩两个星期了 请冒出这种麻烦事 抱歉 能够商量这种事的人 只有你了 我无所谓 可问题是 你并不知道她的心意 你连她怎么看待你 都不知道吧 当然 这样 这么说也很过爱 关键看你现在怎么行 我不知道 该不该抱着 这样的心情结婚 说得更直白一点 我并不想在这种状态下 举行婚礼 你的心情我很明白 虽然我没经验 那 那唐泽呢 你对他又怎样 不喜欢了 不 不是 我对他的感情还是 只不过不是百分之百了 被小总这么一说 高宫成无言以对 他把玻璃杯里剩下的水喝光 我不好说什么不负责任的话 但我觉得 以你现在的状况结婚 对你们两个都不太好 当然 我是说 你和唐泽 小总 如果是你 会怎么做 要是我 一旦婚事定了下来 就尽可能不和别的女人打照面 听此一说 高宫成笑了 不用说 他的笑容并非发自内心 就算这样 万一我在结婚前 有了喜欢的人 小总说到这里停了下来 抬眼向上 再度看着高宫成 我会先把和你取消 即使只剩两周 只剩一天一样 高宫成陷入沉默 好友的话很有分量 为了缓和气氛 小总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灿然一笑 事不关己 我才能说得这么干脆 我知道 事情没这么简单 再说 这跟感情深浅也有关系 我并不知道 你对那女孩的感情有多深 对于好友的话 高宫成重重地点头 我会作为参考 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 无论你得出什么结论 我都没有意义 等结论出来 我会向你报告 你想那再说吧 小总笑了 手绘地图上标示的大楼 就在新宿衣室丹旁边 三楼挂着乡土居酒屋的招牌 进了电梯 朱美愤愤不平 既然要请 不会找好一点的地方 没办法 大叔主办的吗 听到千都流的话 朱美一脸不耐烦地点头说道 你对了 店门入口处装有自动式的 合适格子门 还不到七点 就听得到喝醉的客人 大声喧闹 隔着门可以看到 摘下领带的上班族 千都流他们一进去 便听到有人喊 这一帮子人 都是东西店庄 专利部的熟面孔 他们占据了几张桌子 有好几个 已经喝得满脸通红了 要是敢叫我倒酒 老娘立刻翻住左人 朱美在千都流耳边 敲声说着 事实上 他们不管去哪家公司 聚餐的场合 都经常被迫倒酒 今天应该不至于吧 千都流心中 暗自猜想 再怎么说 这是他们的欢送会啊 一群人照例 说着告别的话 干了杯 千都流看开了 把这儿当作工作的一部分 露出亲切的笑容 心想散会时一定得提高警觉 非礼公司的女同事 事情要是闹开来会很难堪的 但是对方如果是派遣人员 便没有这种后患 所以有这种想法的男人出乎意料得多 这一点千都流是凭过去的经验之道的 高宫成坐在千都流的斜对面 偶尔把菜送进口中 用中杯喝啤酒 平常话就不多的高宫成 今天只被当作听众 千都流感觉到 他的视线不时地投射在自己的身上 他朝高宫成看去 高宫成便移开了目光 千都流有这种感觉 不会吧 是我想太多了 他在告诫自己 不知不觉之间 话题转到了朱美的婚事 有点罪意的主任 开起了老掉牙的玩笑 说什么很多男同事都想追朱美 在如此动荡的一年结婚 我来真理人担心 要是生了男孩 我一定要取名为虎男 让他沾沾板身老虎队的锅 朱美大概也醉了 她说这些话来取悦大家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愿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五十八集 说到这里 听说高宫先生也要结婚了 对不对 千都留问着 特别留意不让声音听起来不自然 啊 是啊 高宫成似乎有些不知该如何回答 嗯 就是后天了 后天 坐在千都留对面一个姓成田的男子 拍着高宫成的肩膀 哎 后天啊 这家伙多姿多彩的 单身生活 就要结束了 恭喜恭喜 谢谢 这家伙 不管哪一方面 都得天独厚 完全不需要恭喜他 成田说起话来 舌头都有点不太灵光了 哪有啊 高宫成虽然露出了困扰的表情 可依然保持着笑容 呦 呦呦 你命实在太好了 哎 哎 三泽小姐 你听听 这家伙明明比我小两岁 哎 却有了自己的房子 这种事有天理吗 那不是我的 哎 怎么不是 那间公寓不必付房租吧 那不叫你的房子叫什么呀 成田说的唾沫横飞 就是不放过高宫成 那是我妈的房子 我只是借住 跟时刻没两样 听到没有 他妈妈有房子 你不觉得他命很好吗 成田一边征求千都流的同意 一边往自己的酒杯倒酒 一口气喝干之后 又继续说 哎 而且啊 平常人家说的公寓啊 都是两句或三句的 哎 他可不是 他家有一整栋公寓 他分到其中一套 这种事有天理吗 前辈 放过我吧 哎 不行 天理不容啊 还没完呢 哎 这家伙 要娶得老啊 还是个大美人 成田前辈 高宫成露出了 全无招架之力的表情 为了让成田闭嘴 他往成田的酒杯中倒酒 那么漂亮啊 千都流问成田 这正是他感兴趣的地方 漂亮 漂亮 漂亮的 可以缺倒女明星了 而且啊 连茶道 花道什么的都会 对不对 还好 厉害吧 哎 英文还漏得寒来 哎 可恶啊 为什么你这家伙 就这么走运呢 坐在边上的科长说道 好了成田 你就等着看吧 人不会一直走运 不久啊 好运也会找上你的 啊 会吗 什么时候啊 我看 大概下世纪中吧 哼 五十年以后了是 到时候 我是不是还活着 还不知道呢 成田的话 把大家都逗笑了 千都流也笑了 他偷眼看了看高宫成 一瞬间 两个人的目光相撞 千都流觉得 高宫成好像想说些什么 但他又想 这一定也是错觉 欢送会在九点结束 离开乡土居酒屋的时候 千都流叫住了高宫成 他从包里取出了一个小包裹 这是千都流昨天下班后买的 这是结婚礼物 今天本来想在公司里拿给你的 但没有机会 这 你不用破费 高宫成打开包装 里边是一条蓝色手帕 谢谢你 我会好好珍惜 这半年来 多谢你了 千都流双手在身前并拢 低头行礼 我什么都没做啊 倒是你 以后有什么打算 想暂时回老家休息一阵 后天回闸晃 哦 高宫成点了点头 收起了手帕 高宫先生 是在赤板的酒店举行婚礼吧 那时 我大概已经在北海盗了 你一早出发 明晚 我准备去住品川的酒店 想早一点出发 哪在酒店 公园梅井酒店 高宫成文言似乎还想说什么 但这时 入口传来了叫声 你们在干什么 大家都已经下去了 高宫成稍稍举了举手 迈开了脚步 千都流跟在他的身后 心中暗响 以后再也没有机会 看到他的背影了 参加三泽千都流等人的欢送会之后 高宫成回到了成成的老家 家里目前住着母亲赖子与外公外婆 已经去世的父亲 是高宫家的倒插门女婿 他的母亲赖子 才是代代都是资本家的高宫家族的嫡系传人 只剩两天了 明天可够忙的 得上美容院还得去取定做的首饰 得起个大早才行 赖子在古色古香的餐桌上摊开报纸 削着苹果皮说道 高宫成坐在他的面前假装看杂志 其实是在注意时间 他准备十一点打电话 要结婚的是阿诚 你打扮得再美又有什么用啊 坐在沙发上的外公高宫任一郎说道 他的面前摆着国际橡皮盘 左手握着烟斗 年过八旬的他走起路来 背脊仍然挺得笔直 声音也很洪亮 可是参加孩子婚礼的机会 这辈子就这么一次 稍微打扮一下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最后那句 是朝坐在任一郎对面织毛线的文子问的 娇小的外婆默默地微笑 外公的国际象棋 外婆的毛线 以及母亲朝气蓬勃的话音 自高宫城的海提时代 这些便构成了这个家独特的世界 即使他后天就要结婚 今晚这一切仍旧没有改变 他深爱这个家不变的一切 不过没想到阿诚要娶媳妇了 那就表示我真的是个糟老头子了 我是觉得要结婚他们两个都太小了 不过都交往四年了 再拖下去也不是办法 说着赖子看了看高宫城 雪碎那孩子非常好 这样我也放心了 那孩子好 年纪虽轻 却很懂事啊 我也是 从阿诚第一次带他到家里 我就很喜欢他 教的好的女孩家 果然不一样 赖子把切好的苹果装盘 高宫城想起第一次带雪碎 见赖子他们的情景 赖子首先便对雪碎的容貌十分欣赏 接着对他与养母两人 相依为命的境遇感到同情 后来得知养母不但教导雪碎大小家事 甚至指导雪碎茶道和花道 更是佩服不已 吃了两片苹果 高宫城站起身来 我上楼了 明晚要跟雪碎他们吃饭 可别忘了 吃饭 雪碎和他妈妈明晚不是住酒店吗 我打了电话过去 问他们要不要一起吃晚饭 干嘛自作主张啊 哎呦 不行吗 反正你明晚本来就是要跟雪碎碰面吗 几点开始 我预约了七点 那家酒店的法国菜可是出了名的 高宫城 一语不发地离开了客厅 爬上楼梯 走向自己的房间 除了最近刚买的衣服 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留在这里 高宫城坐在学生时代便爱用的书桌前 拿起桌上电话的听筒 这是他的专线电话 现在依然保持通话状态 看着贴在墙上的号码 他按下按键式电话的数字键 响了两声 电话接通 喂 听筒里传来冷淡的声音 对方可能正听着古典音乐 以消除工作的疲惫 小种 是我 哦 怎么 现在方便吗 方便 小种一个人住在四谷 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 多半会吓到你 你要沉住气 听我说 这几句话 似乎让小种猜到了接下来的谈话内容 他并没有立刻回应 高宫成也保持沉默 耳边只听到电话的噪声 这时 高宫成想起大约三个月之前 通话的质量变差了 不容易听清对方的声音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愿著 光合积木之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五十九集 上次那件事的后续 对 就是那件事 喂 听筒里传来轻笑声 但是恐怕并非真相 后天就是你的婚礼了吧 上次是你说 即使是前一天 你也会取笑 我是说过 小肿的呼吸有点乱 你是认真的 对 明天 我想向他表明心意 就是那位派遣人员 行三则的 嗯 表明之后呢 向他求婚 我没有想那么多 只是想把心情告诉他 也想知道他的心意 就这样 如果他说对你没意思呢 那 就一切到此为止 然后你准备第二天 创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跟唐泽举行婚礼 我知道这样很卑鄙 不会 我想 这一点心机确实不能少 最重要的是 选择你不会后悔的路 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稍微轻松一点了 问题是 如果那女孩也喜欢你 你怎么办 到时候 跑开一线 我是这么打算的 高宫 这可不是一桩小事 你明白吗 这会给多少人带来麻烦 会伤多少人的心 别的不说 唐泽会有什么感受 我会补偿他 尽我所能 双方再度陷入沉默 只有噪声 在电话线之间来往 好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一定是痛下决心了 我不会再说什么 抱歉 让你担心了 你不用对我觉得 过意不去 反倒是你 看来后天 可能会有一场大骚动 连我都忍不住 浑身起鸡皮疙瘩了 我也是 没法不紧张 也难怪 对了 我以前是想拜托你 明晚 有空吗 决定命运的那一天 从早上 便阴沉沉的 好像随时都会下雨 高宫成比较晚 才吃早餐 然后在自己的房间里 呆望着天空 昨晚没睡好 他头疼得很厉害 他思索着如何联系上 三则千都流 他知道千都流 今晚将下榻品川的酒店 所以迫不得已时 可以直接到酒店去找他 但他又希望 尽可能在白天 见到千都流 向他表白 但是高宫成找不出方法 他们没有私下往来 他既不知道千都流的电话 也不知道他的住址 千都流是派遣人员 公司的通讯部上 自然不会有他的名字 科长或者是主任也许知道 但是该怎么开口询问呢 更何况 科长或者是主任 不见得会把工作通讯部 放在家里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到公司去直接查 今天虽然是星期六 公司加班的同事应该不少 即使他到办公室找东西 也不必担心有人起 高宫成暗道 事不宜迟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 玄关的门铃忽然响了 他立即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大约一分钟之后 他证实了自己的直觉 果然准确 房间外传来有人上楼的声音 像穿着拖鞋走路的 独特脚步声 应该是赖子 阿成啊 雪碎来了 他来了 我马上下去 雪碎正在客厅和赖子 外公外婆喝红茶 他今天穿着深棕色的连衣裙 雪碎带了蛋糕 来一块 赖子询问的声音 看得出来心情很好 不了 你怎么会来 高宫成看着雪碎问道 我露买了好几样旅行用品 想请你陪我去买 雪碎像唱歌一般地说 一双杏眼发出宝石般闪耀的光辉 他已经露出新娘的表情了 这么一想 让高宫成觉得心中很痛 哦 那该怎么办呢 我有点事要去公司一趟 什么 都这时候了 赖子双眉紧锁 结婚前还叫人去上班 你们公司有毛病啊 不是 也算不上是工作 只是想看一下资料 那么 买东西的时候顺道去吧 不过 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进公司 你不是说过 假日的时候不必穿制服 非公司的职员也可以自由进出 哦 是可以 高宫成内心彷徨不安 他没有料到雪碎会这么坚硬 嗯 工作狂真讨人厌 家庭和工作哪一个重要啊 赖子撇了撇嘴 好 反正也不急 我今天就不去公司了 真的 我无所谓啊 嗯 不去了 没关系 高宫成对着未婚妻笑了笑 心里盘算着 晚上直接到酒店 向三泽前都留表白 我去换衣服 他要雪碎等候 然后回到房间 立刻打电话给小种 我是高宫 那件事没问题吧 嗯 我久点准时到 你呢 跟他联系上了吗 还没 我还是找不到他的联系方式 更麻烦的是 我现在要白雪碎去买东西 光听着我都听你觉得累 抱歉 要你替我做这种事 没办法呀 那就九点 嗯 麻烦了 挂断电话 换好衣服 高宫成打开门 猛地见雪碎就站在走廊上 他不禁吓了一跳 雪碎的双手放在背后 靠墙凝视着他 嘴角露出浅浅的笑容 看起来和平常的微笑 似乎有所不同 你好慢 我过来看看 抱歉 我在选衣服 正当他准备下楼 雪碎突然从背后问道 那件事 是什么事 高宫成差一点一脚踩空 你听我说话 是声音自己传出来的 哦 是工作上的事 他走下楼梯 生怕雪碎继续追问 好在雪碎没有再开口 他们在银座购物 继三越松屋等著名的百货公司之后 又走进了名牌专卖店 说是要买旅行用品 但是高宫成看出来 雪碎并没有多少 想买东西的意思 当他把自己的感觉 告诉雪碎的时候 雪碎耸了耸肩膀 吐了吐舌头 其实 我只是想好好约个会 因为 今天是我们单身的最后一天呀 可以吗 高宫成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他总不能说不行吧 望着雪碎逛街的开心模样 他回想起 他们在一起的四年时光 重新审视自己 对雪碎的感情 是 因为喜欢他 才会交往到现在 但是决心结婚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是对他身后的爱情吗 很遗憾 或许并非如此 他是在两年前 开始认真考虑结婚的事的 因为那个时候 发生了一件意外 一天早晨 雪碎约他在东京一家小商务酒店见面 后来他才知道雪碎为什么在那里投诉 雪碎以前所未见的严肃表情等候着他 我想让你看看这个 雪碎说着 往桌子上一纸 那里竖着一根透明的管子 长度大约只有香烟的一半 里边装了少量的液体 不要碰 从上面看 高宫成照他所言往下看 看到管的底部 有两个小小的童心源 他把看到的情况说了出来 雪碎便默默地递给了他一张纸 那是验运器的说明书 上面说明若出现童心源 便代表检验结果为阳性 说明书说要检查早上起床后的第一道尿眼 我想让你看看结果 才来这里住的 得知雪碎本人也确信自己怀孕了 高宫成的脸色 想必极为难看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宫成的脸色想必极为难看 可雪碎却开朗地说道 放心吧 我不会生下来的 医院我也自己去 真的 嗯 因为现在还不能生孩子吧 坦白地说 听到雪碎的话 高宫成忐忑不安的心才放了下来 自己即将成为父亲 这种事他连想都没想过 自然也没有心理准备 正如雪碎所说 他单独上医院 悄悄接受了堕胎手术 那段时期 大约有一个星期没有见到雪碎 后来雪碎的举止和之前一样开朗 他绝口不提孩子的事 即使高宫成想开口询问 他也立刻察觉 总是抢先摇头说 什么都别再说了 我没事 真的 因为这件事 高宫成才开始认真考虑 喝雪碎的婚事 他认为这是男人的责任 然而高宫成现在却认为 当时自己是不是忘了更重要的事 在餐厅 喝着餐后的咖啡 高宫成看看手表 已经九点多了 高宫家与唐泽家七点开始的聚餐 从头到尾 几乎全是高宫成的母亲 赖子在说话 雪碎的养母唐泽离子 始终面带宽容的笑容 扮演着听众的角色 离子是一位高雅的女士 她的高雅来自于理性 一想到明天也许会辜负这位高雅的女士 高宫成不由得内疚 离开餐厅时大约是九点十五分 正如高宫成所预料 母亲赖子觉得时间还早 提议大家去酒吧坐一坐 酒吧人一定很多 去一楼大厅吧 那里一样可以喝酒 唐泽离子首先赞成高宫成的意见 他似乎不善饮酒 一星人搭乘电梯来到一楼 高宫成看看表 已经过了九点二十分 四个人进入大厅时 背后传来了叫声 高宫 高宫成回头一看 只见小种正向他走来 哦 高宫成故作惊讶 你怎么这么慢 我还以为计划终止了 晚餐拖太久了 不过你来得正好 假装交谈几句之后 高宫成回到了雪碎等人的身边 永明大学毕业的校友 就在这附近聚会 我去露个脸 何必在这个时候去呢 赖子显然很不高兴 有什么关系呢 和朋友之间的来往也很重要 不好意思 高宫成向赖子低头道歉 雪碎看着他的眼睛说道 要尽可能早点回来啊 嗯 一离开大厅 高宫成便和小种冲出酒店 值得庆幸的是 小种开来了爱车宝石节 喂 要是超速被抓 罚款可要你付啊 说完 小种立刻发动 公园美景酒店 距品川车站五分钟的路程 接近十点时 高宫成在酒店大门前下车 他直奔前台 说要找在此住宿的名叫三泽千都流的女子 头发剪得干净利落的酒店职员礼貌地回答 三泽小姐的确预约了 但尚未入住 预定抵达时间是晚上九点 高宫成向他道谢 离开了前台 环视大厅一周 在附近的沙发上坐下 那里可以清楚地看见前台 不久他就会出现 光是如此想象 高宫成的心脏便加速跳动 千都流于九点五十分 抵达品川车站 整理房间准备回家 比预期花费的时间要长 他随着人群走过车站前的十字路口 朝酒店走去 公园美景酒店的行人专用入口 虽然在马路上 但要到正门 必须走过酒店的庭院 千都流提着沉重的行李 在蜿蜒的小路上前进 灯光照亮了五彩缤纷的花朵 他却无心欣赏 总算接近酒店的正门了 一辆辆出租车陆续驶进玄关 让乘客下车 千都流想来这种酒店 毕竟还是坐车才有拍头 酒店的门房似乎也对徒步前来的客人视而不见 正当千都流准备穿过正门时 小姐 打扰了 突然背后有人叫他 千都流回头一看 是一个穿黑色西装的年轻男子 很抱歉 请问您现在是要去办理入住手续吗 嗯 是啊 千都流颇有戒心地回答 是这样的 我是警察 这个男子说着 从西装内侧翻出黑色的证件 让千都流看了一眼 有件事情 务必请您帮忙 我 千都流非常惊讶 他自认为从未涉入到任何案件之中 麻烦一架到这边 男子说着往庭院走去 千都流无奈地跟了过去 今晚您是单独住宿吗 是的 嗯 您一定得住这家 后面也有酒店 不能住那边吗 倒也无所谓 但是我预约了 所以 我们才想请您帮忙 怎么帮 其实 有个嫌犯住在这家酒店 我们希望就近监视 可是很不巧 今晚有团体订房 酒店等不住房间 男子想说的 千都流已经明白了 所以想要我的 是 要已经入住的客房 换房间太困难 而且 如果有异常举动 恐怕会被嫌疑人发现 所以 我才会在外面等候已经预约 但还没有入住的房客 哦 这样 千都流看着对方 仔细一看 他给人的感觉相当年轻 可能是新警察 但他整齐的西装和极有诚意的态度 博得了千都流的好感 如果您能体谅 我们会负责您今晚的住宿费用 并送您到酒店前 男子还有一丝关系口印 后面是皇后大酒店吧 千都流向他确认 那家酒店比公园美景可高档得多 我们保留了皇后大酒店四万元的房间 男子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 提到了房间的等级 那是绝对不会自讨要包去住的房间 这让千都流打定了主意 既然这样 我无所谓 男子伸手接过千都流的行李 谢谢您 现在我送您过去 时间已经超过了十点半 三则千都流 仍然没有现身 高宫城摊开别人留下的报纸 目光却从来没有从前台离开 这时他并不急于表白 一心只想快点看到他 心脏的跳动依然急促 一个女人走进前台 高宫城顿时惊身一震 但发现长相完全不同 于是失望地又垂下了视线 我没有预约 请问还有房间吗 你一位吗 是的 单人房可以吗 可以 好 我们有一万两千元 一万五千元 和一万八千元三种房间 请问你有哪一种 一万二的就可以 原来没有预约 空房也很多呀 今晚这里似乎没有团体客人 高宫城一度将视线投向了入口 接着又呆望着报纸 他看着文字 内容却完全没有进入脑海 即便如此 仍有一则报道引起了他的兴趣 内容与窃听有关 自去年起 某党派遭警方窃听事件频传 为此各界对维护公共安全的做法议论纷纷 但是高宫城关心的并不是这一类政治议题 他在意的是发现窃听的过程 电话噪声增多和音量变小 是促使电话所有人委托日本电信电话调查的原因 我家应该没问题吧 他的电话也出现了报道中描述的情形 只不过他实在想不出 窃听他的电话 有什么用处呢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六十一集 正当高宫城折好报纸的时候 前台职员来到了他的身边 您在等候三泽小姐吗 是 高宫城不由得站起身来 是这样 刚才我们接到电话 说要取消三泽小姐的预约 取消 一瞬间高宫城全身发热 他现在在哪里 这点我们没有问 而且打了电话的是一位男士 男的 是的 高宫城亮亮呛呛地迈开脚步 不知如何是好 但至少他可以确定 继续在这里等下去 毫无意义 他从大门离开 门前停着一辆出租车 他搭上最前面的一辆 交代司机到城城 一阵笑意不觉涌现 他对自己的滑稽感到可笑 他想自己与三泽千都流之间 终究没有命运之声相连 平常极少有人会取消准备投诉的饭店 现在这种偶发事件 竟然发生了 他不得不相信 冥冥中有一股不知名的力量在作祟 回顾过去 他曾有无数告白的机会 或许他一开始就错了 不该平白地错过良机 蹉跎至尽 他从口袋里取出手帕 擦去额头上不知何时冒出的汗水 这才发现那条手帕是千都流送给他的 他又想起了明天婚宴的程序 不禁闭上了眼睛 童园的个人电脑店铺 是改装成办公室的一间公寓 仓库则是隔壁的公寓 在六点钟打烊之际 进来了两位客人 一个是五十岁左右的矮小男子 一个是高中生模样的 瘦削的少年 原村友燕从情态推测他们是父子 友燕认得那个少年 少年曾经来过好几次 但别说买东西了 连话都没说过 只是看了看陈列的高级电脑就走了 这样的少年还有好几个 但友燕并不会对他们说什么 否则他们恐怕会以为 这家店拒绝观看不买的客人 再也不踏进店里了 爱怎么看就怎么看 等他们哪天有了额外的收入 或是乘机进步 要求父母买电脑作为奖励的时候 再上门来光顾就是了 这是老板同源亮丝的想法 戴着金边眼镜的父亲 在狭窄的店内逛了一圈 视线首先停在了招牌商品上 那是少年每次都会看的个人电脑 父子俩看着商品低声交谈 不久父亲说了一句 这什么呀 父亲说着身子向后一仰 像是看到标价了 他以斥责地语气对儿子说 这未免也贵得太离谱了 不是 还有很多别的 有页面向电脑屏幕 假装心思没有在客人身上 继续偷眼观察 做父亲的只是以 眺望外国风景般的眼神 呆呆地望着陈列的主机和配件 多半没有电脑的相关知识 他混杂着些许银丝的头发 梳理得整整齐齐 高领毛衣外照一件 开金毛线外套的休闲打扮 仍然消除不了白领的味道 有页猜他应该是 企业里的经理级的人物 十二月份还穿得这么单薄 想必是开车来的 正在整理陈列架上的 零件的中岛红绘 瞄了有页一眼 眼神里带着 去招呼一下比较好的意味 有页微微点头 表示知道 看好时机 有页站起身 向那对父子露出了亲切的笑容 请问您在找什么商品吗 做父亲的露出了有如得救 却又略带惬意的表情 儿子或许是害怕和店家交涉 板着脸望向了架上的软件 是我儿子 说要买什么个人电脑 可又不知道该买什么样呢 您准备用在哪个方面 哪方面啊 蚊子处理啊 链接啊 什么的 游戏之类的 男孩微微点头 依然板着脸 可能是因为想买东西 却不得不带父亲一起来 用不高兴 掩饰难为情 您的预算是多少 这个嘛 十万左右 都跟你说了 十万买不到的啊 请稍等 有焰回到座位 敲了敲键盘 屏幕上立刻出现了库存清单 88正好符合您的需求 什么 NEC的88系列 今年十月刚上市 有个机种不含税 大约十万元 不过我想应该可以 再算得便宜点 东西不错 CPU是14M的 标准GIM是64K 加上磁盘驱动器 三零十二万就好 有焰在后面的架子上 找出了产品介绍 递给这对父子 男子接过来 稍微翻了翻 就递给了儿子 有焰又问 犹豫不决的少年 需要打印机吗 如果有的话当然好 有焰再次查看库存 日文热转印打印机是 六万九千八百元 这样加起来就十九万了呀 远远超出预算 男子说话的时候 脸色很难看 很抱歉 此外 你还必须购买软件 软件 就是让电脑 进行各项工作的程序 如果没有软件 电脑只是一个箱子 不过若是你能够 自己写程序 就另当别论 什么 那些东西没有含在里面 因为按照不同的用途 需要不同的程序 哦 加上文字处理 和一些常用软件 有焰按了按计算器 对男子显示出了 十六万九千八百 这个数字 这个价钱如何 别的店绝对不值这个数 左父亲的嘴角歪了 显然是为被迫 掏更多的钱而郁闷 然而少年想的 却是另外一回事 酒吧还是很贵吗 酒吧系列没有三十万 还是没有办法 如果在备齐相关配置 恐怕会超过四十万 想都别想 小孩子的玩具那么贵 男子大摇齐头 哎呀 那个什么巴巴的 就已经太贵了 看您了 如果坚持预算 也有相对应的商品 只是性能差很多 机种也就 那个男子注视儿子的目光 表露出了作为父亲的 犹豫不决 但最终敌不过 儿子恳求的眼神 最终男子对有燕说道 唉 那还是给我那个巴巴好了 谢谢 你要自己带回去吗 嗯 我开车来的 自己应该搬得动吧 好 我马上拿过来 请您稍等 有燕把付款的手续 交给中岛红会处理 离开了店铺 虽说是店 其实只是改装成 办公室的一间公寓 如果不是门上贴着 个人电脑商店 Mugin的招牌 恐怕看不出 这是什么地方 他们的仓库 则是隔壁的公寓 作为仓库使用的 这一户里 摆着办公桌 和简单的客用桌椅 有燕一进去 里边相对而坐的 两个男人 几乎同时看向了他 一个是童元亮思 另一个男人 姓金城 爸爸卖掉了 有燕边说 便把小票拿给了童元 加显示几个打印机 十六万九千八 爸爸总算全部消出去了 谢天谢地 这样麻烦终于清掉了 童元的脸颊上 浮现出了笑容 接下来可是酒吧的时代 一点不错 公寓里 装着个人电脑 和相关机器的纸箱 几乎快堆到天花板了 有燕看着纸箱上 印刷的型号 在箱子间走动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六十二集 你做这生意还真踏实啊 许久才来一个 肯花十万出头的客人 有燕不用看 也能想象得到 金城一定是 歪着皮包骨头的脸颊 故意瞪大 他那双凹陷的眼睛 每次看到这个人 有燕都不由得 联想到窟窿 金城经常穿着 灰色的西装 看起来就像挂在 大小不合适的 衣架上似的 肩部也会凸显出来 脚踏实地最好 报酬低 风险也低 一阵沉闷的笑声 应该是金城发出来的 去年的事你忘了吗 很好赚吧 所以你才能开这家店 不想再赌一瓦 我早就说过了 要是直到那次那么惊险 我才不会蒙着眼 跟你们走那一遭呢 要是走错一步 一切都完了 别说得那么夸张 你当我们是白痴啊 该注意的地方 我们都注意到了 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 再说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这边的底 早该明白那次 一点风险都没有 总之 这件事情我没办法 请你去找别人吧 他们说的是哪件事 有焰边找纸箱一边想 他心里出现了几个假设 对于金城来访的目的 有焰自认心中有谱 不久他找到了 总共是主机 显示器和打印机三箱 他把箱子一一搬到屋外 每次都经过 童元和金城的身边 但他们两个 只是默默地盯着对方 他无法再听到更多的消息 在离开房间前 有焰问道 童元 可以打样了吗 嗯 童元的声音听起来 有焰心不在焰 行 有焰答应了一声 离开了公寓 在他们对话期间 金城完全没有朝有焰看上一眼 把货品交给那对父子之后 有焰关了店门和中岛洪慧一起去吃饭 那人来了吧 红慧皱着眉头问道 像骷髅的那个 听到红慧的话 有焰笑出声来 没想到红慧对那个人的印象 竟然与自己相同 他觉得很好笑 一说出来 红慧也笑了 但是笑了一阵 红慧的脸色沉了下来 哎 童元跟那个人讲些什么呀 他究竟是干嘛的 你知不知道 嗯 这件事 慢慢再告诉你 说着有焰穿上外套 这并不是三言两语讲得完的 离开店之后 有焰和红慧 在夜色里的人行道上并肩漫步 才十二月初 街上便四处装饰着圣诞饰品 有焰心中暗想 平安夜在哪里过呢 去年他预约了 大酒店里的法国餐厅 但是今年 还没有想到什么点子 不管怎么样 今年也和红慧一起过吧 这将是他和红慧 一起度过的第三个平安夜 红慧是有焰大二打工时认识的 工作的地点 是标榜价格低廉的大型电器行 有焰在那里负责销售个人电脑和文字处理机 当时对这个领域有所认识的人 比现在少 所以有焰很受器重 他本应在店面负责销售 却不时被派去提供技术支持 有焰之所以会去那里打工 是因为同源开的无线企划陷入歇业的困境 由于电脑游戏热新起 程序销售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成立 导致质量粗糙的游戏软件过度泛滥 使得消费者对产品失去了信心 大多数公司因而倒闭了 无限企划可以说 就是被这一波浪潮吞没的 但是有焰现在反而对那次歇业心存感激 因为那造就了他与中岛洪汇相识的机缘 洪汇与有焰在同一个楼层 负责电话与传真机的销售 他们经常碰面 不久便开始交谈 第一次约会是有焰开始打工后一个月左右 他们并没有花太多时间 便把对方当作自己的男女朋友了 中岛洪汇并不漂亮 他单眼皮儿 鼻子也不挺 圆圆的脸 小个头 而且瘦得不像是一个少女 倒像是个少年 但是他身上散发出一种 令人心安的柔和气氛 有焰只要和他在一起 就会忘却内心的烦恼 而和他见过面后 也会认为绝大多数烦恼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有焰曾一度害苦了 大约两年前 他让红会怀了孕 红会不得不去堕胎 即便如此 红会也只是在动完手术的当晚哭泣过 那天晚上 红会说无论如何 都不想一个人过 希望有焰和他一起到旅馆过夜 红会在外面租房独居 白天工作 晚上上庄科学校 有焰自然答应 躺在床上 有焰轻轻地抱住了 刚动过手术的红会 红会颤抖着流下眼泪 不过从此之后 红会再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哭泣了 有焰的钱包里 有一个透明的小管子 大小相当于半根香烟 从一头望进去 可以看到底部 有双重的红色铜心圆 那是红会确认怀孕时用的验孕器 双重铜心圆代表阳性反应 只不过有焰戴在身上的小管子底部的铜心圆 是他用红色油性笔画上去的 实际使用的时候 是红会的尿液 在管子底部产生红色的沉淀物 形成代表阳性的判断记号 有焰之所以随身携带小管子 唯一的目的就是提醒自己 他不想再让红会受那种罪 因此钱包里总有保险套 有焰曾经将这护身符借给过童元 那是他将其作为警示 拿给童元看了之后 童元便问他能不能借用一下 有焰问童元要做什么 童元说想拿去给一个人看 没有多说什么 在归还时 童元带着别有寒意的冷笑 说了一句 那人真好应付 一听到怀孕就举双手投降 那童元拿这个护身符去做什么呢 有焰至今仍不知情 有焰和红会来到一家玄关装了格子拉门的小居酒屋 里面坐满了上班族 只有最外面的一张桌子是空的 有焰和红会相对而坐 把外套放在临座 头顶上的电视正播放着综艺节目 记者围裙的中年富人来打招呼 他们点了两杯啤酒和几样菜 这家店除了生鱼片之外 日式蛋卷和卤菜尤其可口 有焰将店里送的凉拌乌贼明太子当下酒菜 喝着啤酒开始说话 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姓京城的人 是去年春天 童元叫我出去 介绍给我认识 那时候 京城的面相还没有那么差 比骷髅多一点哦 可以这么说 不过他一定是刻意转好人 那时京城想找人做游戏程序 便跑来委托童元 什么游戏啊 打高尔夫 哦 他委托你们帮忙开发 简单说是这样 但其实复杂得多 有焰一口气喝干了剩下的半杯啤酒 那是从一开始 就很可疑 金城让有焰看的 是游戏企划书和未完成的程序 他的委托内容 便是希望在两个月内完成这个程序 都已经写到这里了 剩下的为什么要找别人做 有焰当即提出了最大的疑问 负责起程序的人突然心脏病发死了 这家程序公司其他的工程师都没什么本事 再这样下去怕赶不上交货时间 才到处找可以接手的人 那时金城客气的程度是现在无法想象的 怎么样 虽然还未完成 不过系统大致已经架好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像蛀虫蛀掉的空洞填起来 两个月应该还可以 问题是做完后的测试 我想程序一个月就行 可如果要做的完全没问题 剩下一个月够不够就很难说了 拜托你们 我没有其他人可以找了 金城鞠躬哈腰 这个人唯有在这种时候 才会摆出低姿态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东野龟吴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六十三集 友燕他们接下了这份工作 最大的理由是条件很好 如果一切顺利 也许能够让无限企划复活 游戏的内容充分表现出 高尔夫球的真实性 玩家视情况 分别使用不同的球杆或打法 上了果岭 还得判断草纹 为了弄清楚这些特性 友燕和同源必须研究高尔夫球 因为他们两个完全是门外汉 做好的程序 据说是要卖到电动游乐场或咖啡馆 金城说如果运气好 也许会成为太空侵略者第二 友燕不清楚这个金城是什么来路 童源也没有仔细介绍 但在几次对话中 友燕听出这个金城 似乎与贾本宏有关 贾本宏 是曾与友燕他们一起工作的 西口奈美江的情人 奈美江在鸣谷屋被杀的命案 还未告破 贾本宏因为领受奈美江盗领的款项 而遭到警方怀疑 但警方并没有掌握关键的证据 所以盗领案目前仍在诉讼中 由于关键人物奈美江已死 警方的调查也无法顺利进行 友燕相信 奈美江是贾本杀的 但问题是奈美江人在鸣谷屋的事情 贾本是如何得知的呢 友燕当然能猜出答案 但她死也不敢说出口 友燕不提西口奈美江的事 只向红慧说明 自己是在何种情况下 投入高尔夫球游戏程序 在这个期间 石锦生鱼片和日式弹卷已经上桌了 你们就把那个高尔夫程序做好了 红慧边问 边用筷子把弹卷分成两半 我们照进度在两个月之后做好 又过了一个月就开始出货到全国各地 卖得很好吧 是 你怎么知道 那个游戏我也知道啊 还玩过几次 切球和推杆挺难的 听红慧说出高尔夫球的术语 友燕感到有些意外 她以为红慧对高尔夫球一无所知 我很想感谢捧场 不过我不知道 你玩的是不是我们做的那个 为什么 那个高尔夫程序 全国大概卖了一万套 但其中只有一半是我们做的 其他都是别的公司卖的 就跟太空侵略者一样 很多公司都反猫 有点不同 太空侵略者是先由一家公司推出 后来因为大受欢迎 其他公司才开始抄袭 可是这个高尔夫球程序 几乎在赵魏娱乐这家 大型游戏公司推出的同时 盗版就出来了 红慧准备把烤茄子 送进嘴里的手 半路停了下来 她双眼圆睁 怎么回事 同一时期发售同一款程序 应该不是巧合吧 不可能是碰巧 真相恐怕是 有人事先拿到其中一边的程序 再拿来抄袭 我先问一下 你们做的是原吧还是倒白 红慧抬眼看着有焰 还用说吗 嗯 也是 我不知道金城他们走了什么门路 不过他们一定是在开发阶段 就拿到了高尔夫球的游戏程序和设计图 因为不全才来找我们补齐 这样竟然没有出事 说了 赵卫公司发疯般的调查盗版源头 但没找到 看来他们用的通路好像很复杂 这里说的通路 其实就和黑道有关 但有焰并不想让红慧知道这么多 红慧不安地问 你们不担心受到牵连吗 不知道 到目前为止没事 不过 万一警察来问 也只有推说不知道 装傻到底 而且我们本来就不知道 哦 原来有焰你们 做过这么危险的事啊 红慧凝视着有焰 眼神里夹杂着惊讶与好奇 但没有轻视 我已经受够了 虽然没有告诉红慧 但有焰认为 童元恐怕从一开始 就已经看穿整件事情的底细了 童元那么精明 不可能把金城这种老狐狸的话 全盘接受 证据就是 当他们知道受托做的是盗版游戏时 童元并不怎么惊讶 过去童元的所作所为 有焰都亲眼看到了 一想起那些 有焰认为 或许写一个盗版电脑软件 对童元来说不算什么 以前童元热衷伪造银行卡 并且亲自用维卡盗取过别人的钱 有焰也帮过他的忙 虽然不知道童元靠那些赚了多少 但可以肯定绝对不止一两百万 不久之前 童元又热衷窃听 有焰并不知道童元是受谁之托窃窃听谁的电话 但他曾经几度找有焰讨论有效的方法 只不过童元现在似乎把心力集中在了 让个人电脑店顺利经营下去 但愿他不会受到金城那些人的怂恿 事实上童元并不是一个 因为别人的话而能改变想法的人 这一点有焰比谁都清楚 送洪惠到车站之后 有焰决定回店里 他估计童元还在那里 童元在另一栋公寓大楼租房居住 来到公寓旁往上一看 店里的灯还亮着 个人电脑商店没有进位于二楼 有焰爬上楼梯 拿出钥匙打开门 从门口往里看 童元正坐在电脑前喝着罐装啤酒 看到有焰 童元问道 怎么又回来了 总觉得有点放心不下 有焰说着打开了靠墙放的折叠椅坐下 金城又跑来做什么 老样子 高尔夫占了一票的事 他一直念念不忘 童元又拉开了一罐啤酒的拉环 喝了一大口 他的脚边有一个小冰箱 里边随时有一打左右的罐装洗礼 这次说了什么 异想天开 要是真的好着 就算有些风险我也肯承担 但这次不行 实在没法做 有焰从童元的表情而不是话语中 明白了这件事情的危险性 童元的眼睛射出他在认真思考时 才会发出的金光 他虽然不想参与金城提议的事 但一定很有兴趣 那个骷髅男到底来谈什么 有焰越来越好奇 他要干嘛 童元看着有焰 冷冷一笑 你还是不知道为好 该不会 有焰甜甜嘴唇 能让童元这么紧张的猎物 有焰只想到了一个 该不会是怪物 童元把啤酒举得高高的 似乎在说答对了 有焰不知该说些什么 只是一味地摇头 怪物是他们给某个游戏软件 取的绰号 不是基于内容 而是针对他一枝独秀的销售业绩 他的真名是超级马里奥兄弟 是任天堂为家用电脑 推出的游戏软件 今年九月一上市 便大受欢迎 各地频频缺货 销售量直逼两百万件 内容是主角马里奥 一路躲避敌人攻击拯救公主 除了破除重重关卡 还设计了绕路和捷径 并加入寻宝的要素 惊人的是 不仅游戏本身畅销 连破解游戏关卡的图书杂志 也一路畅销 在圣诞节前夕 热卖状况更是有增无减 尤燕和童元一致认为 马里奥热明年仍会继续发烧 他们能拿马里奥怎样 难道要做盗版 偏偏就是那个难道啊 童元一副觉得可笑的样子 金城那家伙问我要不要做盗版超级马里奥 还吹牛说什么技术上应该不怎么难 技术上的确不困难 成品都上市了 只要拿一个去复制IC芯片弄到主板上就行 只要有个小工厂 马上就可以做 童元点了点头 金城就是要我们做这一对 至于说明书和仿正版包装的印刷 已经找好资贺的印刷工厂了 资贺 他们找的印刷厂还真远 那里的老板多半向金城背后的黑道借了钱 童元说话间 一副司空见惯的样子 多人有声句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句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六十四集 可现在才做 赶不上圣诞节啊 金城他们本来就没想赚圣诞档 他们看中的是小孩的压岁钱 只是现在再开始做 再怎么赶 要做出完整的商品 也得一个半月 那时候的小孩压岁钱还在不在 这很难说了 童元笑着说风凉话 就算做好了 他们打算怎么卖 若要铺到中盘 只能卖给专做现金交易的中盘 那太危险了 那些中盘消息灵通得很 突然拿一大堆到处都缺货的抢手游戏 叫他们进货 他们当然会觉得有问题 追查到任天堂 咱们就完了 那在哪里卖 他们最在行的黑市吧 不过 这次跟太空侵略者和高尔夫球那时候不一样 目标不是电子游乐场 也不是泡咖啡馆的大叔 是一般的小孩 不管怎样 你回去了吧 当然 我可不想跟他们一起自寻死路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有燕从冰箱里拿出一罐洗力 拉开拉环 细白的泡沫 喷了出来 有燕和童元谈论超级马里奥的隔周星期一 在有燕的电脑店里 那个男人来了 童元出去进货了 有燕一个人招呼顾客 中导红会也在 不过中导红会的工作是接听电话 他们在杂志上刊登广告 所以打电话来询问和下单的人不少 童元的这个电脑店是去年底开张的 那时红会还不是员工 有燕和童元两个人忙得晕头转向 红会是今年四月才加入 有燕一开口 红会就答应了 他说原来的工作很无聊 正考虑辞职 他前一份工作就是在有燕工作到去年秋天的那家店 半价买了旧款电脑的客人离去之后 那个男人走了进来 他中等身材似乎不到五十岁 额迹的发现有点退后 头发全往后竖 他穿着白色灯心绒长裤和黑色脊皮运动夹客 一副金边绿色墨镇挂在夹客胸前的口袋 他脸色不好 两眼无神 嘴巴不悦地紧闭 嘴唇两端有点下垂 让有燕联想到烈西 他一进店 先看向了有燕 接着以加倍的时间观察正在通电话的红慧 红慧注意到了这个男人的视线 可能是觉得不舒服 便把椅子转到了一侧 男人随后盯上了架上堆的电脑和相关的配件 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不打算买 对电脑也不感兴趣 没有游戏吗 男人终于开口了 声音很沙哑 你要找什么样的 马里奥 像超级马里奥那类很好玩的 有没有啊 很抱歉 没有您说的那种电脑用的游戏 真可惜 和说的话相反 男人丝毫没有失望的模样 他露出了不明所以 且令人反感的笑容 继续在房间里浏览 这样的话我建议您用文字处理机 虽然电脑也可以进行文字处理 但用起来还是不太方便 NEC 是的 NEC也推出了 高级机种有文豪五威或五恩 档案储存在词盘里 评价的机种一次能显示的行数很少 要储存的时候 比较大的文件有时候必须分成几个档案来存 嗯 是的 如果您的工作是以书写文字为主 我想高级机种更适合 红慧对着听话筒说话的声音 整个店里都能听得到 尤燕听得出来 红慧的声音比平常更快更响 尤燕明白 红慧的用意是想向男子表示 店里很忙 没时间应付你这种莫名其妙的客人 尤燕思寸着这个男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同时提高了警惕 他显然不是一般的客人 从他嘴里听到超级玛利奥 这是尤燕更加不安 这个人和上星期经常提的那件事有关吗 红慧挂上了电话 男子似乎就在等待这一刻 再度把视线投注到尤燕他们身上 仿佛不知道该向谁开口似的 他的目光在他们两个人的脸上转来转去 最后停在了红慧的身上 亮呢 亮 红慧疑惑地看向了尤燕 亮思 童元亮思 男子冷冷地说道 他是这里的老板吧 他不在 出去办事了 男子转向尤燕说道 什么时候回来 不清楚 他说会晚一点 尤燕说了假话 按照预定 童元应该快回来了 但是尤燕下意识地认为 不能让这个人见到童元 至少不能就这样让他们见面 称呼童元为亮的人 他不敢说不行 也认为童元一定能从容处理这一场面 把此人赶走 他恨自己不能像童元那样把事情处理妥当 男子坐在铁椅上 本来准备从夹克口袋里拿出香烟 好像是看到了墙上贴着禁烟的字条 便又放回口袋 他手上戴着白金尾戒 有燕不理他 开始整理船票 却因为在意他的视线而弄错了好几次 洪惠背对着那个男子确认订单 嗯 没想到那小子还挺有本事的 这店不错呀 男子环视着店内 随口说道 亮那小子还好吧 很好 有燕看也不看直接回答 那就好 不过他从小就很少生病 有燕抬起头 从小这个字眼让他感到很好奇 这位客人 您跟童元是什么样的朋友 啊 老相识了 男人露出了令人厌恶的笑容 我从他小时候就认识他了 不但认识他 也认识他爸妈 亲戚 不是 也差不多吧 说完 男子好像很满意自己的回答 他有声地点着头 然后停下动作反问 亮那家伙还是那样阴沉吗 我问他是不是很阴沉啊 他从小就阴森森的 脑袋里在想什么 让人完全摸不透 我在想 他现在是不是好一点了 还好啊 很普通 哦 很普通啊 不知道哪里好笑 这个男人无声地笑了 普通 真是太好 就算这个人真的是童言的亲戚 童言也绝对不想和他有所来往 男子看了看手表 一拍大腿站了起来 看来他一时不会回来了 我下次再来好了 如果需要留言 我可以转告 不用了 我想直接跟他说 那么 我把您的大名转告他好了 我说了不用 男人瞪了尤燕一眼 走向了玄关 尤燕心想 既然如此那就算了 只要把这个人的特征告诉童言 童言一定会明白的 再说现在第一要务 是要让这个人早点离开 谢谢光临 听尤燕这么说 男子却一言不发地伸手拉把手 他的手碰到门瓣之前 把手便转动了 接着 门打开了 童言就站在门外 他一脸惊讶 应该是看到面前有人的缘故 但他的视线在男人的脸上一聚焦 表情突然变了 同样是惊讶 但性质却完全不同 他整张脸都扭曲了 接着变得像水泥面具一般的僵硬 阴影落在了他的脸上 眼睛里没有任何光彩 嘴唇抗拒世上的一切 尤燕第一次看到童言亮丝这副模样 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然而童言这些变化只发生在刹那之间 下一刻他竟然露出了笑容 这不是松浦先生吗 是啊 好久不见 你好吗 两个人当着有艳的面 握起手来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六十五集 那个人的姓氏 是松浦 童言和他早就认识 童言告诉尤燕的只有这么多 交代了这句话之后 两个人便到隔壁仓库去了 尤燕感到很疑惑 从童言露出的笑脸来看 那个人应该并非他不想见的人 这么一来 尤燕先前所想的就错了 然而比起童言的笑容 他露出笑容之前的表情 更让尤燕放心不下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刹那 但童言全身射出的一股 由负面能量聚集而成的暴力之气 那种样子和随后的笑容 实在无法连贯 虽然尤燕怀疑是自己太多虑 但他尾时不敢相信 那种异常出自于他的误会 红慧回来了 他刚才端茶去了隔壁 尤燕连忙问道 怎么样 红慧先歪着头想了想才说道 看起来好像很开心 我一进去 他们正说着冷笑话 在那里笑 哎 彭源竟然会说冷笑话 能想象吗 不能 但那是事实 我还怀疑我的耳朵呢 红慧说着做了一个掏耳朵的动作 你听到松脯找他干嘛吗 红慧欠然地摇了摇头 我在爱的时候 他们竟说些闲话 好像不想让别人听到 他们究竟在隔壁谈什么 尤燕感到不安 又过了三十分钟左右 他赶到隔壁的门开了 又过了十秒钟 店门打开了 童元探头进来 我送一下松脯先生 啊 他要走了 啊 聊了很久了 童元身后的松脯说了一声打扰 挥了挥手 门再度关上 尤燕看了看红慧 红慧也正看着尤燕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第一次看到童元那样 红慧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不久 童元回来了 一开门就说道 原尊 来隔壁一下 哦 好 尤燕回答是门已经关上了 尤燕托红慧看店 他惊讶地偏着头 尤燕只能对他摇头 尤燕虽然认识童元多年 对他的了解也极为有限 一到隔壁 童元正打开窗户 让空气流通 尤燕马上明白了他为何如此 因为房间里烟雾弥漫 就尤燕所知 这是童元第一次允许访客抽烟 便利店里买来的锅烧乌冬面的铝箔容器 被当成了烟灰缸 那对我有恩没什么好招待的 我想至少得让他抽烟 童元似乎是想解开有燕的疑惑 听起来也很像借口 有燕反而觉得这不像童元会做的事情 等室温降到和外面十二月的气温一样的时候 童元关上了窗户 要是洪辉待会儿问你 我们谈了些什么 就说 宋浦先生要我用金甲卖两台电脑给他 我想他现在一定在猜我们正在说些什么 童元说着 往沙发上坐去 这么说 其实不是这样 是不能让他知道的事 跟那个松谱有关 对 童元点了点头 有燕双手把头发往后拢 怎么说呢 我觉得很没意思 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我家雇佣的人 啊 那男的是我家以前雇佣的人 我不是说过我家以前开当铺吗 那是他在我家工作 在当铺工作 这样啊 这个答案超出了有燕的想象 我爸死了以后 一直到当铺关门 他都在我家工作 也就是说我和我妈其实是靠他养的 如果没有松谱先生 我爸一死 我们就流落街头了吧 有燕不知该如何回答 从童元平常的样子 很难想象 他会讲这种三流小说里的话 有燕想 大概是见到往日的恩人 情绪激动的缘故 那你们家的大恩人现在跑来找你做什么呀 不是 等一下 他怎么知道你在这里啊 是你联系他的 不 是他知道我在这里做生意 才找上门来 他怎么知道的 这个 童元一边脸颊微微地扭曲 好像是听金城说的 金城 有燕的内心里却生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上次我跟你说过 即使做得出盗版超级马里奥 也不知道他们打算怎么卖 现在找到答案了 有什么玄机吗 没那么夸张 童元晃了晃身体 简单得很 小孩有小孩的黑石 什么意思 松浦先生专门经手一些来路有问题的商品 他什么都碰 只要能赚钱 就进货再专手卖掉 最近努力经营的 听说是小孩的游戏 超级马里奥在正规商店里很难买到 他的货 价格不必比实际定价低多少 照样打卖 他从哪里在马里奥 在任天堂有什么特别的门路 哪来那种门路啊 不过 他倒是有特别的进货渠道 就是一般的小孩 小孩会把东西带到他那里去卖掉 那些小孩的东西又从哪里来呢 很可笑 有的是偷来的 有的是去从有马里奥的小孩那里抢来的 松浦先生手里的名单上 这种坏小孩超过三百个 他们定期把收货卖给他 他用市场的一到三成买进 在以七成的价钱卖出 假的 超级马里奥 也要在那家店卖吗 松浦先生有他的销售网 说还有好几个跟他差不多的中间商 交给这些人 超级马里奥卖个五六千元 保证几下子就卖光 童元 有燕微微地伸出了右手 你说过不干的 我们上次说好这实在太过危险 不是吗 听到有燕的话 童元露出了苦笑 有燕努力解读这个笑容 却无法明白其中的含义 松浦先生 从京城那里听说我的事 发现我是他前姑主的儿子 才想来说服我 你该不会因为这样就被说动了吧 童元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上身微微地靠向了游燕 这是我一个人来 你完全不要碰 也不要管我在做什么 红灰那边也一样 不要让他发现我在做什么 童元 太危险了 这是做不得 我知道 有燕凝视着童元认真的眼神 感到绝望 当童元出现这种眼神的时候 自己终究无法说服他 我也来 帮忙 我拒绝 可是很危险啊 童元的电脑店 12月31日照常营业 对此童元列举了两个理由 第一 一直到年底最后一天才准备写贺年卡的人 汇报着有文字处理机便可以轻松完成的心态上门 第二 年底必须结算各种款项的人 可能因为电脑临时出故障而冲进来 事实上 圣诞节一过 店里几乎没什么客人 来得多是误以为这里是家庭游戏积淀的小学生和初中生 大多数时候 有宴和洪惠都是靠玩扑克牌打发时间 两个人一边把扑克牌摊在桌子上 一边聊着以后的小孩说不定连什么叫接龙 什么叫抓鬼都不知道了 店里没有客人 童元却每天忙进忙出 肯定是为了制作盗版超级马里奥 对于洪惠提起童元究竟去了哪里的疑问 有宴绞尽脑汁 找理由搪塞 松朴于二十九日再次露面 洪惠去看牙医了 店里只有有宴在 自第一次见面后 有宴就没见过松朴 松朴的脸色还是一样的暗沉 眼睛也一样的浑浊 仿佛为了加以掩饰 她戴着浅色太阳镜 一听说童元出门了 她照例说了一声 那我等她好了 便在铁椅上坐了下来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六十六集 松朴在铁椅子上坐下 然后把毛领皮夹克脱下来 挂在椅子背上 环顾着店内 都年底了 还照样开店啊 连除夕都开 是的 一听友燕这么回答 松朴薇薇耸了耸肩 笑了 真是遗传 那小子的爸爸也一样 主张大年夜开店 开到晚上 说什么 年底 正是低价 买进鸭香宝的好机会 这还是友燕 头一次 从童原以外的人口中 听到他父亲的事 童原的父亲 去世时的事 您知道吗 友燕这么一问 松朴咕噜噜地 转动着眼珠 看着他 亮没跟你讲 没说详情 只提了一下 好像是被陆莎 刺死的 这是友燕 好几年前听说的 我爸是在路上 被刺死的 对于父亲 童原说过的 只有这么多 这句话激起了 友燕强烈的好奇 但不敢多问 童原身上有一种 不许别人碰触 这个话题的气场 不知是不是陆莎 因为一直没有 捉到凶手 原来如此 他是在附近的废弃大炉里被杀的 胸口被刺了一下 松朴在说话的时候 嘴角都扭曲了 钱被抢走了 所以警察以为是强盗干的 他那天身上偏偏带了一大笔钱 警察还怀疑 凶手是不是认识他的人 不知道有什么好笑 松朴说到一半 便斜斜地笑了起来 友燕看出了他笑容背后的含义 松朴先生也被怀疑了 是啊 说着松朴没出声 笑得更厉害了 一脸恶人像的人再怎么笑 也只是令人恶心 松朴脸上带着这样的笑容 继继续说道 亮的妈妈那时才三十几岁 还算有点魅力 店里又有男店员 警察很难不乱想 友燕吃了一惊 视线再度回到眼前这个人的脸上 他们怀疑这人和同源母亲的关系 事情到底是怎样 什么怎样 我可没杀人 不是 您和同源的妈妈之间 哦 松朴开口了 似乎有点犹豫地摸了摸下巴 然后才回答道 呃 什么都没有 没有任何关系 是吗 你不相信 哪里的话 友燕决定不再追问此事 但他心中得出了一个结论 松朴 与同源的母亲之间 恐怕的确有某种关系 至于和同源父亲的命案 有没有什么关联 就不得而知了 警方也调查了您的不在场证明 当然 警察很麻烦 随便一点的不在场证明他们还不相信 不过 他父亲被杀的时候 正好有人往店里打电话找我 那是无法事先安排的电话 警察才总算放过我 哦 简直就像推理小说 同源那时怎么样 亮啊 那小子是被害人的儿子 社会都很同情他 命案发生的时候 我们说 他跟我和他妈妈在一起 你们说 什么意思 这种说法引起了有艳的注意 没什么 松普露出泛黄的牙齿 我问你 亮是怎么跟你说我的 只说 我是以前他们家雇佣的人吗 怎么说 他说 您是他的恩人 说是您养活了他和他妈妈 是吧 恩人 松普耸了耸肩 很好 我的确算是他的恩人 所以他在我面前抬不起头来 有艳不懂这句话的意思 他正想开口询问 你们在说书啊 同源亮思的声音传了过来 啊 你回来了 听那些八百年前的事 很无聊吧 亮思说着 拿下围巾 不会 以前都不知道 实在很惊讶 我跟他讲 那天的不在场证明 你还记得那个姓替元的刑警吗 哎呀 那家伙真够难缠的 他到底来对我 你和你妈妈 确认过多少次不在场证明啊 同样的话要我们讲一百遍 哎呀 烦得要死 同源坐在置于电脚仪内的电热风扇前暖手 他维持这个姿势 把脸转向了松谱 今天来有什么事 哦 没什么 只是想在过年前来看看你 那我送您出去 不好意思 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啊 这样啊 马里奥的事 啊 那可不行 你可得好好干 还顺利吧 啊 跟计划一样 嗯 那就好 松谱满意地点了点头 同源也站起来 再次围上了围巾 松谱也起身 刚才那些 下次再继续聊吧 两个人离开之后不久 红慧回来了 说在下面看到了 同源和松谱 同源一直站在路边 直到松谱搭的出租车走开 同源为什么会尊敬那种人啊 虽然以前受过他的照顾 说穿了 也不过就是他爸爸去世以后 继续在他家工作而已 红慧大摇起头 似乎百思不得其解 有燕也有同感 听了刚才的话 他更加迷惘 如果松谱和同源的母亲 关系不单纯 同源那么精明 不可能没有发现 既然发现了 实在很难相信 他会用现在的这种态度 对待松谱 难道松谱与同源的母亲之间 是清白的 刚确信的事情 有燕却已经开始没有把握了 同源真慢啊 坐在办公桌前的红慧抬起头来说道 在做些什么 就是 就算是目送松谱搭上出租车 也早该回来了 有燕有点担心 便来到外面 正准备下楼 却停下了脚步 他看见同源 就站在一层二层之间的楼梯间 人在二楼的有燕 正好俯视着同源的背影 楼梯间有一个窗户 可以眺望外面 快六点了 马路上的车灯像扫描一般 一一从他身上闪过 有燕不敢出声相患 从同源凝视外面的背影中 他感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气氛 和那个时候一样 有燕想 就是同源和松谱重逢的时候 有燕捏手捏脚地回到门口 小心翼翼地打开门 溜进了室内 他们的电脑店 一直营业到了 1985年12月31日的晚上六点 大扫除之后 有燕、同源和洪惠 举杯稍事庆祝 洪惠问起明年的报复 有燕回答道 做出不输给家庭游戏机的游戏程序 同源则回答 在白天走路 你的回答和小学生一样 同源 你的生活这么不规律吗 我的人生就像在白夜里走路 白夜 没什么 同源喝了一口喜利 然后又看了看有燕 又看了看红烩 对了 你们不结婚吗 结婚 正喝啤酒的有燕差点被呛到 他没有想到同源会提这种话题 还没想那么远 同源伸手打开办公桌的抽屉 从里面拿出了一张A4复印纸 和一个扁平细长的盒子 有燕没见过这个盒子 这个盒子颇为老旧 边缘都磨损了 同源打开盒子 取出里边的东西 是一把剪刀 刀刃部分长达十多厘米 前端相当的锐利 刀身闪耀着银色的光芒 流露出古典的风格 这剪刀看起来真高级 红烩直率地说出了感受 以前拿到我家当的 好像是德国造的 同源拿起剪刀 让刀刃开合了两三次 发出清脆利落的刷刷声 他左手拿纸 用剪刀裁剪起来 细腻流畅地移动着那张纸 有燕直盯着同源的手 左右手的配合堪称绝妙 过了一会儿 同源剪完了 他把纸递给了红烩 红烩看着剪好的纸 眼睛睁得很圆 哇 真厉害 这张纸已经变成了 一个男孩与一个女孩 手牵手的图案 男孩还戴着帽子 女孩的头上 则系着大大的蝴蝶结 非常的精致 真了不起 我都不知道你还有这项本领 嗯 就当是预祝 你们结婚 谢谢 红烩道了谢 小心翼翼地把剪纸 放在旁边的玻璃柜上 我说有焰 以后是颠倒时代了 这项买卖要赚多少有多少 就看怎么做了 这家店可是你的呀 有焰一说完 同源立刻摇头 这家店 以后会怎么样 就看你们了 讲这种话让我压力很大 有焰故意笑着回避问题 因为同源的话里有某种莫名的严肃 我可不是在开玩笑 同源 有焰想再次露出笑容 脸颊却僵住了 就在这时 电话响了 可能是出自习惯 坐得离电话最远的 红烩拿起了听筒 喂 牛阵 您好 一瞬间 红烩的脸沉了下来 他把听筒递给了同源 金城先生 这手有什么事 同源把听筒拿到耳边 喂 我是同源 几秒钟之后 同源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拿着听筒就站了起来 另一只手 以伸出去拿搭在椅背上的运动夹克 知道了 我这边会自己处理 盒子和包装 好 麻烦了 放下听筒之后 同源亮丝对另外两个人说道 我出去一下 去哪 以后再解释 没时间了 同源说完 围上了他常用的围巾 走向玄关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六十七集 有焰跟着童源走了出去 但是童源走得很快 直到出了公寓才追上 童源 究竟出了什么事 还没出事 但快了 童源大步走向公务用箱行车 大半马里奥事发了 听说明天一大早 犯罪防止客户 去搜查工厂和层库 事发了 怎么会泄露出去 不知道 可能有人告密 消息准确吧 怎么知道明天一早 警方要去查 任何事情都有门路 他们到了停车场 童源坐进箱行车 发动了引擎 但是在十二月的严寒中 引擎好像不太肯动 不知道回到几点 你们弄一弄去先走吧 别忘了关门窗 红灰那边随便帮我找个理由 我跟你一起去吧 这是我的事 一开始我就说了 轮胎发出声响 童源开动汽车 然后以撑得上粗暴的动作 转动方向盘 消失在黑夜中 有焰无奈地回到店里 红灰正担心地等待着 这种时候 童源到底要去哪里啊 大型有寄承包商那里 以前童源碰过的机器 程序好像出了问题 可是都已经除夕夜了 对游戏制造商来说 一月正是赚钱的时候 只想早点解决问题 哦 红灰显然看出有焰在说谎 但似乎明白 现在不是怪她的时候 她闷闷不乐地望向了窗外 接着 两个人看了一会儿电视 每个频道播的都是 两小时以上的特别节目 又回顾今年的单元 屏幕上播出 板神老虎队的教练 被队员抬起来的镜头 这画面不知看过多少次了 童源大概不会回来了 有焰和红灰几乎没说话 有焰的心思 根本不在电视上 红灰想必也是如此 等到NHK红白大赛开始的时候 有焰对红灰说道 红灰 你还是先回去吧 是吗 嗯 这样更好些 好吧 红灰似乎有些犹豫 但也只好说了一声好吧 便站起身 你要等吗 嗯 有焰点了点头 嗯 小心别感冒了 谢谢 今晚怎么办 红灰会这么问 是因为他们早已约好 大年夜要一起过 我会过去 不过 可能要晚一点 嗯 那我先把乔妹面准备好 红灰穿上外套 离开了店铺 一落单 种种想象 便在有焰的脑海里浮现 电视照例播出跨年节目 但她根本无心观看 一回过神来 电视节目已经改成庆祝新年的了 有焰完全没有察觉 十二点已经过去了 她打电话给红灰 我可能 去不了了 童鱼还没回来吗 红灰的声音有点颤抖 嗯 时间好像有点棘手 我再等她一会儿 红灰 你要困了的话 去先睡吧 没事 今晚到天亮 会播一些挺好看的电影 我要看电视 可能是故意的吧 红灰听上去很开心 到了凌晨三点多 门开了 呆呆地看着深夜电影的有焰 听到声响转过头去 只见童鱼一脸阴沉地站在那儿 再往她身上一看 有焰吃了一惊 童鱼的牛仔裤上全是污泥 运动夹克的袖子也破了 围巾拿在手上 到底怎么了 怎么弄成这样 童鱼没有回答 对于有焰在这里也没说什么 她整个人显得疲惫不堪 蹲在地上垂着头 童鱼 童鱼低着头 闭着眼睛说道 回去 啊 我叫你回去 可是 回去 童鱼似乎没有说第三个字的意思 有焰无可奈何 准备离去 童鱼的姿势完全没有变化 那我走了 最后有焰说完 但童鱼仍无回应 有焰死了心 走向门口 正要开门 却听到了一声 袁寸 怎么了 童鱼没有立刻说话 她仍然直直地盯着地面 正当有焰准备再度开口时 童鱼说道 路上小心 哦 嗯 童鱼 你也赶快回去睡吧 没有回答 有焰死了心 开门离去 1月3日的报纸上 刊登了查获大量盗版超级马里奥兄弟的报道 查获的地点是某中间商住户的停车场 该中间商也经手电视游戏机二手软件 就这篇报道判断 有焰认为中间商就是那个松普 松普行踪不明 警方认为制作盗版软件的嫌犯和渠道极可能与黑道挂钩 但此外没有任何线索 也完全没有提及童鱼 有焰立刻打电话给童鱼 但只听到铃响 无人接听 1月5日 他们的电脑店照原计划开门 然而童鱼并没有出现 有焰便和洪惠完成进货与销售的工作 学校还在放寒假 很多初中生和高中生上门 有焰趁工作的空档 打了好几次电话给童鱼 但一直没有人接听 店里没有客人的时候 洪惠不安地说道 童鱼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啊 我想应该不必担心 我回家的时候顺道过去看看 对啊 去看看吧 洪惠看着童鱼平常坐的椅子 椅背上挂着围巾 就是除夕夜童鱼围围围的那条 那把椅子后边的墙上 略高于椅子的地方挂着一个小画框 这是洪惠拿来的 画框里是童鱼那晚用高超的技巧剪出来的 男孩与女孩的剪纸 有燕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一个想法 她拉开童鱼办公桌的抽屉 收藏那把剪刀的盒子 不见了 顿时 有燕产生了一个预感 童鱼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了 这天工作结束之后 有燕在回家前去了童鱼的住处 她不断地按门铃 门后没有任何动静 她又来到大楼外抬头看窗户 屋子里一片漆黑 第二天和接下来的几天 童鱼都没有现身 后来童鱼的电话似乎被停用 打不通了 有燕到她的住处去打探 正好遇到几个陌生人 从童鱼的住处搬出家具和电器 请问你们在做什么 有燕问一个看似带头的人 我们 在清理房间 是这里的住户委托的 几位是对方惊讶地看着有燕 家政服务公司 童鱼搬家了 应该是 她把房子退了 请问她搬到哪里去了 这个我没听说 没听说 你们不是要把东西搬过去吗 对方交代全部处理掉 处理掉 全部 对 钱也是先付清了 不好意思啊 我还有工作要做 说完 这男子便开始对其他人发号施令 有燕退后了一步 看他们把童鱼的东西一一搬了出来 听说了这件事 红会显得不知所措 怎么这样啊 她怎么会突然走掉了呢 她有她的想法吧 反正 现在只能靠我们把店撑起来 童鱼以后会跟我们联系吗 一定会 在那之前 我们俩一起努力吧 红会虽然一脸不安 但还是对有燕 点了点头 多人有声据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据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六十八集 开门后第五天的下午 一个男子来到了店里 这个人五十岁左右 穿着旧的人字泥外套 就他那个年代的人而言 他个子应该算很高了 肩膀也很宽 厚厚的单眼皮 眼神既柔和又敏锐 有燕立刻判断出 这个人不是来买电脑的 你是这里的负责人吗 是的 真年轻 跟童元君差不多吧 他一提童元 有燕忍不住睁大了双眼 男子似乎对他的反应很满意 可以打扰一下吗 有点事想请教 这位客人 男子举手在面前挥了挥 我不是客人 我是做这一行的 说着 男人从外套内带 掏出了警察手册 有燕并不是第一次 看见警察手册了 高二的时候 他曾经被警察找去问过话 眼前这男子身上散发出 与当时那两个警察相同的气味 有燕很庆幸 此刻洪惠恰巧出了门 是要问关于童元的事吗 对 我可以坐这里吗 男子指着放在有燕对面的 那把铁椅子 请坐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他在椅子上坐下 整个身体靠向椅背 环顾着店内 哎呀 你们卖这东西真难懂啊 小孩会来买这些吗 顾客以大人居多 不过有时候 也有初中生来买 哦 哎呀 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得了了 我已经跟不上了 男子说着摇了摇头 有燕有点心急 问道 请问是什么事 这个警察似乎以观察 有燕的神情为乐 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家店的老板 原本是童元亮思君吧 他现在在哪里啊 您找童元有什么事 我想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警察笑得有些贼 他现在不在这里 嗯 这我知道 他去年还在住的公寓也解了约 屋子全空了 我才来问你 有燕叹了一口气 看来糖色没有意义 其实 我们很头疼 因为老板突然不见了 报警了吗 没有 有燕说着摇了摇头 我一直认为 他不久就会跟我们联系 啊 最后一次见到他 是什么时候啊 初夕那天 一直到打烊他都在 后来通过电话吗 没有 对于你这个伙伴 也是一句话都没有就消失了 怎么会这样啊 所以我们才头疼啊 嗯 原来如此 男子摸了摸下巴 哎 你最后一次见到童元军时 他的样子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没有 我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不寻常 跟平常一样 有燕尽量不动声色 想着这个人提到童元的时候 为什么会加一个军呢 那个男子伸手 到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样东西 嗯 你对这个人有印象没有 是一张照片 松浦的大头照 有燕迅速地判断该怎么回话 最后 他得出的结论是 谎话还是少说为妙 见过 是松浦先生吧 听说以前在童元家工作过 他来过这里吗 来过几次 来做什么 不知道 有燕故意歪着头 我只听说 他很久没有见过童元了 才来找他 我几乎没有跟他说过话 不太清楚 男子目不转睛地凝视着 有燕的双眼 那是一种 想看清他话里 有多少谎言的眼神 有燕拼命地忍住了 想扭过头去的念头 松浦先生来过后 童元君有什么反应 有没有什么 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没什么 他们很怀念时的聊天 很怀念 有燕感觉男子的眼睛 亮了起来 是的 哦 男子深感兴趣地点了点头 你记不记得 他们聊了些什么 我想应该提到了 过去的事吧 好像是 不过我没有听到详细内容 因为我正忙着招呼客人 有燕想起松浦说过 童元父亲遇害的命案 但是他下意识地判断 现在最好不提 就在这事门开了 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小伙子走了进来 有燕说了一声欢迎光临 起身招呼客人 嗯 我改天再来好了 这个男子总算站起来了 请问 童元做了什么 有燕这么一问 男子瞬间流露出了犹豫的表情 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他肯定做了些什么 所以我才找他 做了什么 男子对有燕的话 置若罔闻 他把视线转向那个 装着剪纸的画框 这个是他剪的吧 是啊 他的手还是一样巧啊 而且是男孩女孩牵手的样子 真好 他怎么知道这是童元剪呢 这个人并不只是来追查制作盗版玛利奥的嫌犯 打扰了 男子说完 向门口走去 请问 有燕叫住了他的背影 可以请教您的大名吗 男子停下脚步 回头轻轻说道 男子离去之后 有燕按住额头 替元 他听过这个姓氏 应该是松朴说的 松朴说为了童元父亲的命案 三番两次确认不在场证明的刑警 旧姓替元 有燕转过身 凝视着童元留下来的剪纸 东西店庄诸事会社东京总公司 各部门一般于星期一早上开会 由各部门主管传达会议决议事项 或者是布置工作计划 各负责人如果有事宣布 也会利用这个场合 四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一 专利部专利医科科长长板 提到前几天通车的赖户大桥 再加上上个月通车的清寒隧道 缩短了日本各地的距离 进一步朝汽车社会发展 但同时 竞争势必更趋激烈 同人们必须要有忧患意识 严真以待啊 谈话便以此作为论题 想必是把上个星期会议中某人的发言 拿来照搬套用 会议结束之后 员工各自回座开始工作 有人打电话 有人取文件 有人匆忙出门 每个星期一在这个部门 几乎都可以见到类似的情景 高工程也像平常一样投入工作 着手完成上星期五未结束的专利申请手续 他习惯保留几件不慎要紧的工作 等到下星期再处理 作为头脑的热身 工作还没有完成 便听到有人说 一组集合一下 发话的是去年年底升任组长的成田 一组是负责电器电子计算机相关专利的小组 一曲自英文电子的第一个字母 连组长在内 这个小组共有五名成员 高工程等人围着成田的办公桌坐下 此事很重要 成田的表情略显严肃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金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六十九集 跟生产技术专家系统有关 这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吧 包括高工程在内 有三个人都点了头 只有去年刚进公司的山野 欠然地说道 我不是很清楚 你知道专家系统吗 不知道 只听说过名称 那 AI呢 是 指人工智能吧 山野没有什么把握的回答 在近来快速成长的计算机行业 如何让电脑更接近人脑的研究 日益蓬勃 比如当一个人与他人擦肩而过的时候 并非刻意计算自己与对方的距离 以决定移动的脚步 而是凭经验或者是直觉 适当地决定速度和方向 让电脑拥有这类具有弹性的思考与判断能力 便称为人工智能 专家系统是人工智能的应用之一 就是以电脑取代专家的系统 平常被人称为专家的人 不止知识丰富 更具备了专业领域中的技能 对吧 把这些做成一个严谨的系统 让外行人有了这个系统 也可以做出专家的判断 这就是专家系统 现在医疗专家系统 和经营顾问专家系统 已经上市了 是否明白 大致明白了 我们公司在两三年前 就已注意到这个系统 部分原因是因公司成长过快 以至于老手和新人间 年龄差距很大 等老一辈一退休 公司就缺少专家了 尤其是像金属加工方面的热处理 化学处理等生产技术 必须用到专业知识和技能 少了老手 情况会很严重 所以啊 趁现在建立起专家系统 就算将来只剩下 年轻的技术人员 也能够应付 这就是生产技术专家系统 没错 这是生产技术部 和系统开发部 共同开发的 现已加在工作站 应该可以用了吧 成田望着 其他的三个人问道 应该可以用了 但先决条件是 拥有搜寻技术数据的密码 技术数据中包含许多公司内部的机密 因此即使是公司员工 也必须另行申请才能取得密码 高工程等专利部的人员 因为工作上必须要搜寻专利数据 都已经有密码了 好 说明就到此为止 成田调整姿势 压低了声音 刚才讲的那些 都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可以说根本无关 因为生产技术专家系统的前提 是仅供公司内部使用 基本上与专利部无缘 出了什么事吗 成田微微点了点头 嗯 刚才系统开发部的人来过 他们说现在好几家中间制造商之间 出现了一种计算机软件 那个软件 听说简直就是 金属加工专家系统的翻版 他的话 让现场的后进门面面相去 那个软件有什么问题 成田稍稍轻身向前 机缘巧合下 拿到了那份软件 系统开发部和生产技术部 研究了其中的内容 发现里面的数据 和我们的生产技术专家系统的 金属加工部分很相似 这么说 是我们的系统程序外流了 还不能完全肯定 但不排除这个可能 不知道软件的出处吗 这倒是知道 是东京某家软件开发公司 他们好像发布了那份软件 作为宣传 宣传 那份软件算是试用版 里面只有少量数据 意思是先给你用用 要是满意啊 再向他们购买真正的 金属加工专家系统 哦 我明白了 同化妆品的 适用装一样 问题是 万一真的是我们的 生产技术专家系统的 内容外流 那份软件的确是 抄袭我们的东西 做出来的 我们要如何证明 还有 如果能够证明 能不能采取法律手段 制止他们制造 销售 所以要我们调查 成田点了点头 计算机程序 作为著作权保护的对象 已经有判例可学 不过 要证明内容是剽窃的 并不简单 如同小说的抄袭一样 到底相似到什么程度 才算违法 很难界定 不过 我们试试吧 但是 我们的专家系统内容 怎么会外流呢 技术信息都收到 也没的管理啊 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给你听 有家公司高度机密的 开发新型涡轮增压器 零件一个个做出来 样品一号总算完成了 但在两个小时之后 成田说着靠近了山椅 竞争公司的涡轮引擎 开发科科长的办公桌上 就放上了一个 一模一样的增压器 山椅惊呼一声愣住了 成田得意地笑了 这就叫开发竞争 是吗 看着依旧一脸不服气的山椅 高宫成苦笑了一下 因为他也听过 同一个故事 那一天 高宫成在晚上八点刚过 回到位于成城的公寓 由于调查专家系统的事情 他最近不得不老实加班 但是打开自家大门的时候 他却后悔回来了 早知道就在公司待久一点了 因为家中仍然一片黑暗 玄关走廊客厅 他一一打开灯 虽然已经入了四月 但即使穿了拖鞋 一股寒气 仍然从一整天 都没有热气的地板 透上来 高宫成脱掉上衣 坐在沙发上 松开领带 拿起桌上的遥控器 打开电视 几秒钟之后 三十二英寸的大画面中 出现了撞毁的火车车厢 这个画面 他已经看过多次 是上个月发生在国外的 一起火车厢撞事故 电视节目 正拨出车祸的后续发展 私立高职学艺高中休业旅行团 一行一百九十三名师生 搭上了这列出师的火车 一名领队老师 与二十六名学生丧生 日本与事发国 就遇难者赔偿的问题 持续进行谈判 但迟迟无法达成一致 播音员说着类似的话 高宫成又想看 棒球赛转播 他切换了频道 随即想起今天是星期一 便关掉了电视 他立刻感到 屋子里比打开电视前 更冷清了 看看墙上的时钟 那还是他们收到的 结婚贺礼呢 点编着鲜花图案的底盘上 指针指向了八点二十分 高宫成站起来 一边解开衬衫的纽扣 一边探头看厨房 整体厨房收拾得一尘不染 水槽里没有带洗的餐具 整列拿取极为方便的各式烹饪用具 犹如全新一般闪闪发光 但是这个时候 他想知道的 并不是厨房的清洁 是否彻底 而是今天晚餐 妻子到底有何打算 他想知道 妻子是在出门前便已 做好晚餐的准备 还是想回家后再行处理 照厨房的样子看来 应该属于后者 他又看了一下时钟 长征移动了两小格 他从客厅的柜子抽屉中 拿出圆珠笔 在墙上的阅历 当天这一格上 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叉 这是他先到家的记号 他从本月开始记录 但并未告诉妻子记号的意义 他打定主意 要找机会告诉妻子血碎 尽管自知这种行为 并不光明正大 但是高工程认为 有必要以某种形式 客观地记录 目前的状况 这个月才过了一半 插这个记号 便已经超过了十个 果然不该答应 让他去工作 这不知道是高工程 第几次后悔了 同时他又对自己怀 怀有这种想法感到自我厌恶 认为自己是一个气量狭小的男人 和雪碎结婚 已经两年半 正如高工程所料 雪碎是一个完美的妻子 不管做什么都干净利落 而且成果无可挑剔 尤其是高超的厨艺 令他感动不已 无论是法国菜 意大利菜 还是日式料理 雪碎做出来的每一道菜 都足以媲美专业厨师 我很不想承认 可你的确是 本世界最幸运的男人了 娶到那么美的老婆 就该偷笑了 她竟然还烧得一手好菜 想到我跟你 活在同一个世界上 实在很难不嫌弃自己啊 说这番话的 是婚后在家里招待的 一群朋友当中的一个 其他的朋友也颇有同感 大家讲了一大堆酸溜溜的话 当然 高宫成也特别美地 夸奖了自己妻子的手艺 新婚的时候 他几乎每一天 都赞美妻子雪碎 多人有声剧白夜情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情 东野归无愿著 光合积木之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七十集 对于丈夫的赞美 雪碎都会开心地回答道 妈妈以前经常带我去别人口中的一流餐厅 她说 年轻时没有尝过美味 就不能培养真正的味觉 还说 有些人到一些价格昂贵 却一点都不好吃的店 还沾沾自喜 就是小时候没有吃过美味的证明 因为妈妈有这种想法 我对自己的舌头还算自信 不过 能让你吃得开心 我真的好高兴 略带娇羞的模样 让高宫成升起一股 想永远紧抱住她的冲动 然而餐餐都得以享用 她做的佳肴的生活 只有两个月 便宣告结束了 原因是雪碎的这句话 亲爱的 我可以买股票吗 啊 那时高宫成无法意会股票这两个字 是因为这与雪碎的日常生活距离太远了 当她明白之后 疑惑甚至大于惊讶 你懂股票 懂啊 我研究过了 研究 雪碎从书架上拿出了几本书 都是买卖股票的入门书或相关书籍 高宫成平常不太看书 完全没注意到客厅的房股书架上摆着这些书 你怎么会想到要买股票 高宫成改变了问题的方向 因为光是在家里做家事有很多空闲的时间呀 而且现在股票的行情很好 以后还会更好 比放在银行里生利息好得多 可是也可能会赔啊 没办法 这也是一种赌注嘛 雪碎爽朗地笑了 这句这是一种赌注 让高宫成第一次对雪碎产生了反感 他生出了遭到背叛的感觉 而雪碎接下来的话 更加加强了他这种感觉 你放心 我有信心绝对不会赔 再说 我只用我的钱 你的钱 我自己也有点积蓄 有归有 我的钱这个说法 让高宫成心生排斥 既然是夫妻 还用得着分谁的钱吗 还是不行 雪碎说着抬眼看着丈夫 看高宫成没有说话 便轻轻地叹了口气 也是 毕竟不行吧 我连家庭主妇都还不勾搁 没资格分心管别的事 对不起 我不会再说了 雪碎开始垂头丧气地收拾那几本书 看着雪碎苗条的背影 高宫成不由得认为 自己真的是心胸狭窄 雪碎至今从未提过任何无理的要求 我有条件 她就冲着雪碎的背影说 不许太过投入 绝对不能借钱 这些 你都能答应吗 雪碎回过头来 眼睛里闪耀着光彩 可以吗 我说的条件 你都能做到 一定做到 谢谢 雪碎 雪碎抱住了她的脖子 然而高宫成双手还着雪碎的鲜鲜细腰 心里却生出了不好的预感 就结果而言 雪碎确实遵守了自己开出来的条件 她通过股票顺利地增加了资产 雪碎最初投入多少资金 进行何种程度的买卖 高宫成一无所知 但听到雪碎与证券公司的电话对答 高宫成这才知道 妻子动用的金额超过一千万 并且从此 妻子的生活改以股票为中心了 由于必须随时掌握行情 雪碎一天到证券公司报到两次 并且因为担心漏接股票经纪人的来电 雪碎也变得极少外出 即使迫不得已出门 也会每隔一小时便打一个电话 报纸最少看六份 其中两份是经济报与工业报 有一天 当雪碎挂掉证券公司打来的电话之后 高宫成忍无可忍地冲他吼道 你给我节制一点 电话从早就响个不停 高宫成平常在公司并不在意 但那天是公司的创立纪念日 高宫成放假在家 难得的休假都毁了 为了买卖股票 夫妻俩连出个门都不行 为了股票 搞得生活都没办法好好过 干脆别再玩了 高宫成对雪碎粗声粗气 连恋爱期间在内 这还是第一次 当时他们结婚八个月 不知是因为吃惊还是受到惊吓 雪碎茫然助力 看到雪碎惨白的脸 高宫成立刻感到心疼 但是还没等他开口道歉 雪碎便低声说道 对不起 我一点都没有要忽视你的意思 请一定要相信我 可是 因为股票有了一点成绩 我好像有些得意忘形了 对不起 我根本没有尽到妻子的本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没关系 我明白 说完 雪碎拿起电话 打到方才的证券公司 当即交代把所有的股票脱手 挂掉电话 他转身面对高宫成说道 只有信托基金没有办法立刻解约 这样 能不能原谅我 你真不后悔 不会 这样才能断得一干二净 一想到给你带来这么多不愉快 我就觉得好难过 雪碎跪坐在地毯上 低着头 双肩微微颤抖 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落在手背上 别再提这件事了 高宫成把手 放在了他的肩上 从第二天起 与股票有关的资料完全从家里消失了 雪碎也绝口不提股票 但是雪碎显然失去了活力 又闲得发慌 不出门就懒得化妆 连美容院都很少去 我好像变成丑八怪了 有时候雪碎会看着镜子 无力地笑着说 高宫成建议他去学点东西 但雪碎似乎提不起兴趣 高宫成猜想 可能是因为从小就学习茶道 花道和英文绘画 造成了这种反弹 他也知道 生个孩子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因为养儿育女 一定会占据雪碎所有的空闲时间 可是他们没有孩子 两个人只是在新婚后半年内 采取了避孕措施 但是雪碎至今全无怀孕的迹象 高宫成的母亲赖子也认为养儿育女要趁早 对儿子儿媳完全没有消息感到不满 一有机会 他就会对高宫成暗示 既然没有避孕却生不出小孩 最好去医院检查一番 其实高宫成也想去医院检查 事实上他曾向雪碎提议过 但是雪碎少见地坚决反对 问到原因 雪碎会红着眼眶说 因为可能是那个时候的手术 让我不能生的 如果是那样 我一定会伤心地活不下去 雪碎说的那时的手术 是指先前的堕胎 所以彻底检查不好吗 也许治疗后就会好了 即使高宫成这么说 雪碎仍然摇头 不愈是很难治疗的 我才不想去检查 不能怀孕的原因 而且 没有小孩不是也很好吗 还是 你不想跟一个 不能生小孩的女人在一起 没这回事 有没有小孩都没关系 好吧 我不再提这件事了 高宫成知道 责备一个无法怀孕的女人 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 事实上 从他们这番对话之后 高宫成也几乎再也没有提过孩子的事 对母亲也是用谎言来搪塞 说他们到医院接受了检查 双方都没有问题 只是 有时候雪碎会自言自语般的难难地说 我为什么不能怀孕呢 紧接着 他必定会又说 那时候 是不是不该拿掉呢 高宫成只能默默地聆听 玄关传来开锁的声音 躺在沙发上发呆的高宫成爬了起来 墙上的时钟 指着九点整 走廊传来脚步声 门猛然打开 对不起 我回来晚了 身穿台绿色套装的雪碎进来了 两手都拿着东西 右手是两个纸袋 左手是两个超市购物袋 肩上还挂着黑色的侧背包 你饿了吧 我马上准备 他把购物袋放在厨房的地板上 走进卧室 他经过的地方留下甜甜的香水味 几分钟之后 从房间出来的雪碎 已经换上了家居服 手里拿着围裙 边往身上系 边走进厨房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愿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七十一集 我买了现成的回来 不用等太久 而且还有罐头汤 略带喘息的说话声 从厨房里传了出来 高宫城本来 高宫城本来正在看报 听到这些不由得心头火起 究竟是哪里惹恼了他 他自己也说不上来 真要理论 应该是妻子 那活力十足的声音 高宫城放下报纸 站起身 走向有收拾声音的厨房 你要让我吃买来的 啊 你说什么 雪碎大声地说着 抽油烟机的声音 让他听不清楚 这让高宫城更加暴躁 雪碎正准备 在煤气炉上烧水 不解地偏着头 看着站在厨房门口的高宫城 我是问你 你让我等了这么久 终归还是要让我吃 偷工减料的东西 雪碎的嘴巴张成了O型 接着 他关掉了抽油烟机 空气立刻停止了流动 整栋房子静了下来 对不起 你不高兴 如果只是偶尔 我也没话说 但最近根本就是每天 你每天都晚归 端出现成的菜 一直都是这样 对不起 可是我怕让你等太久 我是等了很久 都不想再等了 我还想干脆吃泡面算了 结果等到吃买来的 跟吃泡面有什么两样 对不起 我 虽然不成理由 可是最近真的很忙 给你添麻烦了 我真的很抱歉 生意兴隆 真是恭喜啊 高宫成知道自己的嘴角 肯定是难看地歪向了一边 雪碎双手放在围裙上 低头道歉 别这么说 对不起 我以后会注意的 这句话 这句话我听过好多遍了 高宫成双手插进口袋 丢下了这句话 雪碎只是低着头没作声 大概是因为无可反驳 然而最近每当遇到这种场面 高宫成都会突然产生一种感觉 他怀疑雪碎是不是以为 只要像这样低着头 等到风暴过去就算了 雪碎什么都没说 避免为此事争吵 他的肩膀开始微微颤抖 双手抓起围裙的下摆 蒙住眼睛 乌叶声从手底传出 对不起 他又说了一次 我真没用 真的好没用 我只会给你添麻烦 你让我做我喜欢做的事 我却完全无法报答 我真没用 我真的是个没有用的人 成 也许你不该和我结婚 泪水让话语断断续续 还不时夹杂着抽气 听到雪碎这一串反省的话语 高宫成无法再责备他 反而觉得自己为了一点小事而大发雷霆 心眼未免太小了 别哭了 他就此收兵 既然雪碎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 要吵也吵不起来 高宫成回到沙发上 摊开报纸 雪碎却来问他 那个 干嘛 晚餐 怎么办 要做也没有食材 哦 高宫成感到全身懒洋洋的 倦怠不堪 今晚就算了 是你买回来的就成 可以吗 不然也没办法 对不起 我马上准备 雪碎回到了厨房 听着抽油烟机再度运转的声音 高宫成仍然有一种 无法释怀的感觉 我可以去工作吗 在有一个月 便要迎来结婚一周年的那一天 雪碎提出了这个问题 由于毫无准备 高宫成愣住了 雪碎的说法是 他在服装界的朋友要独立开店 问他要不要一起经营 他们打算开设进口服装店 高宫成问雪碎想不想做 雪碎说想试一试 自从不再碰股票 雪碎那双暗淡无神的眼睛 首次闪闪发亮 看到妻子这样 高宫成说不出反对的话 高宫成只说不要太勉强自己 便答应了雪碎 雪碎食指在胸前交握 以种种话语表达他的喜悦 雪碎和他朋友的店面 在南青山 高宫成去过好几次 店里全面玻璃帷幕 感觉华丽明亮 路过的时候便可以看到 店里琳琅满目的 进口女装和饰品 高宫成后来才知道 店面的装潢费用 全由雪碎出资 雪碎的合作伙伴 叫田村继子 脸孔和身体都圆滚滚的 有一股平民气质 正如外表给人的印象 那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 按照高宫成的观察 他们的分工似乎是这样的 雪碎负责招呼客人 而取货算账 则是田村继子的工作 这家店完全采取预约制 也就是客户预约好来店日期 这样他们便能依照客人的 尺寸与喜好 备妥商品 这种做法可以节省 无谓的商品陈列的空间 可以说效率很高 这种经营方式的成败 全看他们的人脉如何 但是开张以来 客人似乎就没有断过 雪碎会不会因为热衷 经营服饰店 而忽略了家事呢 高宫成多少有点担心 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现象 雪碎多半也怕高宫成这么想 开店之后 他做起家事比以前更卖力 不但做饭不会敷衍了事 也不会比高宫成晚归 开店之后 大约两个月 雪碎再次出人一表 他问高宫成 愿不愿意当服饰店的东家 我 为什么 房东为了交易产税 急需一笔钱 问我们要不要买 你想买吗 不是我想不想 只是觉得 买下来绝对划算 那个地段以后一定只涨不跌 现在房东开的价 可以说是破盘价呢 如果我不买呢 那就没办法了 只好由我来买 你买 我想 考虑到那个地段 银行应该愿意贷款 你要去借钱 对啊 你那么想买 是 而且我认为 不买恐怕以后会有问题 如果我们不买 房东一定会去找房屋中介 这样要是运气不好 可能就得退租了 退租 叫我们退租 好以更高的价格把土地卖掉呀 高宫城先是不置可否 然后开始认真考虑起来 他并不是买不起 高宫家在城城有好几块地 将来全归高宫城继承 只要卖掉一些就行了 如果说服得法 母亲应该也不会反对 因为他们家持有的地产 实际上几乎都处于闲置状态 但是他不赞成雪岁 去向银行贷款 否则雪岁很可能会把所有的心思 放在事业上 况且 若以雪岁的名义开店 总令人有家庭工作 无法分割的感觉 让我考虑两三天 高宫城对雪岁虽然这么说 其实当时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1987年一时 南青山的店 便归高宫城所有 雪岁会从营业收入中 定期将房租 贿入高宫城的账户 不久 高宫城便领教到了雪岁的仙剑之名 由于东京都中心的办公大楼需求增加 地皮创下了天价 短期内连翻三四倍 以步足为奇 频频有人找上高宫城 询问南青山的店面与土地 是否打算出售 每次听到对方开架 他都忍不住怀疑事情的真实性 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高宫城开始因为雪岁 而产生淡淡的自卑感了 他渐渐地认为 论生活能力 论经营管理能力 和大胆果断这几点 自己可能都比不上这个女人 他并不清楚雪岁事业上的成绩如何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的服饰店业绩蒸蒸日上 目前雪岁正计划 在戴观山开第二家店 相行之下 自己呢 每念及此 高宫城便郁郁不乐 自己根本就没有开创的勇气 只是以个性更适合为人所用为由 赖在公司不赶走 得天独厚继承的地产 也不曾好好的利用 住在家里出资购买的公寓里 还有一件事 更让高宫城觉得抬不起头 那便是当前的股票热 去年NTT股票一上市 立刻掀起了狂飙 而股市仿佛也顺势被拉抬 开始上涨 甚至到了全民炒股的地步 然而高宫家与股票无缘 理由当然是他因此责备过雪岁 在那之后雪岁也绝口不提股票 但是一想到雪岁该怎么看待 这场空前的股票热 高宫城便感到浑身不自在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愿著 光合金木之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七十二集 这天晚上上床之前 雪岁提起了一件令高宫城意外的事 高宫城躺在家大的单人床上 看着妻子映在梳妆镜里的脸 问道 高尔福教室 从新婚起 他们就分床睡 雪岁睡单人床 对啊 我想 如果是星期六傍晚 我们可以一起去 雪岁说着 把一张传单 放在高宫城的面前 哦 美国高尔福球基金会 认可的学校 你早就想学高尔福球了 有一点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打嘛 等上了年纪 夫妻俩也可以一起 打高尔福球啊 上了年纪以后 我都没想过那么遥远的事 开始学嘛 一起去一定很好玩的 也是 高宫城还记得 父亲生前便喜欢打高尔福球 每到假日便把大大的高尔福球带放进后备箱驾车出门 那个时候父亲的神情总比平常更有活力 或许是因为上门女婿的身份 让父亲在家里郁郁不乐 听说下个星期六有说明会 要不要先去看看 完成皮肤保养的雪碎 一边上床一边说 好啊 去看看吧 太好了 这件事就说定了 你来不来 好 雪碎离开自己的床 轻巧地滑进高宫城的床 高宫城调整枕边的按钮 把灯光转按 接着往雪碎身边靠 他的手伸进了白色睡衣的胸口 高宫城心中暗想 今天应该没问题吧 这一阵子 因为某个原因 经常发生夫妻生活不协调的状况 迎接他热情的雪碎 一点都没有反应 但是无论他多么的轻柔 也感觉不到妻子的反应 高宫城不认为自己的做法有问题 正当他准备再施点劲的时候 雪碎闷哼了一声 好疼 即使在昏暗中 他也看得出妻子皱着眉头 抱歉 很疼吗 没关系 别介意 可是 没关系 我会忍耐的 高宫城不认为自己的动作 多么具有侵略性 困惑不已 因为他根本什么都没有做 雪碎开始发出原因不明的呻吟 怎么了 我肚子疼 好疼 肚子 就是子宫那边 又来了 对不起 不过没关系 马上就不疼了 不用了 就晚上算了吧 高宫城 高宫城只好捡起掉落在床下的内裤穿上 接着套上了睡衣 想着不是今晚还是 而是今晚也是 最近 总是这样 雪碎也穿上内裤 拾起了睡衣 回到自己的床上 对不起 我到底是怎么了 还是去让医生看看吧 嗯 我会的 只是 只是什么 我听说打过孩子的人 有时候会这样 你是说 子宫会疼吗 嗯 我倒没听说 因为你是男人啊 知道也是 眼见画风不对 高宫城侧身背对着雪碎 盖上了棉被 反应虽然没有了 可欲望却没有消退 既然无法亲热 他希望雪碎 至少用其他的形式来表达爱意 但是雪碎绝不会这么做 高宫城 也很难开口要求 不久 啰泣声传入耳中 高宫城懒得去安慰他 便把脸埋进了棉被 装作没有听见 老英高尔夫练习场 建于规划成棋盘方格状的住宅区中 招牌上写着 全长二百码 备有最新型给球机 绿色的网内侧 小白球不断交织飞舞 这里距离高宫城的公寓 开车大约二十分钟 两个人刚过四点便离家 于四点半抵达 传单上写着 说明会是五点钟开始 果然太早了 我早说晚点再出门就行 高宫城操控着宝马车的方向盘 说道 坐在副驾驶的雪碎会的 我怕会堵车呀 不过可以看看别人打球 说不定能参考参考 外行人练习 看再想有没有帮助 正值高尔夫热潮 又是星期六 客人相当多 停车场几乎客满的状态 也证明了这一点 总算找到了车位 两个人下了车 走向入口 路经一个电话停时 雪碎忽然停下脚步说道 对不起 我可以打个电话吗 说着 他从包里取出了记事本 那我先进去看看 好 说话的时候 雪碎已经拿起了听筒 高尔夫练习场的入口 宽敞明亮 像平价西餐厅一般 穿过玻璃自动门 高宫城来到里边 铺着灰色地毯的大厅里 有好几个无所事事的客人 一进来左边便是前台 两名穿着鲜艳制服的年轻女子 正在招呼客人 不好意思啊 可以麻烦您在这里填上大名吗 有空为我们后安顺序呼叫 正和服务员说话的 是一个看来与运动无缘的 肥胖中年男子 他的身旁放着黑色高尔夫球带 什么 人很多 中年男子面露不悦 是啊 可能要请您等二三十分钟 这没办法 男子不情愿地写下了名字 看来大厅里无事可做的那群人 都是在排队 高宫成再次意识到 所谓的高尔夫热原来是真的 或许是因为无需接待客户吧 他的同事们很少有人打高尔夫球 高宫成走进前台 告诉工作人员 他们要参加高尔夫球课的说明会 一个工作人员笑容可居地回答 我们会广播 请在这里稍后 就在这时 雪碎进来了 一看到高宫成便立刻跑过来 但神情和刚才有些不同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冬夜归无愿助 光合金木之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七十三集 对不起 出了点问题 怎么 店里发生了一点麻烦 我不得不去处理 雪碎咬着嘴唇 她的店星期日公休 星期六 由田村继子与一名打工的女孩打理 现在就要去 高宫成的声音里 已经明显地听出来了不高兴 嗯 高尔夫球课怎么办 你不听说明会了 不好意思 你一个人去好不好 我现在打车回店里 我一个人 真拿你没办法 对不起 雪碎双手核实 你去听听 要是很无聊 就马上回家吧 当然了 真抱歉 那我先走了 雪碎说完 快步走出了大门 目送雪碎的背影离开之后 高宫成再度轻叹了一口气 他设法压抑内心的怒气 因为他知道 任凭怒气蔓延 只会让自己身心俱疲 这种经验 他不知道有过多少次了 高宫成决定 到开设在大厅一角的 高尔夫球用品店逛一逛 店里除了高尔夫球杆用品之外 还陈列着其他小饰品 观看这些 并没有加深他的兴趣 事实上 他对高尔夫球几乎一无所知 顶多只知道基本的规则 以及一般玩家的目标就是破百 但是所谓的破百 究竟是什么样的分数 他完全无法想象 他正在浏览金属球杆 忽然觉得有人在看他 一双负着长裤的女人的腿 尽在咫尺 那个人似乎是面向他站着 他稍微把眼睛往上一抬 正好和那个女人的双眸 撞了个正着 在他惊讶地喊出声之前 有一两秒钟的空白 就在这一刹那 他认出了这名女子 脑袋里想着 他不该在这里啊 但又的确是他 是三则千都流 千都流剪短了头发 整个人的感觉都不同了 但的确是他 三则小姐 你怎么会在这里 来练习高尔夫球 千都流说着 举起了手上的球杆 哦 是这样 明明不痒 高宫成却抓了抓脸颊 高宫先生也是吧 啊 啊 是啊 听到三则千都流 还记得自己的名字 高宫成暗自先洗 你 一个人来 是啊 高宫先生呢 我也是 啊 找个地方坐吧 等候的客人 几乎占据了大厅所有的椅子 幸好靠墙处正好有两个空位 他们在那里坐下 吓了我一跳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对啊 我也是 一时以为自己认错人了 你现在在哪里 我住夏北泽 在新宿的建筑公司做事 还是当派遣人员吗 是的 我记得你和我们公司的合约结束后 说要回扎晃老家的 你记性真好 千都流面带微笑 露出健康的白色牙齿 他的笑容 让高宫成不禁认为 他果真更适合剪短发 结果你没回去 住了一阵子 但很快又回来了 哦 高宫成说着看了看手表 已经四点五十分了 说明会五点就要开始 他有点焦躁 两年前的那个日子 又在他脑海里浮现 和雪碎结婚前一天的 那个晚上 他待在某家酒店的大厅 因为千都流 理应在那里出现 他爱上了千都流 一心认为 即使牺牲一切 也要向千都流表白 那一刻 他深信这个女人 才是他命中注定的 另一半 然而千都流并没有出现 他不知道原因 只知道原来千都流 不是他命运中的另一半 再次相逢 高宫成自知当时的爱意 并没有完全消失 仅仅待在千都流的身边 便让他感到飘飘然 那是一种许久不曾体会的 甜美的亢奋 高宫先生现在住哪里 成成 成成 之前你好像说过 千都流露出了 搜索记忆的眼神 已经两年半了 有孩子了吗 还没 不打算生吗 不是不打算 是生不出来吧 高宫成面露苦笑 哦 这样啊 千都流的表情 显得不知所措 一定是不知道 是否该表示同情 三泽小姐 结婚了吗 没有 还是顾家寡人 哦 有计划吗 高宫成观察着 千都流的表情 千都流笑着摇了摇头 没有对象呀 这样啊 高宫成知道 自己心中 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但同时 他又问另一个自己 就算这个女孩子单身 又能如何呢 你常来这里 一星期一次 我在这里上高尔夫球课 哎 高尔夫球课 是的 从两个月前开始 参加每星期六 下午五点的出学者课程 也就是高宫成 他们准备参加的 那个课程 我也是来参加 同一课程的说明会 啊 这样啊 这里每两个月 招生一次 那么以后 每星期都会见面了 是啊 对于这次邂逅 高宫成心情很复杂 因为血碎也会一起来 他不想让千都流 见到妻子 同时 也不敢向千都流表明 妻子要和自己 一同上课 就在这时 广播在大厅内响起 参加高尔夫球课 说明会的来宾 请到前台集合 那么 我去上课了 千都流拿着球杆站起来 等会儿我去参观 不要了 好丢脸 他皱起鼻子笑了 高宫成回到公寓的时候 血碎的鞋子 已经放在玄关了 室内传来炒菜的声响 他走进客厅 穿着围裙的血碎 正在厨房里做菜 你回来了 好晚啊 血碎一边翻动平底锅 一边大声说 已经过了八点半了 高宫成站在厨房门口问道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大概一个小时之前 我想得回来准备晚餐 就急忙赶回来了 嗯 就快好了 稍等一下 我跟你说 他望着 俐落地坐着色拉的血碎的侧脸说道 今天 我在练习场遇到了以前的朋友 是吗 我不认识的人 嗯 哦 然后呢 因为很久没见 便说一起吃个饭 就在附近的餐厅随便吃了 嗯 血碎的手停了下来 举到脖子附近 我以为你今天也会很晚才回来 因为你店里好像有麻烦 那事很快就解决了 血碎擦了擦脖子 接着露出了无力的笑容 也是 谁叫我老是晚回来呢 抱歉 我本该想办法和你联系 别放在心上 那我还是把饭做好 要饿了 就一起吃吧 好 高尔夫求客怎么样 哦 高工程含混地点了点头 也说不上怎么样 只是说他们排了课程表 换照课程安排一步步交 你还喜欢吗 嗯 这个嘛 该怎么解释呢 高工程盘算 既然三则千都留在那上课 他不想和血碎同去 只好决定放弃那里的课程 问题是怎么说服血碎呢 我跟你说 他还在思索该怎么开口 血碎先说话了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明是我提出来的 现在要反悔实在是过意不去 可状况 实在是有点糟糕 啊 有困难 怎么了 分店不是要开张了吗 我们正在招聘店员 可一直找不到适当的人 你也知道 最近就业市场完全是牢房市场 新人根本不肯来我们这种小店 所以呢 我今天跟记子商量 以后我星期六也尽可能要去上班 我想应该不至于每个星期六都要 这么说 你确定能休息的就只有星期天了 是啊 血虽缩着肩 抬眼看着高工程 显然是怕丈夫生气 但是高工程并没有生气 他的心思完全被别的事情占据了 这样 你不就没法去上高尔夫球课了 是啊 所以 我才向你道歉 是我出的主意 自己却不能去 对不起 血虽双手在身前并拢 深深地低头 你不能去了 嗯 哦 高工程双手抱胸走向沙发 那就没办法了 说着一屁股在沙发上坐下 那我自己去上班 竟然双命会都参加了 你不生气 血虽似乎对丈夫的反应感到意外 不生气 我决定不再为这种事生气 太好了 我还以为又会惹你生气呢 心里正七上八下的 别的问题都还好解决 可是 人手不足实在是没办法 算了 别提这件事了 只是 即便你改变心意 还是想学 也赶不上我那一班了 嗯 我知道 好 高工程拿起桌上的遥控器 打开了电视 把频道转到了棒球赛转播 王真志率领的巨人队 在今年刚刚落成的东京巨弹球场 与中日龙队陷入苦战 但是高工程的眼睛看着电视 心里想的 既不是谁要补上去年退役的投手 江川的空缺 也不是原选手本赛季能不能拿下拳雷打王 他在想 何时才能背着血碎打电话 这天夜里 高工程辗转难眠 一想到与三则千都流的重逢 身体就莫名发热 千都流的笑容在脑海中闪现 千都流的声音在耳边回荡 说明会安排了参观实际教学 他去观看千都流他们在教练的指导下击球 注意到高工程在场的千都流 可能因为太紧张 失误了好几次 每次失误 他都会回头朝高工程吐出粉红色的舌头 说明会结束之后 高工程鼓起了勇气 邀请千都流一起吃饭 我回家后也没得吃 本来就准备再半远吃完再回家 但一个人吃实在没什么意思 他编了这样的借口 三则千都流的神色似乎有些犹豫 但笑着回答 那就由我做陪吧 高工程看在眼里 并不认为千都流是碍于情面 不得不奉陪 一家公司共事的时候 甚至不曾相携进过咖啡馆 高工程的心情十分的放松 不禁觉得他们天生就十分的契合 和千都流在一起 话题便源源不绝地涌现 甚至觉得自己能言善道 千都流不时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见或说几句话 在各家公司辗转来去的他 提及自己的经历时 有一些见识 甚至令高工程都感到惊讶 在用餐的时候 高工程问他 你怎么会想学高尔夫球 为了美容 也没有为什么 一定要说原因 算是为了改变自己吧 有那个必要吗 我常想最好改变一下 不能再过这种 扶贫般随波逐流的生活了 哦 高工先生为什么想学呢 我 面对这个问题 高工程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不敢说是出于妻子的提议 嗯 因为运动不足啊 千都流似乎接受了这个答复 离开餐厅之后 高工程送他回家 千都流曾一度婉拒 但看来并非是出于厌恶 于是高工程再次坚持 他爽快地答应了 不知道千都流是否刻意为之 用餐期间他没有问及高工程的家庭 高工程当然也没有说出 让他意识到血碎存在的话 但是车子开动不久 千都流问道 你太太今天不在家吗 或许是高工程多心 但是他的口气听起来有点不自然 他工作很忙 经常不在家 千都流默默地轻轻地点头 之后再没提起类似的问题 千都流的公寓 位于沿铁路兴建的一座精致漂亮的三层建筑 在下车之前千都流说道 谢谢你 那么下星期见 嗯 不过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不一定会去 当时高工程并不打算报名 哦 你一定很忙 不过 我想我们可以偶尔见个面 我可以打电话给你吗 用餐的时候 他已经问过千都流的电话了 可以啊 那就这样 拜拜 千都流下车时 一股冲动涌上了心头 高工程想抓住他的手 抓住他 把他拉过来 吻他 但这些只停留在想象之中 从后视镜 看到千都流目送着自己 高工程发动了车子 要是告诉他 我要报名上高尔夫球课 他会感到欣喜吗 高工程把头埋在枕头里 心中暗想着 他想早点告诉千都流 因为今晚没有机会打电话 以后每个星期都能见到他 光是这么想 高工程的心就像少年般雀跃不已 下个星期六 真是令人万分期待啊 他翻了一个身 才注意到身旁的床上 传来睡熟的呼吸声 而今晚 高工程丝毫没有拥抱妻子的念头 集合一下 七月的某一天 在公司里 成田召集了一组成员开会 窗外飘着梅雨时节特有的绵绵细雨 空调设定的温度很低 成田依旧把衬衫袖子卷到了胳膊肘上 确认组员到齐之后 成田说道 关于专家系统 系统开发部那边有了新消息 在说话的时候 他的手上拿着一份报告 系统开发部认为 如果数据遭窃 应该是有人以不正当的手段 侵入了专家系统 在持续调查后 终于在前几天发现了 有人侵入的迹象 真的是遭窃了 李高工程大三岁的前辈说道 成田组长降低了音量 去年二月 好像有人利用公司内部的工作站 复制了整个生产技术专家系统 这么做通常会留下记录 但据说那份记录被改写了 所以以前才找不到 那么 把数据带出去的 果然是我们公司的人了 高工程说话的时候 也注意四周 应该是 成田严肃地点了点头 系统开发部说 在进一步调查后 才会决定要不要报警 不过 虽然查出这件事 还是无法确认 那个上市的专家系统 是不是吵析我们的 这件事必须审慎调查 但是 现在可以肯定的 是可能性已经提高了 请问 新进的职员山野举手发问 不一定是公司的人吧 只要趁假日 潜入公司 操作工作站中端机就可以了 还要有用户名和密码呀 其实 关于这一点 山野提的这个问题 系统开发部也考虑过了 成田说话的时候 把声音压得更低了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愿著 光合积木之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七十五集 其实关于这一点 山野提的这个问题 系统开发部也考虑过了 下手的人 一定相当精通电脑 否则想得手也很难 坦白说 这是专业人士考得贵 所以可能先有两种 一种 就是公司有内奸 另一种 就是歹徒通过某种关系 取得了某人的关系 用户名和密码 我想大家都没有认清 这两组记号的重要性 我一样 别人或许 就是看准了这个漏洞 高工程摸了摸 放在长库后代的钱包 他把工作证 放在钱包里 使用工作站终端机 需要的用户名和密码 就抄在工作证的背面 不要把这两组记号 放在别人看得到的地方 高工程还想起 拿到密码时 最近很多啊 尤其以后的时代 信息就是金钱 现在不管哪家公司 都敢用电脑来储存数据 这对于想偷数据的人来说 真是郑重下怀 因为以前的数据 是数量庞大的文件 现在全部都装在一张磁盘里 再加上只要操作几下键盘 就能找到自己需要的部分 原来如此 东西电桩现在用的 基本上只是公司内部的网络吧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公司 可以与外部网络连接 这样心怀不轨的人 便能从外部侵入 可能会发生更严重的案件 在美国 好几年前就开始发生这种事了 他们把擅自侵入别人电脑 搞恶作剧的人 称为黑客 哦 千都流毕竟待过各种不同的公司 这方面的知识非常的丰富 仔细想想 将高工程公司里的专利数据 从微型胶卷改存入计算机的证实它 时间接近下午五点 高工程把空纸杯扔进一旁的垃圾桶 老英高尔夫球练习场的大厅 仍有许多客人排队等候 高工程和千都流始终没有找到空位 只好靠墙站着聊天 对了 后来你练习切球了吗 高工程把话题转移到高尔夫球上 千都流摇了摇头 还是没时间来练习 高工先生呢 我也一样 上星期上过课之后 就没碰过球杆 可高工先生很厉害呀 明明是我先学的 现在你却已经在学更高级的课程了 运动神经好就是不一样 只是刚好抓到了要领 学得稍慢的 最后反而打得更好 你是在安慰我吗 听起来可不怎么让人高兴呢 虽然这么说 千都流却笑得很开心 高工程上高尔夫球课已经快满三个月了 他一次都没有缺席 高尔夫球固然比他想象中有趣 能够见到千都流的喜悦更是数倍于此 练习结束后去哪里 上完课一起用餐 已经成为两个人的习惯了 哪里都行 好久没吃意大利菜了 去吃吧 嗯 千都流应声点头 露出了撒娇般的表情 高工程稍稍留意了一下四周 小声说道 我说 下次我们另找时间出来见面吧 偶尔也想不必在意时间 好好聊聊 他有把握 千都流不会拒绝 关键在于是否会犹豫 毕竟在其他日子碰面 意义完全不同于高尔夫球课后的 一同用餐 我都可以啊 千都流爽快地回答 也许他是故意表现得很爽快 但是他的口气并没有任何的不自然 嘴角也保持着笑容 那么 等我订好日期跟你联系 嗯 如果早点说 我可以调整一下工作 知道了 仅仅是这段短短的对答 便让高工程激动不已 他感觉自己往前跨越了一大步 与千都流约会的日子 定于七月第三个星期五 因为次日是周末 不必着急回家 而且千都流说他 那天可以早点离开公司 还有一件更方便的事 从星期四起 雪碎便要前往意大利 大约一个星期 不过不是去旅行 而是去采购 每隔几个月 雪碎便会去一趟意大利 雪碎出发的前一天 也就是星期三的晚上 高工程回到家 雪碎在客厅摊开行李箱 为旅行做准备 你回来了 雪碎并没有看他 而是面向桌上打开的笔记本 晚餐呢 我做好了奶油灰饭 随便吃吧 你一看就知道 我现在不太方便 说这些话的时候 雪碎仍然没有看丈夫 高工程默默地进了卧室 换上T恤与运动裤 她觉得最近雪碎变了 不久之前 对于无法把高工程照料的 无微不至 雪碎会流着泪反省 而现在 却叫她随便吃 说起话来 语气也很冷淡 一定是事业上的得意 所产生的自信 以这种方式 表现在对丈夫的态度上 但是高工程认为 更重要的原因是 自己也不再要求了 以前亦有什么不满 高工程立刻火猫三丈 但是现在连大声 说话的情形都没有 他只求每天平安度过 高工程自我分析 高工程自我分析 认为他与三泽千都流的重逢 改变了一切 自那天起 他不再关心雪碎 也不再渴望雪碎的关心 所谓情淡一迟 恐怕就是这种情形吧 高工程一回到客厅 雪碎便说 哦 对了 今晚我叫夏美来我们家过夜 这样明天我们一起出门更方便些 夏美 你没见过 从开张就在店里工作的女孩呀 我这次和她一起去 哦 你让她睡哪里 我已经整理好小房间了 你什么都先斩后奏 高工程忍住了这句刻薄的话 夏美在十点多到达 她二十出头 五官清秀 夏美 你该不会打算这身打扮去吧 看到夏美穿着红色T恤和牛仔裤 雪碎问道 哦 我明天会换成套装 这身衣服就收进行李箱 T恤和牛仔裤都不需要 我们不是去玩 不用带去 雪碎的声音很严厉 高工程从未听到妻子用这种语气说话 哦 是 夏美小声地回答 他们在客厅讨论起来 高工程去洗澡 等他从浴室里出来 客厅已空无一人 他们似乎转移了阵地 高工程从客厅的橱柜中取出玻璃杯和苏格兰威士忌 用冰块调了一杯 坐在电视机前 绰掩 他不太喜欢啤酒 想独自小酌时 一定会喝嘉宾的苏格兰威士忌 这也是他每晚的享受 门开了 雪碎走了进来 高工程没有看他 眼睛盯着体育新闻 老公 把电视的声音关小一点 夏美会睡不着 那个房间听不到吧 听得到 正因为听得到才请你把音量调小 这种说法很冲 高工程听了很不高兴 但仍然默默地拿起遥控器 降低了音量 雪碎依然站着 高工程感觉到了雪碎的目光 也察觉到雪碎似乎有话想说 难道是三则迁都流的事吗 高工程的脑海里 突然闪过了这个念头 但这不可能啊 真羡慕你 啊 什么 听雪碎这么说 高工程转头 看向了他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愿著 光合金木之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七十六集 什么 因为你每天可以这样过呀 喝你的酒 看你的职棒报道 这有什么不对 没有说你不对 只是说 很羡慕 雪碎掉头走向卧室 你先别走 你什么意思 你到底想说什么 有话就直说 声音不要这么大 会被听到的 是你着吵的 我问你 你到底想说什么 没有 说完 雪碎转身面对高工程 我是在想 你难道没有梦想 没有报复 不求上金吗 嗯 难道你打算就这样放弃一切努力 不再磨练自己 每天就这样无所事事地老去吗 我只是这样想 高工程的神经 很难不受到这几句话的刺激 他陡然间感到全身发热 你是想说 你有报复 有求上金 你也不会是在装女强人的样子 我可是认真在做 这是谁的 那是我买给你的 我们付了房租呀 而且 你不是用卖掉家里地产的钱买的吗 有什么好骄傲的 高工程站起来 瞪着雪碎 雪碎还以灵力的眼神 我要睡了 明天还要早起 你最好也早点睡 酒别喝过头了 不用你管 那好 晚安 雪碎一边的眉毛挑了一下 消失在了卧室里 高工程在沙发上坐下 抓住酒瓶 往只剩下一小块冰的酒杯里猛到 他喝了一大口 味道比平常新辣 第二天早晨 一觉醒来 高工程便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 他皱着眉头 揉了揉视线模糊的眼睛 他看到雪碎 坐在梳妆台前化妆的背影 他又看了看闹钟 差不多该起床了 可身体却像签一样的重 他想和雪碎说句话 却想不出该说些什么 不知为何 他的身影感觉非常遥远 但是一看到雪碎 映在镜子中的面孔 他不禁觉得奇怪 因为雪碎的一只眼睛上 戴着眼罩 你那是怎么了 涂完口红正在整理化妆包的雪碎 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什么怎么了 你的左眼 为什么戴着眼罩 雪碎缓缓转过身 像能具面具一般 面无表情 因为昨晚的事 高工程没说话 努力想唤起昨晚的记忆 他和雪碎吵了几句 然后多喝了一点酒 到这里他都还记得 但之后发生了什么 却想不起来 只是恍恍惚惚的记得非常困倦 但那之后他完全没了印象 头疼也让他无法回想 我做了什么 昨天晚上我睡了之后 你突然掀开了我的被子 不知道好了什么 就动手打我 什么 高工程睁大了眼睛 我没有 你在说什么 明明就动手了 我的脑袋我的脸 才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完全没印象了 也难怪 你好像醉了 雪碎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 走向门口 等等 高工程叫住了他 我真的不记得了 是吗 我却忘不了 雪碎 高工程试图调整呼吸 脑子中一片混乱 如果我动了手 我向你道歉 对不起 我下星期留回来 雪碎站着 俯视他片刻 说完 便开门离去 高工程 倒回床上 凝视着天花板 试着再度回忆 但他仍然什么都想不起来 在酒吧里 千都柳手上的平底玻璃酒杯里 冰块叮当作响 他的眼睛下缘有些泛红 今天真的很开心 聊了这么多 又吃了好吃的东西 他像唱歌一般 缓缓地左右晃动脑袋 我也开心极了 好久没这么痛快了 高工程一只胳膊肘架在吧台上 身体朝向他 这都要感谢你 今天 真的要谢谢你陪我 这句话要是被别人听见 不免令人脸红 索性酒保并不在旁边 他们在赤板的某家酒店 在法国餐厅用餐之后 两个人来到了这里 应该道谢的人是我 总觉得这几年来的郁闷 一下子全烟消云散了 你有什么郁闷的事吗 当然了 人家也是有很多烦恼的 千都流说着 喝了一口杯中的酒 那个酒的名字叫 新加坡斯利 我呀 高工程摇着 装了支华式的玻璃酒杯 说道 能遇见你 真的很高兴 甚至想感谢上天 这句话可以解释为 大胆的告白 千都流微笑着 微微垂下了眼睛 有件事 我要向你坦白 一听高工程这么说 千都流抬起头来 眼睛有些湿润 大约三年前 我结婚了 但事实上 在结婚典礼前一天 我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到某个地方去了一趟 千都流偏着头 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 我要告诉你 此时的经过 好的 但是 要在我们两人都处的地方 千都流似乎吃了一惊 睁大了眼睛 高工程把右手伸到了他的面前摊开 手信里是一把酒店的房间钥匙 千都流低着头 默不作声 高工程十分明白 千都流心中正在激烈斗争 我刚才说的某个地方 就是公园美景 那天晚上你预定的那家酒店 千都流再度抬起头来 这一次 他的眼圈红了 去房间吧 千都流凝视着高工程的眼睛 轻轻地点了点头 前往酒店房间的路上 高工程告诉自己 这样才对 自己以前走错了路 现在他总算找到了正确的路标 他停在了房门前 把钥匙插进了锁空 在一家律师事务所里 女律师看到了他的委托人 高工学岁 在女律师的眼中 这个委托人是一个脸蛋漂亮的 足以做明星的少妇 然而表情却和其他人一样黯淡 这么说 是您先生要求您和他离婚的了 是的 理由他却不肯明说是吗 只说没法再和您在一起了 是的 您心里有没有怀疑什么 委托人闻听此言 先是显得有些犹豫 然后才说道 他好像喜欢上了别的女人 这是我请人调查的 雪碎说着 从香奈儿包里拿出了几张照片 上面清楚地拍到一对男女 在各种不同的地方约会 男方是头发三七分 一脸勤恳老实相的上班族 女方则是短发的年轻姑娘 两个人看上去显然沉醉在无比的幸福中 您曾经问过您先生这位小姐是谁吗 还没有 我想先跟您谈完再决定 明白了 您有分手的医院吗 有 我想 我们已经无法挽回 以前我就这么想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你有了这种想法 我想 应该是她和这位小姐交往后才开始的 她有时候会冻粗 不过 只是喝醉的时候 真是太过分了 有人知道此事吗 我是说 谁能够作证 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过 不过 有一次刚好我们店里的女孩在我家里过夜 我想 她应该记得 我明白了 女律师一边记录谈话内容 一边心想 如果有了证人 要对方就范就太容易了 那种乍看之下像好好先生 却回家欺凌老婆的纸老虎 是这个女律师最厌恶的类型 我真不敢相信 她竟然会这样对我 她一切明明那么温柔 高宫雪碎用雪白的双手掩住了嘴 开始啜泣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百夜行 东野龟无原著光河积木之作 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七十七集 车子开进老英高尔夫球场的停车场 金枝直似 便皱起了眉头 因为几十个停车位几乎全满了 这泡沫经济不是已经破灭了吗 金枝在最里边的车位上 停好爱车本田续去 从车厢里拉出了高尔夫球带 带上薄薄的一层灰尘 是在房间的角落里放了两年的结果 他在公司前辈的建议下学打高尔夫球 有一段时间相当热衷 但是独立开业后一个人工作 球杆便再也没有离开过球带 并不是因为工作忙碌 而是没有机会上场 他深深地感到 高尔夫球这种运动 实在不适合独来独往的人 老英高尔夫球场的练习场正门 令人联想到平价的商务酒店 走进大门 金枝再度感到不耐烦 大厅里排队等候的玩家 无聊地看着电视 共有将近十个人 虽然他很想改天再来 但凡是假日 状况恐怕也都是如此吧 他无奈地走向了前台排队登记 登记之后 金枝在沙发上坐下 茫然地看着电视 电视里正在转播相扑 是大相扑的下场所 因为时间还早 画面上出现的是石两历史的对战 最近相扑越来越受欢迎 石两和墓内较低级别的比赛 也受到越来越多的相扑迷关注 想必是受到若贵兄弟 贵斗笠 五只海等新兴崛起的影响 尤其是桂花田 在三月场所成为史上最年轻的三赏力士 随即在下场所首日便打败千代富士 成为史上最年轻的金星 两天之后 千代富士又败给了贵斗笠 从而宣告隐退 金枝看着电视 心想时代的确不停地改变 媒体连日报道泡沫经济已经破灭 那些靠股票和地产身价暴涨的人 看到梦想如泡沫般消逝 想必寝室难安 这个国家也许会因此沉淀一点 金枝是如此期待的 花五十亿元买一幅房高的话 便是社会陷入疯狂的证明 只是环市大厅 金枝认为年轻女子的奢华作风 仍然没有改变 不久之前 高尔夫球还是男人的游戏 而且是具有某种地位的成年男子的娱乐 然而最近 高尔夫球场似乎已经被年轻的姑娘们攻占了 事实上 排队等候的玩家有一半是女性 想到这儿 金枝又暗自发笑了 他觉得 自己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把闲置已久的球杆又翻出来的呀 四天前 他接到了学生时代的朋友来店 说与两位公关小姐相约打高尔夫球 问他要不要一同前往 听朋友的说法应该是原本同行的男子无法前去了 想到许久不曾进行像样的运动 金枝便答应了 不过听到有年轻女子同行 让他有所期待 这也是事实 唯一担心的是自己很久没有握球杆了 他想到这里有练习场便过来练习一下 实际上场是两周以后的事 他希望在那之前找回以往的球杆 至少不要在球场上出丑 可能是来的时间还不错 等了三十分钟左右 广播便呼叫他的名字了 在前台接过击打席位的号码牌和出球用的代币 他走进了练习场 他分道的打击席位在一楼右侧 然后他在附近的给球机上投入代币 先拿了两盒球 稍作热身之后 金枝在打击席上就位 因为荒输了许久 他决定从过去拿手的七号铁杆开始 而且不全力挥杆 先练习击球 最初还有些声色 但是感觉慢慢回来了 打完二十球左右 他便能用力挥杆 重心移动得也很顺畅 也掌握到以球杆面的甜蜜点击球的要力 据他目测 铁杆应该打出了一百五六十码远 他很高兴 觉得输于练习也没什么 还算挺能打 想当年 他热衷高尔夫球的时候 曾经请认识的专业教练指导过的 换成五号铁杆打了几球之后 金枝感觉到 斜后方有一道目光 在他前一个打击席打球的男子 正坐在椅子上休息 不过那个人 似乎从刚才就一直在看金枝打球 感觉虽然还不至于不舒服 但是在别人的注视下打球 自然有些别扭 金枝一边换球杆 一边偷偷地瞄了那个男子一眼 那个人很年轻 可能还不到三十岁 金枝微偏着头 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 再偷偷看几眼 果然没错 有印象 他们一定在哪里见过 但是就这个男子的模样来看 他似乎不认得金枝 还没有回想起来 金枝便练习起了三号铁杆 不久前面的男子开始打了 球技相当高明 姿势也很潇洒 那个男子用的虽然是一号木杆 但打出的球 仍然直扑二百马以外的网 男子的脸稍微偏右的时候 露出了脖子后面并排的两颗痣 金枝健壮差点失声惊呼 他突然想起这个男子是谁了 他是高工程 在东西店中诸事会是专利部工作 对呀 这下一切都说得通了 在这里遇到高工程 完全不是偶然 想练习高尔夫球的时候 立刻想起这家练习场 那就是因为三年前的那件案子 他就是在那时认识了高工程 难怪高工程不认得他 这是理所当然的 不知道事情后来怎么样了 他现在人和那女子来往吗 三号铁杆怎么打都打不好 金枝决定稍事休息 在自动售货机买了可乐 坐下来看高工程打球 高工程正在练习批球 看来目标是五十马之前的那面棋子 高工程轻挥球杆 打出去的球轻轻上抛落在了棋子旁边 真是好伸手啊 或许是感觉到有人在看 高工程回过头来 金枝转过视线把罐装可乐送到嘴边 高工程走进了金枝 那是柏朗宁吧 金枝一了一声抬起头来 那根铁杆是不是柏朗宁的 高工程指着金枝的球带 好像是 我也不太清楚 那是他在随意逛一家高尔夫球店时 一时冲动购物的结果 店主推荐了这只球杆 店主在长篇大论地说明球杆的优点之后 还说最适合像你这种体格稍瘦的人 但是金枝决定购买并不是因为相信店主的说法 而是喜欢这个制造商的名称 他有一段时间对枪支相当着迷 可以借看一下吗 请 高工程抽出了五号铁杆 我有个朋友球技突飞猛进 用的就是这个牌子 不过应该是你朋友球技好吧 可他是换了铁杆后突然变好的 所以我想或许应该找一只适合自己的球杆 不过你已经很厉害了 哪里 当真上场就不行了 说着高工程摆好姿势 轻轻地挥了挥 嗯 握把细了点 要不要打打看 可以吗 请 那我就不客气了 高工程拿着球杆进入打击系 开始一球两球地打 转速极快的球以冲天之势往上飞 漂亮 金枝并不是在恭维 感觉很棒 你一起尽量打吧 我要用木杆练习 是吗 谢谢 高工程再度挥杆 几乎没有失误 这并不是球杆的功劳 而是因为他的姿势正确 高尔夫球教室 果然没有摆上啊 是的 高工程曾经在这里的高尔夫球教室上课 还和此处的女学员交往 稍作思索 金枝便想起了那名女学员的名字 三则千都流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冬夜归无原著 光河积木之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第七十八集 三年前 金枝直四 在东京综合研究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专门承办调查企业或个人信息 在全国各地拥有十七家事务所 金枝服务于暮黑事务所 公司的特点 在于委托人多半是企业 委托内容包罗万象 从调查潜在合作企业的业绩和运营状况 到是否有猎头公司 对自己的员工展开挖角行动等等 不一而阻 也有委托案 是调查年轻的社长 与哪个女职员有染的 后来查明 这个公司隶属于董事会的四名女职员 全部遭到了那个年轻社长的染指 负责调查的金枝这些人也不由得苦笑 那个自称东西电庄诸事会社相关人士的男子 委托的事务也颇为奇特 他希望调查某家公司的一种产品 公司是一家叫Memorix的软件开发公司 产品则是该公司正强力促销的金属加工专家系统软件 换句话说 这件委托案是调查该软件的研发过程 以及主要研发者的简历和人际关系的 至于调查的目的 委托人并没有详细说明 但是从他的言谈中隐约可以窥知一二 东西电庄似乎认定 该软件窃自他们内部自行研发的系统 但是仅仅通过产品比较难以证明 因此想找出软件的盗用者 委托人认为 要窃取东西电庄的软件 必须要有内部共犯 只要调查Memorix研发的负责人 便可以找出与东西电庄之间的交叉点 那时 穆黑事务所约有二十名调查员 其中半数被指派进行此项工作 金枝也在其中 展开调查大约两周之后 他们便掌握了Memorix的概况 这个公司成立于1984年 由曾任程序设计师的安希彻担任社长 包括兼职者在内 共有12名系统程序设计师 主要是接受客户委托 进行各种程序的研发 以此追求企业成长 该公司研发的金属加工专家系统 的确有许多疑点 其中最主要的是 与金属加工相关的 庞大技术与资料的来源 他们对外宣称 进行软件研发时 曾与某中间金属材料制造商 进行技术合作 但金枝等人详细调查的结果显示 软件早已研发完成 那家金属材料制造商 只是进行确认 最可能的情况 便是盗用过去往来客户的数据 Memorix曾与多家公司合作 有机会接触各方技术信息 其中自然包含金属加工的相关资料 然而这样的可能性毕竟极低 因为Memorix就信息管理方面 与客户签有数份规范详尽的合约 如果Memorix的员工未经许可 擅自把资料带出泄露 一经发现公司必须赔偿巨额罚金 因此东西电装的软件被窃是合理的推测 Memorix与东西电装完全没有联系 而且东西电装的软件从未离开过公司 即使软件内容有极大相似之处 Memorix仍然可以声称纯属偶然 深度调查之后 终于锁定了一名男子 这个男子的头衔是Memorix的主任研发员 叫邱吉雄一 邱吉雄一于1986年进入Memorix 他一加入 Memorix便突然展开了金属加工专家系统的研究 第二年研发工作已经初步完成 速度之快超乎常理 这样的研究一般再短也需要三年 莫非邱吉雄一带着金属加工专家系统的 基础数据投效了Memorix吗 这是金之等人的推论 然而对于邱吉这个人 他们的调查却不得要领 邱吉住在丰岛区的出租公寓 但没有在此区入籍 金之等人通过公寓管理公司 调查邱吉入住前的地址 没想到竟然在鸣鼓屋 调查员立刻前往 却只见一栋如烟囱一般高耸的大楼昂然挺立 调查员在附近打听 但始终无法问到 该大楼动工前 是否曾有姓邱吉的人在此居住 像区公所查询的结果也一样 邱吉雄一的户籍并不在此 此外邱吉租屋的时候填写的保证人住在鸣鼓屋 但是这个人的住处也是空无一人 邱吉究竟是何许人也 为了查明这一点 他们进行了最基础的调查 也就是继续监视 他们趁邱吉不在的时候 在他封岛区的公寓设置了两部窃听器 一个窃听室内 一个听电话 同时寄给他的邮件 除了挂号与现实专递之外 几乎全部拆封查看 然后再重新封好放回信箱 当然用这类手法获得的资料 无法用来对簿公堂 但此时查明他的身份为第一优先 邱吉似乎只在公司与住宅间来去 没人造访他的住处 也没有值得调查的电话 或者说几乎连电话都没有 这个人活着到底有什么乐趣 简直孤独地要命 和金之童组的男子 曾经望着镜头里的房间窗户这么说 那个时候他们正坐在伪装城 干洗电货车的箱形车里 摄像头设在车顶 或许他是在逃命 才隐姓埋名 比如杀了人之类 他的搭档笑了 金之也笑着回答 可能吧 不久他们查诸邱吉至少与一个人联系 有一次邱吉待在屋子里 忽然传来了一阵刺耳的电子音 原来是床户 金之紧绷了神经 把注意力集中在耳机上 以为邱吉会打电话 然而邱吉却离开了房间 静止走出公寓大楼 金之他们急忙尾随其后 邱吉在烟酒店外的公共电话前 停下了脚步 拨打电话 面无表情地说了些什么 谈话期间也不忘注意四周 所以金之他们无法靠近 这种情况发生了好几次 传呼响了之后 邱吉一定会外出打电话 因为他绝不使用室内的电话 金之也曾经以为 邱吉发现了窃听器 但如果真是这样 他应该会拆掉窃听器啊 他恐怕是养成了 凡是重要电话 都使用公共电话的习惯 而且纵使拨打公共电话 也绝不固定在一个地方 而是每次更换不同的场所 防范相当彻底 那么是谁拨打他的传呼呢 这是当时最大的谜 但是这个谜还没有解开 事情便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因为邱吉采取了令人不解的行动 先是某个星期四 邱吉难得地在下班后来到了新宿 其实这不叫难得 因为根本是金之一行展开调查以来的第一次 邱吉进入新宿车站西口旁的咖啡厅 在那里邱吉与一个男子碰了面 这个男子大概四十五岁 身材瘦小 面无表情 心思难测 金之第一眼看到那个人 心中便生起了一阵不安 邱吉从这个男子手里接过了一个大信封 确认之后像交换一般又递给了那个男子一个小信封 男子抽出信封里的东西是现金 男子迅速点数之后塞进了外套的内袋 再拿出一张纸给邱吉 金之估计那一定是收据 接着邱吉与这个男子交谈了几分钟 同时站起身来 金之与搭档分头跟踪 金之跟着邱吉 发现邱吉直接回到了住处 搭档跟踪的那个人 后来经过调查 乃是一个在东京都内开设事务所的侦探社的社长 虽然名为社长 其实他只有一个由妻子兼任助手的员工 果然不出所料 金之并不意外 因为那名男子身上有一股同行特有的气息 他们想知道邱吉通过侦探在调查什么 如果是与东京综合研究有关联的侦探社并非无法可想 但邱吉雇用的是以自由工作者身份营业的人 如果接触的时候稍有不慎 被人探出了底 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决定暂时继续锁定邱吉 一个周六 秋吉再度行动 金之等人照例监视公寓 只见秋吉穿着运动衫与牛仔裤 一身休闲打扮 金之与搭档一同跟踪 秋吉的背影散发出一股不寻常的气息 金之有一种预感 感觉这不是单纯的外出 秋吉换了电车 在夏北泽车站下车 他不时以锐利的眼神扫视四周 但似乎并没有发现自己已经被跟踪 他在车站附近走动 手上拿着一张小纸条 不时地查看门牌标志 金之推测 他在找某户人家 过了不久 秋吉停下脚步 地点是铁道旁 一栋三层楼的小型建筑前 看来是供单身人士居住的 套房式公寓 秋吉并没有踏入那栋公寓 而是进入到了对面的咖啡馆 金之犹豫片刻之后 要同行的搭档进入咖啡馆 他估计秋吉可能与人相约在此 他自己则到附近的书店等候 一个小时之后 搭档独自从咖啡馆出来 他不是约了人 是在监视 一定是在监视住在那里面的人 他朝对面的公寓扬里扬下巴 金之想起之前的侦探 秋吉难道在请人调查住在这里的人吗 那我们只好继续待在这里了 没错 金之叹了一口气 寻找公共电话 请事务所开车过来 但是车还没到 秋吉便离开了咖啡馆 金之往公寓看去 一个年轻女子正往车站走去 手里拿着高尔夫球带 秋吉就跟在这个女子的十几米的后面 而金之他们两人 则尾随在秋吉的后面 多人有声句《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远助》 《光河积木之作》 新经典《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第七十九集 女子的目的地 是老英高尔夫球练习场 秋吉也进入到场内 这一次 换金之跟了进去 金之继续观察 发现女子参加了高尔夫球教室 秋吉仿佛确认一般 目送她进去之后 拿了一张高尔夫球教室的 简介便离开了 当天 她并没有再次前往练习场 金之等人对女子展开调查 立刻查明了 那个女子的身份 她叫三泽千都留 服务于人才派遣公司 金之等人向该公司查询 得知她曾被派遣到东西店庄 于是 秋吉与东西店庄总算连起来了 金之等人乘胜追击 继续锁定秋吉 深知秋吉迟早会与三泽千都留接触 然而事情却往意外的方向发展 一段时间 均没有异动的秋吉 于一个星期六 再度前往老英高尔夫球场练习 时间正是三泽千都留参加的 高尔夫球教室开始前 秋吉并没有接近三泽 照样在暗地里监视 不久 三泽千都留与一个男子比邻而坐 亲密地交谈起来 宛如情侣 至此 秋吉离开了练习场 他的目的仿佛就是亲眼确认这一幕 就结果而言 这是秋吉最后一次接近三泽千都留 之后他再也不曾前往老英高尔夫球场了 金之等人调查了与三泽千都留 言谈甚欢的男子 男子名叫高宫成 是东西店庄的员工 隶属专利部 他们认为其中必有蹊跷 便调查了两个人的关系 以及与秋吉之间的关联 然而调查的结果 并未发现任何与盗用软件相关的线索 唯一的收获是 已婚的高宫成 似乎与三泽千都留 发生了婚外情 过了不久 委托人便提出了终止调查的请求 这也难怪 调查费用不断增加 却得不到丝毫有用的情报 东京综合研究 交给委托人厚厚的一答报告 但对方如何运用不得而知 金之猜想 多半是直接送进粉碎机了 在老鹰高尔夫球场 不寻常的金属声让金之回过神来 一抬头 只见高宫成一脸错愕地站着 高宫成看着手上的球杆 嘴巴张得老大 球杆的前端整个断了 啊 断了 金之看看四周 杆头落在高宫成前方约三米的地方 四周的人也发现异样 纷纷停下来看着高宫成 金之走上前 捡起了断裂的杆头 啊 真对不起 怎么会这样 高宫成握着失去杆头的球杆 不知如何是好 脸色都发青了 怕是所谓的金属疲劳吧 这杆子之前被我用得很凶 真的很抱歉 我认为我的打法没错 这我知道 一定是我以前没打好 今天才这样的 就算是我来打也会断的 请别放在心上 倒是你有没有受伤啊 没有 我没事 那想让我赔 球杆毕竟是我打断的 不必不必 反正本来迟早会断 要让你赔 我才不好意思呢 可这样我过意不去 更何况 赔偿也不是我自掏药包 我有保险 保险 是 我买了高尔夫玩家保险 只要办好手续 应该可以获得全额利赔 可这是我的球杆 保险 应该不能用吧 应该可以 我去问问这里的高尔夫球用品店 高宫成拿着折断的球杆走向大厅 金只跟在后面 高尔夫球用品店位于大厅的一角 高宫成似乎是熟客 脸孔晒得有黑的店员 一看到他便打招呼 高宫成出示了断裂的球杆 说明了缘由 店员立刻说道 哦 没问题 保险会理赔 申请保险金需要损坏地点的证明 损坏球杆的照片和修理费清单 至于球杆是否为本人所有 无法证明 相关文件有我们准备 麻烦高宫先生与保险公司联络 麻烦了 请问修好球杆大概要几天 哦 这个 必须先找到同样的杆身 可能要两个星期左右 两个星期 高宫成为难地回头 看着金芝 可以吗 可以 没问题 金芝笑着回答 如果要花上两个星期 可能赶不上球场之约 但他并不认为 少一根球杆 会对成绩造成什么影响 他也不想再让高宫成过一步去 金芝他们当场便委托修理 随即离开了用品店 啊 阿成 两个人正准备 再度前往练习场 有人叫住了高宫成 一看来人金芝不由得紧闭了嘴巴 他认的那张脸 是三则千都流 而三则千都流的后边 站着一个高个子男子 这个人金芝不认识 哦 练习结束了 还没 发生了一点小意外 给这位先生造成不少麻烦 高宫成把事情告诉两个人 听着听着 千都流线出了担忧的神色 他向金芝鞠躬道歉 原来是这样啊 真是对不起 向您借球肝已经够厚脸皮了 竟然还折断 哪里 真的没关系 金芝连忙摇手 向高宫成问道 啊 这位是尊夫人吗 哦 是啊 高宫成显得有点难为情 这么说 外遇修成争果了 天底下果真无奇不有啊 千都流身后的男子问 没有人受伤吗 最大事不用担心 哦 对了 忘了给你我的名片 高宫成从长库的口袋里 取出皮夹 拿出名片递给金芝 你姓高宫 啊 姓惠姓惠 金芝也取出皮夹 他也习惯把名片放在那里 但一时间他犹豫了 不知道该给他哪一张 他随身携带着好几种名片 每一张的姓名和头衔都不同 他最终决定 给高宫成真正的名片 这个时候用假名片毫无意义了 而且谁也不能断定 高宫成他们将来会不会成为他的顾客 看了金芝的名片 高宫成一脸的不可思议 哦 原来是侦探事务所呀 若有什么需要 请务必光顾 比如说调查外遇 是啊 当然 这类业务最多了 千都刘嘻嘻一笑 对高宫成说道 那这张名片 最好还是交给我保管了 也行 高宫成也逗趣地笑着回答 金芝也想对千都流说 尤其是你现在这个时期最危险 你最好要小心一点 因为此刻 千都流的下腹部 已经高高地隆起了 金芝直寺的事务所兼住处 位于西新宿 在一栋面对小路建筑的五层建筑的二楼 大楼旁边就有公交车站 从新宿车站到这里只要几分钟 但是这对客人来说并不见得方便 每次在电话里说出路径 客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发出犹豫的沉吟 为了说服客人大驾光临 金芝往往是好话说尽 但是每次电话一挂 疲倦感总是如浪潮一般的席卷而来 他也知道 搬到车站旁更加有力 委托人在前往侦探事务所的路上 多半抱着种种烦恼疑惑 极有可能在搭公交车的那几分钟改变心意 决定放弃 但是随着地价高涨 房租也跟着走高 金芝实在不想为了租一间小小的办公室 每个月付出令人择舌的大把钞票 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 房租贵调查费也会随之水涨船高啊 尽可能地以合理的收费 为委托人服务 这是金芝创业的宗旨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龟无原著 光河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第八十集 小种一城 把电话打到了金芝直四的事务所间住处 这是七月将至的一个星期三 窗外飘着丝丝的细雨 金芝已经死了心 以为那天不会有客人了 一听到来电人是小种 金芝的直觉顿时告诉他 有声音上门了 因为委托人的声音 会有一种独特的语气 果然 对方表示有些私事想谈 询问是否方便 现在前来拜访 我等你 挂掉电话 金芝歪着头思寸 小种一城应该未婚 这么说 或许不是一般的外遇调查 而且 他看起来也不像是 发现情人异常时 会委托他人调查的人 与高宫城 在高尔夫球练习场 偶遇的那一天 站在成为高宫妻子的 千都留身后的 便是小种一城 那一天 他们三个人相约用餐 约在高尔夫球练习场碰面 金芝自然不可能参与 他们的聚会 不过在练习场的大厅 喝着纸杯装的素容咖啡时 倒是和三个人相谈甚欢 小种便是那个时候 递给他名片的 后来 金芝在高尔夫球练习场 和他再次碰面 小种的高尔夫球艺也是颇高 他们曾略微提及金芝的工作 小种看似不在意 但或许 当时他的内心 已经有所盘算了 金芝抽出了一根万宝路 用一次性打火机点着 双脚往文件乱堆的办公桌上一翘 靠在椅子上吞云吐雾一番 灰白色的烟 在微暗的天花板上飘荡 小种医成并不是一般的上班族 他的伯父是小种药品的社长 他是未来的领导层 这么一来 他要委托的调查 很可能与产业有关 想到这里 金芝感到全身血流加速 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金芝是在两年前 辞掉了东京综合研究的工作 自立门户 他厌倦了被当成廉价劳工剥削 有了单枪匹马闯天下的自信 也建立起了各方的人脉 事实上 他的营业状况还是不错的 委托工作相当稳定 要养活自己不成问题 他还有了一小笔积蓄 也有一个月享受一次 高尔夫球的宽裕 但是他现在就是缺乏成就感 他目前的工作 多半是外遇调查 认知于东京综合研究时 还常接触的产业调查 现在可以说已经绝缘了 他每天都为追查男人与女人的 爱恨情仇奔波 但是他并不讨厌这种情况 只是发现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 随时绷紧神经 从前他一度想当警察 甚至考进了警校 警校毫无意义的严谨纪律令他心生反感 他便中途退学了 这是他二十来岁时候的事 后来他打过林工 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 东京综合研究招聘职员的广告 既然当不了警察 那就当侦探也好 他以这种半开玩笑的心情 接受了面试 虽然被录取 但是一开始是攻读生待遇 过了半年才成为正式职员 当上调查员 他发现自己极为适合这一行 这份工作完全不像影视中的 私家侦探那般精彩 只是一味地反复着 孤独而单调的工作 因为不具备警察的权利 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 躺而皇之地进去 此外 他们负有保守委托人秘密的义务 尽最大的可能不留下调查痕迹 同时不能有任何遗漏 而历经千辛万苦 得到梦寐以求的资料时 那种喜悦与成就感 是从别的地方体会不到的 或许可以找回那种亢奋 接到小种的电话 金枝还怀着这样的期待 他有不错的预感 但是他摇着摇头 在烟灰缸里把烟凝灭了 算了吧 期待越高之后越失望 想必要是吊杀女人的品行 十只八就错不了 说着他站起身来 准备泡咖啡 墙上的时钟指着两点 小种一程于两点二十分抵达 他穿着浅灰色西装 尽管下着雨 发型仍然一丝不乱 看起来比在高尔夫球练习场时 还大上五岁 哼 这就是精英分子的气派吧 在椅子上坐下之后 小种说道 最近 很少在练习场碰面啊 没有上球场 就不禁散漫了起来 金枝一边端出咖啡一边说 自从上次和公关小姐去打球之后 他只去过练习场一次 还是为了去拿修理好的五号铁杆 顺便练习 下次一起去吧 有好几个球场可以带朋友去的 真不错 请务必要找我啊 那么 也找高宫一起去吧 说完 小种把咖啡杯端到了嘴边 金枝发现 他的姿势和口吻出现了 委托人特有的不自然 小种放下咖啡杯 吐了一口气才开口 其实 我要拜托你的 是一件不太合常理的事 金枝点了点头 来这里的客人 大多都认为自己的委托不合常理 什么事 是关于 某个女子 我希望你帮忙调查一个女子 金枝略敢失望 果然是女人的问题 是 小种先生的女友 不 这女子和我没有直接关系 小种把手伸进西装外套的内袋 取出了一张照片放在桌上 就是她 我看一下 金枝伸手拿起来 照片里是一个美丽女子 似乎是在某豪宅前拍摄的 那个女子穿着外套 季节应该是冬天 那是一件白色皮草 那女子朝着镜头微笑的表情极为自然 即使说是专业模特 也不足为奇 真是个美人 我堂兄正在和他交往 堂兄 这么说是小种社长的 儿子 现在担任常务董事 他今年贵更啊 四十五吧 金枝耸了耸肩膀 这个年龄当上大制药公司的常务董事 一般上班族是根本无法企及的 应该有夫人吧 现在没有 六年前因为空难去世了 空难 日航客机坠落实时那次 啊 原来你唐嫂搭了那班飞机啊 真是令人遗憾啊 还有其他亲人顽固吗 没有 搭成那班飞机的亲人只有他 没有孩子 有两个 你男一女 幸好这两个孩子 当时没有搭那班飞机 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是啊 金枝再度看向照片中的女子 那双微微上扬的大眼睛 令人联想到猫咪 既然夫人已经过世 你唐兄和人交往应该没有问题吧 当然 身为亲戚 我也希望他尽快找到好对象 毕竟不久的将来 他便要肩负起我们整个公司 这么说 金枝的指尖 在照片旁咚咚的敲着 是这女子有问题了 小种调整了一下坐姿 身体前倾 老实说 正是如此 金枝再度拿起照片 里边的女子越看越美 肌肤看上去如瓷器一般洁白光滑 怎么说 如果方便 可以请教一下吗 其实 这女子结过婚 哦 不过这当然不成问题 问题是 与她结婚的人 是谁 金枝忍不住压低了声音 小种缓缓地做了一个深呼吸之后 才说道 那人你也认识 啊 高宫 什么 金枝陡然挺直了背脊 直直地盯着小种 你说的高宫 就是那位高宫先生 正是高宫成 他是他前妻 这真是 太 太令人惊讶了 金枝看着照片 摇了摇头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第八十一集 这真是 太令人惊讶了 可不是 小种露出了一丝苦笑 以前我好像提过 我和高宫 在大学都参加了社交舞社 照片里的女子 是和我们联合练习的 女子大学 社交舞社的社员 她们就是因此而认识 交往 结婚的 什么时候离得婚 1988年 三年前 离婚 是因为迁都刘小姐 想起我并没有听说 不过 我想应该是吧 小种的嘴角 微妙地扭曲了 金枝双手盘在胸前 回想起 三年前的情况 这么说 他们停止调查后不久 高宫就与妻子离异了 高宫先生的前妻 正与你堂兄交往 嗯 是的 这是偶然吗 我的意思是说 你堂兄是在你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遇见高宫先生的前妻 开始交往 开始交往的吗 不 也不能说是偶然 现在想来 算是我把堂兄介绍给他认识 怎么 我带 我带堂兄去了他店里 店 一家位于南青山的精品店 这个叫唐泽雪碎的女子 与高宫离婚前 便开了好几家精品店 当时我从未去过 但他与高宫离婚后不久 我受到精品店特办会的邀请函 才首次光顾 啊 至于原因 是高宫拜托我的 他们虽然离婚了 但曾是枕边人的女人要独立生活 高宫似乎是想暗地里为他出一点力 离婚的原因好像出在他身上 所以 也有点补偿的意味在内 金芝点了点头 这种情形很常见 每次听到这种事 他都深深感到男人真是心软的动 偶尔甚至有些男人 即使离婚起因于妻子 分手之后仍然希望为前妻尽力 反观女人 分手后对男人往往不闻不问 就算错在自己也一样 我对堂子多少也有些关心 所以决定亲自去看看他过得好不好 我跟我堂兄提起这件事 他说要跟我一起去 理由是想找时髦一点的休闲服 我们于是一同前往 命运的借后就这样发生了 看来似乎如此 我完全没有注意到 堂兄康晴强烈地受到堂子血碎的吸引 事后 小种康晴也坦然承认 说来难为情 但我对他真的一见钟情啊 甚至表明 非情默契 他不知道这位堂子血碎 是你好友的前妻吗 知道 第一次带他去精品店之前 我就告诉了他 即使如此 仍然爱上他 是 他本就是个很热情的人 一旦栽进去 任谁也拉不回 我之前全然不知 不过 听说我带他去之后 他三天两头往他的精品店跑 女佣抱怨家里多了好些衣服 我堂兄根本也不穿 小种的话 让金之忍俊不禁 我可以想象 那真是不得了啊 那么 你堂兄的努力追求有结果了 你刚才说 他们已经在交往了 嗯 我堂兄想和他结婚 但听说女方 不肯给明确的答复 似乎是因为年龄的差距 再加上 有孩子 让他犹豫不决 的确 也或许是因为第一次婚姻失败 让他更加慎重吧 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也许吧 那么 金之放开盘在胸前的双手 放在桌子上 要调查这女子的哪一部分 照刚才的描述 你对这位堂子雪碎 似乎已经相当了解了 啊 其实不然 老实说 他全身上下充满了谜团 与你不相干的人 充满了谜团也很自然 不是吗 小种却缓缓地摇了摇头 嗯 问题在于 谜团的兴致 兴致 小种拿起 唐泽雪碎的照片 我认为如果 我堂兄能够真的得到幸福 跟他结婚也无妨 虽然他是我好友的前妻 的确 让我有点排斥 但我想通了就会习惯 只是 他把照片转向金之 继续说 看着他 总会感到一种莫名的诡异 我实在不认为他只是个坚强的女子 这世上有哪个女子 只是坚强呢 唐泽这个人 乍看之下就会让人这么认为 无论如何艰辛困苦 他都咬牙忍耐 拼命露出笑容 他就是给人这种印象 我堂兄也说 他之所以受到吸引 不仅是因为他的美貌 你是因为来自内在的光辉 你是说 他的光辉是假的 就是希望你调查这一点 很难哪 有什么具体的理由 让你怀疑他 金之这么一问 小种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 才又抬起头来 哟 什么 钱 金之王以背靠去 再次望着小种 怎么说 小种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这一点高宫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的资产 似乎有很多是不透明的 就拿开设精品店来说 高宫说他完全没有给予自主 据说唐泽当时对股票非常热衷 但一个外行的投资人 不可能在短期内赚那么多钱 是因为 娘家有钱吗 小种摇着摇头 嗯 赵高宫的说法显然不是 听说 唐泽的母亲是交查到的 加上年金 只能勉强度日 金只点点头 他开始产生兴趣了 小种先生 你心里有什么疑虑 你认为这位唐泽血碎 背后有金主吗 我不知道 结了婚仍与金主维持关系 这实在说不通 但我认为 他背地里一定有鬼 背地里啊 金只伸出小指 挠了挠鼻翼 还有一件事饶起 什么事 每个和他有密切关系的人 小种压低了音量 都遭遇了某种形式的不幸 金只回视他的脸 不会吧 高宫便是一个 虽然他现在跟千都流结了婚 过得很幸福 但我想离婚 毕竟是一种不幸的事 但原因 不是出在他身上吗 表明上是这样 但真相就不见得了呀 好吧 其他遭遇不幸的人呢 我以前的女朋友 说完 小种的双唇紧紧地抿上了 金只喝了一口咖啡 咖啡已经有些凉 只剩微温了 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方便告诉我的话 那是一件很惨痛的遭遇 对女性而言 非常不幸 这件事导致我们分手 所以 我也是遭遇不幸的人之一 大街上 金只把脏脏的本田续曲 停在了距离雪碎的精品店 稍远的路旁 若是被看穿了 连换新车的余力都没有 特地向小种借的 高级西装和手表 也就失去了意义了 金只和监缘惠里边说边想 向雪碎的店里走 监缘惠里是在金只事务所旁 一家居酒屋工作的女孩 白天她在专科学校上课 金只也不清楚她在学些什么 不过这个女孩值得信赖 遇到最好需要协伴同行的场面 金只有时会付钱 请她来帮忙 而惠里似乎也喜欢帮金只工作 此刻走在她身旁的监缘惠里 已经把她最好的一件衣服 穿在了身上 我问你 真的什么都不给我买吗 连便宜的也不行 我想那里 没这么便宜的东西吧 恐怕每件东西的标价呀 都会吓得你眼珠子掉下来 那要是我想要怎么办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钱买啊 那就不干我事了 什么嘛 小气 别抱怨了 都说了会付你终点费了 两个人来到精品店 R&Y的门前 精品店的门面全是透明玻璃 从外头看 只见店内摆满了各式女装和饰品 惠里不禁发出了一声赞叹 哇 果然每一件看起来都贵得要命 小心你的用词 金只用肘轻轻地顶了顶惠里的侧腰 金只和惠里打开玻璃门 走进了血碎的店里 多人有声剧白夜情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情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八十二集 店里空调的温度恰到好处 空气中弥漫着香水的味道 却不流于低俗 欢迎光临 一个年轻女子从后方出现 她穿着白色套装 露出空姐般的职业笑容 这个女子并不是唐泽血碎 啊 B姓监元 我们预约了 听金只这么说 女子行礼说道 监元先生您好 我们正在等候您 和惠里一起行动的时候 金只尽可能用 监元这个姓氏 因为如果用别的 有时惠里会反应不及 白衣女子问道 今天您要找什么样的衣服呢 适合她的 夏天到秋天都可以穿的 要有型 但不要太花生 穿出去上班也不会太惹眼 她刚入社会 要是太出风头 她会被欺负 好的 白衣女子点头 表示明白 我们有衣服 正好符合你的要求 我现在就去拿 女子转身的同时 惠里也转向金只 金只轻轻地 向她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里边出现了 另一个人 金只看向那个方向 唐泽雪碎 像穿梭于衣饰间一般 缓缓地向他们靠近 露出微笑 那笑容一点都不做作 因为她的眼中 同样流露出的 满是温柔的光 结成款待来电顾客的真诚 像光韵一般 自雪碎的全身散发出来 欢迎光临 雪碎微微地点着头 她的视线 没有离开过金只和惠里 金只也默默地 朝她点头 您是坚元先生吧 听说是小种先生 介绍您来的 是 预约的时候 对方已经问过介绍人了 雪碎微偏着头问道 您是小种 一成先生的朋友 是 点头应答之后 金只心中暗详 为什么她提起的是一成 而不是康晴呢 今天是为夫人职装 不 是我侄女 她刚进职场 我还没送礼物呢 金只笑着摇了摇手 原来是这样啊 我太冒失了 雪碎微笑着垂下长长的睫毛 这时刘海飘然落在脸上 雪碎伸出无名指撩了起来 这个动作着实优雅 金只不禁想起了外国老电影里的贵族女子 唐泽雪碎应该刚满二十九岁 这么年轻 她是如何培养出这种气质的呢 金只感到不可思议 她现在能够了解小种康晴对她一见钟情的心境了 但凡男人 大概没有人能不受她的吸引 白衣女子拿出了好几件衣服 向惠里介绍 询问惠里的意见 需要什么尽管说 选适合你的衣服 惠里转身向着她 挑了挑眉毛 露出别有深意的笑容 眼神分明是在说 你根本就不肯给我买 还说什么呀 小种先生还好吗 好 还是一样忙啊 不好意思 方便请教你和小种先生的关系吗 我们是朋友 高尔夫球办 高尔夫球 雪碎点了点头 那双性眼的视线 落在了金只的手腕上 好棒的手表 金只用右手遮住了手表 别人送的 雪碎再度点头 但金只觉得 雪碎脸上浮现的微笑 改变了 一时之间 金只还以为是露了马脚 被雪碎看出了这只手表 是向小种借的 小种在出界的时候 我曾经告诉过金只 别担心 我没在他面前带过这只表 不可能露出马脚的 金只环视着店内说道 你这家店真是不错 要背齐这么多一流商品 想必需要相当的经营管理能力 你还这么年轻 真了不起 谢谢您的称赞 但是我们还是无法完全满足顾客的需求 还是得继续努力 你太谦虚了 是真的 你要喝点冷饮吗 冰咖啡或者冰红茶 也有热饮 那么请给我咖啡 热的 好的 请您在那边稍等 我马上就送过来 雪碎指向放置沙发和桌子的角落 金只在一张看似 意大利质的猫腿式沙发上坐下 桌子兼坐陈列架 玻璃桌面下 精心布置着项链手环等饰品 上面没有标价 但想必是商品 目的显然是在客人稍事休息时 吸引他们的目光 金只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了万宝路与打火机 这个打火机也是向小种借的 点着了火 让整个肺里吸满了烟 金只感觉紧绷的神经 缓缓地松弛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 我竟然会紧张 只不过面对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优雅的气势是怎么来的 究竟是如何培养 又是如何磨炼的呢 金只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栋老旧的两层建筑 吉田公寓 那是一栋乌龄高达三十年的老房子 至今没有垮掉令人不可思议 金只上周去过那里一趟 因为唐泽雪碎曾经住过那里 听了小种的叙述 他决定先查明唐泽雪碎的身世 公寓四周有不少又小又旧的房子 应该是战前便有了 住户中有好几个人还记得 当初住在吉田公寓103室的母女俩 这家人姓西本 西本雪碎 是唐泽雪碎的本名 由于父亲去世的早 他与生母文代相依为命 文代据说是靠兼职来维持生活 文代在雪碎六年级的时候亡固了 据说是死于煤气中毒 虽然被视作了意外处理 但附近的主妇声称 也有人说好像是自杀 在当地住了三十几年的主妇 敲声说道 西本太太好像吃了药 而且听说还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她先生死得突然 日子过得很苦 不过最后还是没搞清楚 好像就当作意外了 经过吉田公寓时 金枝特意走近了一些 绕到了后面 有一扇窗户敞开着 室内一览无余 屋里的隔间除了厨房外 只有一间小小的和室 老式的五斗柜 破旧的藤栏等靠墙摆放 和室中央有一张 没有铺上棉被的暖桌 应该是用来代替挨脚桌的 桌子上放着眼镜和药袋 金枝又想起了那位附近主妇的话 现在公寓里住的都是老人 她想象着一个小学女生 和年近四十的母亲生活在这个房间里的情景 女孩或许就着暖桌 全冲书桌做功课 母亲则一副极度疲惫的模样 准备晚餐 这时金枝感到内心深处纠结起来 在吉田公寓四周打探的结果 让金枝注意到了另一件奇异的事情 那是一桩杀人案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冬夜归屋原著 光河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第八十三集 在文代死前一年左右 附近发生了一起 凶案 据说文代也受到了警方的调查 遇害的是一个当铺的老板 西本文代经常出入这家当铺 因而被列入到了嫌疑人的名单 但是文代并没有遭到逮捕 如此说嫌疑应该很快便洗清了 可是啊 被调查的事情 一下子就传开了 害得他丢了工作 大概吃了更多的苦吧 附近卖香烟的老人 以满怀同情的口吻告诉金芝 金芝通过微缩胶卷查阅了这桩杀人案的报道 文代死前一年是1973年 而且他知道是在秋天 很快他便找到了相关报道 说尸体是在大江一栋未完工的大楼中发现的 有多处刺伤 凶器推测为细长的刀具 但并没有找到 被害人童原杨介前一天下午离家未归 妻子正欲报警 被害人当时身上持有的一百万元现金不见踪影 警方判断应该是建材起义 而且是知道童原身携巨款的人所为 就金芝找到的资料 并没有关于这起命案告破的报道 卖烟的老者也说 他记得并没有捉到凶手 如果西本文代真的经常出入那家当铺 受到警方的注意也合乎情理 既然是熟面孔 当铺老板自然不会防备 而即使是女人 要趁系刺杀一个男人也不无可能 但是只要被警察找过一次 来自社会的目光自然会有所不同 这么看来 西本母女也算是这起命案的受害者 金芝察觉到身旁有人过来 她回过神来 接着咖啡的香气扑鼻而来 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穿着围裙 用托盘端来咖啡 围裙底下穿着紧身T恤 身体曲线毕露 啊 谢谢 金芝伸手拿起咖啡杯 在这种地方 连咖啡的香味都显得浓郁起来 这家店就你们三位照顾吗 嗯 是的 大致上如此 不过我们老板经常到另一家店去 另一家 在戴观山 真厉害啊 这么年轻就有两家店了 我们还准备在自由之秋开一家童装专卖店 还要开第三家 真令人佩服 难道堂子小姐家里有聚宝盆吗 我们老板真的很侵犯 我们都怀疑她到底睡不睡觉 围裙女小声地说了这句话之后 悄悄地向里面看了一眼 然后说了一声请慢用便退下了 金芝不加糖不加奶精地喝了咖啡 比一般咖啡馆煮得还好喝 金芝心中暗想 也许这个叫唐泽雪碎的女人 是那种相比外表更看重金钱的人 否则做生意不会这么成功 而且据她推测 雪碎这种特质 一定是住在吉田公寓的时候便已形成 失去亲生母亲之后 雪碎被住在附近的唐泽李子收养 李子是雪碎父亲的表姐 金芝去看过唐泽李子的住处 那是一栋高雅的日式房舍 有一座小小的庭院 门上挂着茶道李千家的门牌 在唐泽家 雪碎向养母学习茶道花道等 好几项对女子有益的记忆 现在雪碎全身上下散发出来的女人味 想必就是在那个时期萌芽的 唐泽李子仍住在那里 因此无法在附近毫无顾忌地打听消息 但是雪碎被收养后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异状 当地居民也都只记得有个长得很漂亮 很文静的女孩 叔叔 听到有人叫 金芝抬起头来 监园惠李穿着一件黑色天鹅绒的连衣裙站在那里 裙子短得令人心跳加速露出了一双眉腿 你敢穿成这样上班 不行吗 这件怎么样呢 白衣女子拿出了一件蓝底的西式上衣 只有领口是白色的 搭配裙子或裤子都很合适 我好像有一件类似的 那就算了 金芝说着 然后看了看表 表示该走了 叔叔 可不可以下次再来啊 我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有什么衣服了 惠李说出了他们事先套好的说辞 真的啊 你没办法 那就下次吧 对不起啊 看了那么多件都没有买 惠李向白衣女子道歉 哪里 没关系的 女子亲切地笑着回答 金芝站起身 等惠李换回自己的衣服 就在这时 唐泽血碎 从后面走了出来 您侄女似乎没有找到中医的衣服 真不好意思 她呀 就是三心二意的 让人伤脑筋 哪里 请别放在心上 要找适合自己的东西 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好像是 我认为服装和事物 不是用来掩饰一个人的内在 而是用来衬托 因此我认为 当我们为客人挑选衣服的时候 必须了解客人的内在 哦 例如真的有气质 有教养的人来穿 不管是什么衣服 看起来都显得高雅非凡 当然 血碎直视着金芝的双眼 反之一人 金芝微微点头扭过脸 她是在说我吗 是说我这套西装不合身吗 还是惠里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 就在这时 惠里换好了衣服走了过来 久等了 我们会寄邀请函给您 可以麻烦您填一下联系信息吗 血碎把一张纸递给了惠里 惠里不安地看着金芝 请你那里更方便吧 听她这么说 惠里点了点头 接过笔开始填写 血碎再度看着金芝的左手手腕 您的表真的很棒 你似乎很喜欢这只表 是啊 那是卡迪亚的限量款 除您之外 拥有这款表的人 我只知道一个 哦 金芝把左手藏到了背后 请您务必再度光临 一定 离开精品店 金芝开车送惠里回到他的公寓 终点费是一万元 这双高级女装 还有一万元可赚 这份工作不错吧 根本就是吊人胃口 下次一定要买东西给我哦 如果有下次的话 说着金芝踩下了油门 他认为应该不会有第二次了 今天特地走这一遭 并不是为了调查 而是想亲眼看看 唐泽雪碎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况且 接近这家店太危险了 唐泽雪碎这个女人 或许比她想象的 更令人无法掉以轻信 金芝回到侦探事务所 她打电话给小种 怎么样 我现在多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是指 她的确是个令人摸不清底细的女人 可不是 不过实在是个大美人啊 难怪令唐兄会爱上她 是啊 我会继续调查 嗯 麻烦你了 哦对了 我想确认一件事 就是向你借的那只手表 请说 你真的从没在她面前带过她吗 是不是曾经向她提起过 没有啊 应该没有 哦 她说了什么 啊 也不算说了什么 金芝把店里发生的事情 大略说了一下 小种 发出了沉吟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龟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第八十四集 金芝把店里发生的事情 大略说了一下 小种发出了沉吟 他应该不知道 说完这句话 小种继续低声说道 只不过 什么 严格来说 我曾经在他在场的时候 带过这支标 可那个场合 他绝对看不到 即使看到 应该也不会记得 什么场合 婚宴 婚宴 哪一位的 他们的 参加高宫和雪碎小姐的 结婚喜宴室 我带的就是那支标 但是 我虽然在高宫身边 却几乎没有靠近过他 最靠近的时候 应该是点蜡烛的时候吧 我实在很难想象 他会记得我的手标 点蜡烛 那么 是我多虑了吗 应该是吧 金芝拿着听筒点了点头 小种是个聪明人 既然他这么说 应该没有记错 真对不起 拜托你这种麻烦事 哪里 这也是工作啊 再说 我个人也对他产生了兴趣 不过请你不要误会 不是指我爱上他 我觉得 他背后似乎有些什么 这是侦探的直觉吗 可以这么说吧 小种沉默下来 也许是在思考这种直觉的根据 过了片刻他说道 那就麻烦你了 好的 我会好好调查 金芝挂上了电话 两天之后 金芝再度来到了大阪 此行的目的之一是约见一名女子 金芝上次在唐泽家附近调查的时候 碰巧听说了这个女子 你如果是要问唐泽家小姐的事 袁刚家的小姐可能知道 我听说 他们都上过清华女子学园 一家小面包店的老板娘告诉他 金芝打听这个女子的年龄 这让面包店的老板娘大伤脑筋 我想应该是和唐泽家小姐同年 不过啊 不太确定 她叫袁刚邦子 有时会光顾面包店 我只知道啊 她是与大型不动产公司签约合作的室内设计师 回到东京之后 金芝向那家不动产公司查询 经过好几道关卡 总算得以通过电话 与袁刚邦子取得联系 金芝声称自己是自由记者 正在为某女性杂志进行采访 这次啊 我想做一个专题报道 探讨名门女校毕业生创业的情况 我呀 到处打听 毕业自东京和大阪两地的女校 目前正在职场上 冲刺的杰出人物 有人呢 向我推荐了袁刚小姐 袁刚邦子在电话中发出了意外的轻呼 谦逊地说到自己算不上之类的话 但听得出她并非全然否定 到底是谁提起我呀 很抱歉 我无法奉告 因为我答应保密 我想请教一下 袁刚小姐是哪一年 从清华女子学院毕业的呢 我 我是1981年从高中部毕业 金之内心暗自欢呼 一如她的期待 袁刚邦子和唐泽雪碎是同界的 这么说 您知道唐泽小姐了 唐泽 唐泽雪碎小姐 是的 是的 您知道她吧 知道 不过我不和她同班 她怎么了 袁刚邦子的声音显得有些警惕 我也准备采访她 她目前啊 在东京经营精品店 哦 那么 只要一小时就好 能不能请您波容见面 希望能和您谈谈 您现在的工作 生活方式等等 金之一鼓作气 袁刚邦子似乎有些犹豫 但最后还是答应 若是不影响工作就没有问题 袁刚邦子的工作地点 位于距离地铁玉塘金县 本丁站步行几分钟的地方 也就是俗称为船厂的大阪市中心地带 这里不愧是以批发业金融业聚集闻名 商业大楼林立 虽然人人都说泡沫经济已经破灭 但来往于人行道上的企业精英 仍旧脚步匆匆 仿佛连一秒钟都舍不得浪费 不动产公司的大楼第二十层 是Designmake公司的办公室 金置在地下一层的一家咖啡馆 等候袁刚邦子 当玻璃挂中指着下午一点五分时 一名穿着白色西装上衣的女子进来了 她戴着近况稍大的眼镜 就女性而言 她的身材相当地高挑 这符合电话里听说的所有特征 这个女子还有一双修长的腿 是个颇具魅力的美女 金置起身相迎 一边打招呼 一边递出了印着自由记者头衔的名片 名字当然也是假的 然后她拿出在东京购买的一盒点信 袁刚邦子客气地收下 她点了奶茶之后就坐了下来 对不起 在您百忙之中打扰 哪里 当时我真的有采访价值吗 袁刚邦子似乎有些无法释怀 她操着关系口音 那当然 我呀 想多采访各个行业的杰出女性 你所说的报道会用真名吗 原则上是用假名 当然 如果您希望以真名 不不不 用假名就好 袁刚邦子连忙摇手 那我们开始吧 金芝拿出了纸笔 开始提一些关于 名门女校毕业生创业情况的问题 这是金芝在搭乘新干线的时候临时构思的 袁刚邦子不知旧理 对每个问题都认真作答 看着袁刚邦子这样 金芝总觉得过意不去 认为至少要认真进行采访 比如顾客聘请室内设计师的优点 不动产公司因为他的努力 而意外得到的不少好处等等 金芝和袁刚邦子的谈话 至少也让他增加了一些见闻 大约三十分钟之后 问题问完了 袁刚邦子似乎也松了一口气 把奶茶端到唇边 金芝正在盘算 该何时提起唐泽血碎的话题 前几天的电话已经预留了伏笔 但他绝不能让话题显得不自然 没想到袁刚邦子竟然突然说道 你说也要去采访唐泽小姐 是的 金芝回视着对方的脸 心想被猜中心死了 你说他在经营精品店 是的 在东京南青山 他也很努力嘛 袁刚邦子把视线移开 表情显得有些僵硬 金芝的直觉开始启动 袁刚邦子对唐泽血碎 似乎没有什么好印象 这真是求知不得 要打听血碎的过去 找得如果是一个不肯说真心话的人 也没有意义 金芝把手伸进上衣口袋 问道 请问 我可以抽根烟吗 请 金芝嘴里叼着万宝路点上火 这个姿势表示 接下来是闲谈的时间 关于唐泽小姐 现在出了点问题 让我很头疼 怎么 袁刚邦子脸上的表情出现了变化 显然对这个话题极有兴趣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金芝把烟灰抖落在烟灰缸里 有人提起她的时候 话说得不太好听 她那么年轻就开了好几家店 招人嫉妒在所难免 而且我想 实际上她一路走来 做的事情 非必都像外表上看上去的那么高雅 金芝又喝了一口便凉的咖啡 总而言之啊 就是说 说她见钱眼开 为做生意呢 不惜利用别人 诸如此类的 哦 我们想报道的呢 是年轻有为的女性创业者 编辑部里有人认为 如果做人方面的风评不太好 不如暂停 所以我才觉得头疼 因为事关杂志的形象吗 是啊 是啊 金芝一边点头 一边观察袁刚邦子的表情 看来她并没有因为听到校友的不良风评而感到不快 她暗吸了烟 立刻又点上了一根 她很小心 不让烟熏到对方的脸 袁刚小姐初中高中 都和她同校吧 是的 那么 就您的记忆 您觉得她怎么样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第八十五集 那么 就您的记忆 您觉得她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您认为 她是这样的人吗 这些我不会写在报道里 希望您给我 最真实的意见 我也不清楚 袁刚邦子偏了偏头 瞄了手表一眼 似乎很在意时间 我在电话里也说过 我没有和她同班过 不过 唐泽小姐是学校里的名人 不同班也认识她 我想其他年纪的人 大概也都认识她吧 她为什么这么有名啊 这还用说 她那么漂亮 不引人注目也难 还有男生组织 后援会之类的呢 金之回想起雪碎的容貌 认为这不难想象 成绩好像也挺优秀 我一个朋友说的 她初中跟唐泽同班 那就是才女了 不过 像个性或者为人之类的 我就不知道了 我从没跟她说过话 你那个跟她同班的朋友 对她评价如何 她倒是没说过 唐泽小姐什么坏话 只是曾经半开玩笑 半嫉妒地说 天生是那种大美人 真是走运 袁刚帮子里的话 有一种微妙的含义 金之并没有错过 您刚才说 那位朋友 没有说唐泽小姐的坏话 那么 其他人对唐泽小姐 没有好评吗 可能是没想到 会被紧追不放 袁刚帮子眉头微醋 但金之看得出来 这绝非她的真心话 初中时代 有一则关于她的传闻 相当诡异 袁刚帮子说着 声音压得很低 说什么 金之一问 袁刚帮子 先是以怀疑的眼光 看着她 你真的不会写信报道 当然 金之用力地点了点头 袁刚帮子 才吸了一口气说道 传闻说她谎报经历 说她其实生长在一个环境很糟的家庭 却隐瞒事实 装作千金大小姐 请等一下 那是指 她小时候被亲戚收养吗 那不算什么新闻 袁刚帮子 文言微微探过身来 没错 问题是她的原家庭 据说她的生母 靠着男女关系来赚钱 哦 金之并没有表现的大惊小怪 是指 做别人的情妇 也许吧 不过 对象不止一个 这些都是传闻 袁刚帮子特别强调传闻两个字 他继续说道 而且 听说其中一个还被杀了 啊 真的 袁刚帮子肯定地点了点头 听说 唐泽小姐的亲生母亲 因此收到警方甄讯 金之忘了回应 眼睛只盯着烟头 就是当铺老板那件命案 警察盯上西本文带 看来似乎并非只因为 他是当铺的常客 前提是 如果传闻属实的话 请不要告诉任何人 这是我说的好吗 一定 先放心 金之对他笑了笑 但马上恢复了严肃的表情 不过 既然有这种传闻 一定造成了不小的躁动吧 没有 没有造成多大的风波 虽说是传闻 但流传的范围 其实极为有限 而且大家也知道 这些话是谁在散播 是吗 他好像是因为有朋友 住在唐泽小姐老家附近 才知道我说的那些事 我跟他不是很熟 是听别人说的 他也是清华女子学员的 嗯 和我们同见 他叫什么 这就不太方便说了 也是 我失礼了 金之抖落烟灰 他不希望 因为追根究底 而遭到怀疑 那么 他怎么会放出这些传闻呢 难道没有考虑到 会传进当事人耳中吗 他当时 似乎对唐泽小姐怀有敌意 可能是他自己也有才女之称 所以 把唐泽小姐当作竞争对手吧 嗯 很像女校常有的故事 听到金之这么说 袁刚帮子 露齿而笑 现在回想起来 真的是呢 后来他们两人的敌对关系 有什么变化吗 关于这一点 说完 袁刚帮子沉默了一会儿 这才缓缓开口 因为发生了一件意外 让他们变得很要好 哦 袁刚帮子向四周环视了一番 附近没有其他客人 放出这个传闻的女孩被袭击了 被袭击 金之上半身向前倾 您是指 他有好长一段时间请假没有上学 声称出了车祸 其实 听说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遭到袭击 身心受闯无法复原 才请假的 遭到了性侵害 袁刚帮子摇了摇头 详情误不清楚 有人说他被强暴 也有未遂的说法 只不过 遭到袭击似乎是事实 因为住在出事地点附近的人 说看到警察进行种种调查 有一件事情引起了金之的注意 他认为不应该放过 您刚才说 因为发生了这件意外 他和唐泽小姐变得很要好 袁刚帮子点了点头 发现他昏倒的就是唐泽小姐 后来唐泽小姐好像也常去探望他 对他很照顾 唐泽雪碎去探望和照顾对方 金之心中一震 他洋装平静 却感到浑身发热 是唐泽小姐一个人发现的吗 不 我听说 他是和朋友两个人一起 金之咽下一口唾沫 点头回应 晚上 金之住在梅田车站旁一家商务酒店 隐藏式录音机播放出袁刚帮子的话 金之把内容整理在笔记本上 袁刚帮子并未发现 他在外套内侧口袋藏了录音机 金之想 今后大概有好一阵子 袁刚帮子都会持续购买 那本理应刊登自己故事的女性杂志 虽然有点可怜 但他认为这也算是给了这个女人一个小小的梦想 手边处理的事情告一段落 他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 看着记事本按下了号码 铃声响了三声之后 对方接起了电话 喂 小种先生 是的 我是金之 我现在在大阪 对 是为了那个调查 其实 有个人我无论如何都想见上一面 希望能和他取得联系 再来请教小种先生 他的联络方式 金之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江丽子家 玄关的铃声响起时 江丽子正要拿出烘干机里的衣物 他把抱在手上的床单和内衣裤扔进旁边的篮子 对讲机设在餐厅的墙上 江丽子拿起了听筒 喂 请问是守种太太吗 必信贤田 从东京来 啊 好 我现在就开门 江丽子脱下了围裙 走向玄关 新买的这栋二手房 走廊有些地方会发出声响 他一直催丈夫 民雄趁早修好 可丈夫却迟迟不肯动手 民雄的缺点就是有点懒 江丽子没有取下链条直接开门 一个穿着短袖白衬衫 打着蓝领带的男子站在门外 年龄大概三十开外 不好意思啊 突然打扰 男子行了礼 头发梳得很整齐 请问伯母转告您了吗 是的 我母亲跟我说过了 好 男子露出安心的笑容 取出了名片 这是我的名片 请多多指教 名片上写着 红心婚姻顾问协调中心调查员 钱田和郎 不好意思 稍等一下 江丽子先把门关上 取下链条之后再次打开 但是他并不想让陌生男子进门 那个 我家里很乱 没关系 男子摇了摇手 这里就可以 说着 说着从白衬衫胸前的口袋里 取出了记事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冬夜归屋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第八十六集 今天早上 江丽子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 告诉她 专门调查婚姻状况的调查员要来 看来调查员似乎先去了江丽子的娘家 调查员说 是想打听唐泽的事 打听雪碎 她离婚了呀 就是因为这样啊 好像又有人要跟她提亲 调查员好像是受到南方的委托 前来调查雪碎 说是想听听以前朋友的说法 才来我们家的 我跟她说 江丽子结了婚不住在这里 她问我 可不可以告诉她 你夫家的地址 可以吗 我无所谓啊 她说 如果可以 今天下午就过去找你 调查员显然正在一旁等待 哦 好啊 可以 那我就跟她说了 母亲告诉江丽子 调查员姓前田 如果是平常 江丽子讨厌这种来路不明的人物 自会请母亲回绝 这一次 她之所以没有这么做 是因为对方调查的 是唐泽雪碎 江丽子也想知道 唐泽雪碎现在过得怎么样 只不过 她还以为调查结婚对象的行动 会更加隐秘 调查员竟然大大方方地自到姓名来访 倒是颇令她意外 男子站着 仿佛要挤近半开的门缝中 针对江丽子与雪碎之前的来往提出问题 江丽子大略说明 他们在清华女子学园初中部三年及时同班 因而熟络起来 大学也选择同校同系 男子用圆珠笔将这些一一记下 请问男方是什么样的人 问题告一段落时 江丽子反问 男子的表情显得有些出乎意料 露出了苦笑 抓了抓脑袋 很抱歉 目前还不能告诉你 你说目前是指 若是这件婚事成功 我想您总会知道 但很遗憾 现阶段还没有成定局 你是说 对方的新娘候选人有好几位 男子略显迟疑 但还是点了点头 可以这么解释 看来对方相当有身份地位 那么你来找我的事 最好也不要告诉唐泽小姐 是 您肯这么做就太好了 直到有人背地里调查自己 那种滋味总是不好受 呃 您与唐泽小姐 现在还有来往吗 几乎没有了 只写写贺年卡 哦 不好意思 请问首种太太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两年前 唐泽小姐没有出现您的婚礼吗 江丽子摇了摇头 我们虽然举行了婚礼 但没有盛大宴请 只是近亲聚个餐而已 所以我没有给他寄习帖 只写信告诉了一声 他在东京 而且 怎么说呢 实际有点不太对 我也不太好意思邀请他 时期 说完 男子恍然大悟一般用力点头 那是唐泽小姐 刚离婚吧 他在那年的贺卡上 简单地写着 他们分手了 我就不太好意思邀请他参加我的婚礼 哦 得知雪碎离婚时 江丽子本想打电话去关心 但觉得自己这么做 未免太不识相 就作罢了 他估计 也许雪碎会主动和他联系 但雪碎并不曾来电 他至今仍不清楚 雪碎离婚的原因 贺年卡上只是写着 于是我又再度回到起跑点 重新出发 一直到大学二年级 江丽子都和初中高中时代一样 经常和雪碎在一起 不管是去逛街购物 还是去听演唱会 总是请他作陪 一年级发生的那起可怕的意外 使江丽子不但不敢结交陌生男子 甚至害怕认识新朋友 雪碎便成为他唯一的依靠 甚至可以说 它是江丽子 与外部社会联系的渠道 然而这种状态 自然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这一点江丽子比谁都清楚 同时他也认为 不能总拖累雪碎 尽管雪碎从未表现出丝毫不满 但江丽子知道 雪碎正与社交舞社的高宫学长交往 自然会想多陪陪男朋友 还有另一个真正的原因 雪碎和高宫交往 让江丽子经常想起一个男子 小种一成 雪碎从不在江丽子面前提起高宫 但他无心地支言片语 还是会透露出男友的存在 这时江丽子便感到心里蒙上一层灰色的沙 无法制止自己的心 跌落至黑暗的深渊 大约在大二下学期时 江丽子刻意减少和雪碎碰面的次数 雪碎一开始似乎感到困惑 但慢慢地 他也不再主动和江丽子接触 或许是聪慧的他察觉了江丽子的用意 或许是认为再这样下去 江丽子永远无法靠自己站起来 他们并非不再做朋友 也没有完全断绝联系 见了面还是会聊天 偶尔也会通电话 但是和其他朋友比起来 并没有特别亲密 大学毕业之后 两个人的关系更加疏远 江丽子通过亲戚的介绍 在当地的信用金库任职 而雪碎则迁居东京 与高宫结婚 我想请教一下 就您的印象 唐泽小姐是哪种类型的女子 只要简略形容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是内向而身系敏感 或是好胜而不拘小结等等 要这样形容很难 那么用您自己的话来说也可以 用一句话来说 江丽子稍加思考后说道 她是个坚强的女子 虽然不是特别活跃 但靠近她身边 会感到她释放出一股能量 光芒四射 是的 江丽子一本正经地点头 其他呢 其他 嗯 她什么都知道 哦 男子的眼睛稍微睁大了一些 这倒挺有意思的 您是指她很博学吗 不是一般所说的知识丰富 而是她对于人的本质 或社会各层面都很了解 所以 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非常 江丽子停顿了一下 才继续说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学到很多东西啊 如此人情恋达的女子 婚姻却以失败收场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 江丽子明白调查员的目的了 原来这个人还是着眼于血碎的婚姻 担心离婚的根本问题 在血碎身上 那次婚姻 也许她做错了 怎么说 我觉得 她好像是受到氛围的影响 才决定结婚的 这在她来说很难得 我想 如果她更坚持自己的意见 应该不会结婚 您是说 是男方强烈要求结婚 不 也说不上是强烈要求 江丽子小心翼翼地选择措辞 一般人恋爱结婚的时候 我认为彼此的感情一定要达到某种平衡状态才行 但他们就有点 和高宫先生比起来 唐泽小姐的感情没有那么强烈 你是这个意思吗 调查员说出高宫这个姓氏 他们不可能忽略血碎的前夫 所以并不值得惊讶 我不太会说 江丽子不知该如何表达 她困惑地说道 我想 她不是血碎最爱的人 哦 调查员睁大了眼睛 话一出口 江丽子就后悔了 她觉得自己多嘴了 这种话不应该随便说的 对不起 刚才是我自己的想象 请不要放在心上 调查员不知为何陷入沉默 凝视着江丽子 后来才好像注意到什么事地 回过神来 慢慢恢复了笑容 不会 我刚才也说过 只要以您的印象来说就可以了 可是 我还是别再说了 我不希望因为我随便乱讲 给她造成不变 请问你问完了吗 我想 应该有人比我更清楚她的事 江丽子伸手去拉门 请等一下 最后一个问题 有件初中时的事相请假 多人有声据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东野归无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请等一下 最后一个问题 有件初中时的事 想请教 就在江丽子 想要伸手拉门的时候 调查员 竖起了十指 初中时代 是一件意外 您读初三的时候 有位同学 遭到歹徒攻击 听说是您和 唐泽小姐发现的 是吗 江丽子感到血液 从脸上消退 这有什么 那是唐泽小姐 有没有什么 让您印象深刻的地方 比如可以看出 她为人的小插曲 不等调查员 把话说完 江丽子便猛烈地摇头 完全没有 拜托你问到这里就好 我很忙 可能是涉于江丽子的气势 调查员很干脆地 从门口抽身了 好的 谢谢您的保贵时间 江丽子没有回应 她的道谢 便关上了门 明知不能让对方 看出自己心情 大受影响 她仍然无法 扬坐平静 她在玄关门垫上坐下 头部隐隐作痛 她举起右手 按住额头 灰暗的记忆 自心中扩散开来 都这么多年了 但心头的伤口仍未愈合 只是暂时忘记了 调查员提起腾村都子 也是原因之一 事实上 在此之前 那件可怕的往事 便已经在脑海里 蠢蠢欲动 从那个调查员 提起血碎开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江丽子的心里 便暗藏着一个想象 一开始只是 一闪而过的念头 后来便慢慢 发展成一个故事 然而 这件事情 她绝对不能说出口 因为她认为 这种想象 非常的邪恶 绝不能让别人 发现自己心中 有这种想法 她也努力 让自己抛开 这种愚蠢的幻想 但这个念头 在她心中盘踞 不肯消失 这让她万分厌恶自己 每当受到血碎 温柔对待 她都认为 自己是一个卑鄙小人 但同时 还是有一个 再三审视 这个想象的自己 这真的只是想象吗 难道不是事实吗 其实这才是她 疏远血碎的最大原因 内心不断扩大的疑惑 与自我厌恶 让江丽子无法附和 江丽子扶着墙 站起来 全身疲惫不堪 仿佛有无数废物 在体内各处沉淀 她抬起头 发现玄关的门 还没有上锁 她伸手锁上 牢牢地 又扣紧了链条 小种一城和金枝直似 相约的咖啡馆 朝向银座中央大道 正值下午五点四十七分 刚刚下班的男女 与购物者 熙来攘往 每个人的脸上 或多或少 都露出了满足的表情 这让金枝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也许泡沫经济 破灭的影响 还没有波及一般市井小民 一对年轻男女 走在她前面 顶多才二十岁 男子身上穿的夏季西装 大概是阿玛尼的 刚才金枝亲眼看到 他们从停在路边的宝马下车 那辆车想必是 景气好的时候买的 金枝心中暗想 乳秀未干的小子 开高级进口车的时代 还是最好赶快过去吧 爬楼梯经过店里 一楼的蛋糕房时 手表指针指向五点五十分 这已经比她预定的时间晚了 比约定的时间 早到十五至三十分钟 是她的信条 同时也是一种 在心理上占上风的技巧 只不过对今天要见的人 则无需这种心机 她飞快地扫试了一下咖啡馆 小肿一成还没有来 金枝在一个可以俯瞰 中央大道的靠窗的位置坐下 店内大约坐满了五成 一个东南亚一轮廓的 服务生走了过来 因为泡沫经济 人工费用高涨 雇佣外籍劳工的经营者增加了 这样总比雇佣一些工作态度 不可一世的日本年轻人好多了 或许这家店 也是这样存活下来的 她一边想这些 一边点了一杯咖啡 然后她叼上了一根万宝路 点着火 往马路上看去 这几分钟人似乎更多了 据说各行各业都削减了交际费 但她怀疑那是否只是一小部分 或者 这是蜡烛江西前最后的光辉吗 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锁定了一个男子 那个人手上拿着米色西装 大步前行 时间是五点五十五分 金枝再度见识到 一流的人果然是准时的 几乎在肤色有黑的服务生端咖啡上桌的同一时间 小种一成举起手打了招呼向桌边走来 小种一边就坐一边点了冰咖啡 嗨 真热 小种以手掌代替扇子在脸庞煽动 是啊 金枝先生的工作也有中原扫墓之类的假期吗 没有 因为没有工作的时候就等于是放假了 更何况 中原扫墓可以说是进行某一类调查的好时机 啊 你是指 外遇 金枝点了点头 例如 我会向委托调查丈夫外遇的太太这样建议 请向你先生说 中原节无论如何都想回一趟娘家 如果先生没有男色 那就说 要是他不方便 你就自己回去 这样 如果南方在外面有女人 不可能会错过这个机会 做太太的在娘家坐立难安时 我就把她丈夫和情人开车出去兜风过夜的情况 拍下来 真有这种事 发生过好几次 南方上当的概率是百分之百 小种无声地笑了 似乎多少缓和了紧张的气氛 他走进咖啡馆时表情有点僵硬 服务生把冰咖啡送上来 小种没有用吸管 也没有加糖或奶精 便大口喝了起来 那么查到什么了 他大概一开始就巴不得赶紧提问 进行了很多调查 不过调查报告也许不是你想看到的 可以先让我看看吗 好 金枝从公文包里取出档案夹 放在小种面前 小种立刻翻开 金枝喝着咖啡 观察着委托人的反应 对于调查 唐泽血碎的身世经历 和目前情况这几项 他有把握已全数完成 不久 小种抬起头来 我不知道他的亲生母亲 是自杀身亡的 请看仔细 上面并没有写自杀 只说可能是 但并未发现关键性证据 可凭他们当时的处境 自杀不足为奇 的确 真让人意外 小种立刻又补上一句 不 也不见得 怎么 他虽然有一种出身和教养 都宛如千金大小姐的气质 只是偶尔显露出来的 表情和动作 嗯 该怎么说呢 看得出出身不好 金枝露出了 不怀好意的笑容 哦 还不至于 只是有时候觉得 他在优雅之外 总有一种随时全神戒备 严密防范的感觉 嗯 金枝先生 你养过猫吗 没有 金枝说着摇了摇头 我小时候养过好几只 全是捡来的 哦 不是那种有血统证明的猫 我自认为是以同样的方式来饲养 但猫对人的态度 却因为它们被捡回来的时期不同 而有很大区别 如果捡回来的是小猫 从懂事起就待在家里 在人的庇护下生活 对人不会太有戒心 天真无邪 希望撒娇 但是如果大一点才捡回来 猫虽然也会跟你亲近 却不会百分之百解除戒心 看得出来 他们好像对自己说 既然有人喂我 那就暂时跟他一起住 但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你是说 你对唐泽雪碎小姐 也有同样的感觉 要是知道别人用野猫来比喻她 她一定会气得发疯 小肿的嘴角露出了笑容 可是 金之回想起唐泽雪碎那双令人联想到猫眼的锐利眼睛 有时这种特色反而是一种魅力 一点不错 所以女人实在可怕 嗯 我要同感 金之喝了一口水 股票交易的部分你看到了吗 哦 看了一下 真亏你找得到证券公司的承办营业员 嗯 因为高宫先生那里还留有一点资料 我就是从那里找出来的 多人有声据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高宫那里 小肿的脸色微微一暗 那是种种忧虑在脑子里交织闪过的表情 这次调查 你是怎么跟她说的 单刀直入 我说受希望迎娶唐泽雪碎小姐的南方家人委托进行调查 这样不太好吗 不 很好 万一真要结婚 他迟早会知道 他做何反应 他说 但愿他能够找到好人家 你没有告诉他是我亲戚 没有 但是他似乎隐约察觉到 是你委托的 这也难怪 虽然我与高宫先生只有几面之缘 但如果说正好有个不相干的人委托我调查唐泽雪碎 也未卖太假了 嗯 也对 我最好找个机会主动告诉他 小种自言自语 视线再度落在了档案家上 哦 根据这份报告 他似乎靠股票赚了不少 是啊 可惜 负责承办他业务的营业员 今年春天结婚离职了 所以得到的资料 完全出自营业员的记忆 如果不是已经离职 他应该也不肯透露客户的秘密吧 我听说一直到去年 即使是普通外行散户 也赚了不少 可上面写他投资了两千万元 卖李卡德的股票 是真的吗 应该是真的 承办的女业员 说他印象非常深刻 李卡德诸事会社 本是半导体制造商 大约两年前 该公司宣布开发出 浮绿碳化物替代品 自从1987年9月 联合国通过 现用浮绿碳化物的规定后 国内外的开发竞争 便日益激烈 最后 李卡德脱颖而出 1989年5月 赫尔辛基宣言决议 于20世纪末全面停用浮绿碳化物 此后李卡德的股票 便一路长红 令营业员诧异的 是唐泽雪碎购买股票时 李卡德的研发状况尚未对外公开 甚至业界对李卡德进行哪方面的研究都一无所知 国内数一数二的浮绿碳化物厂商 太平洋玻璃 数名长期从事浮绿碳化物开发的技术人员被挖走一室 也是在宣布研发替代品的记者会结束之后才曝光的 其他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虽然不知道唐泽小姐基于什么根据 但凡是他买进股票的公司 不久都会有惊人表现 营业员说 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他有内心 小种放低音量说道 营业员似乎也这么怀疑 他说 唐泽小姐的先生好像是在某家制造商工作 或许是通过什么特殊渠道得知其他公司的开发状况 但他并没有询问唐泽小姐本人 我记得高宫是在 东西电装朱师会社的专利部 那个部门的确得以掌握其他企业的技术 但也仅限于是公开的 不可能得到关于未公开 而且还在开发中的技术的消息 看来只能说 他在股票方面的直觉很准了 嗯 的确很准 那位营业员说 他抛售股票的时机也抓得很准 在股票还有一些微涨式的阶段 他就很干脆地切换到下一个目标 营业员说 一般外行的散户 很难做到这一点 不过 光靠直觉 是玩不了股票的 他背后有鬼 你是这个意思 我不知道 但也有这种感觉 金枝微微耸了耸肩膀 这就真的是我的直觉了 小总的视线再度转向档案家 微微偏着头 还有一点让我感到不及 什么 这份报告说 一直到去年 他都频繁地买卖股票 现在也没有收手的样子 是啊 大概是因为店里很忙 暂时没法专心在这方面吧 不过 他手上好像还只有好几只强势股票 小总沉吟了一会儿 奇怪 有什么不对吗 报告有什么错误吗 不 不是 只是跟高宫说的有点不同 他怎么说 我知道他们离婚前 雪碎小姐就已经开始玩股票了 但我听说后来因为他忽略了家事 便自己决定全卖掉了 卖掉了 全部 高宫先生确认过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大概没有 就那个营业员所说 唐泽雪碎小姐从未离开过故事 看来是这样 小总不快地抿紧了嘴唇 我们大致明白了他的资金运用 只是 最重要的问题 依然没有解决 你是说 本金来自哪里 正是 因为没有具体数据 要正确追溯很难 但以营业员的记忆来推测 他应该从一开始 就有一笔不小的资金 而且 绝不只是主妇的私房钱 有 几百万元 可能不止 小总双手抱胸 低声说道 高宫也说摸不清他有多少资金 你说过 他的养母唐泽离子 并没有多大资产 至少 要动用几百万元 并不容易 这点你可以设法调查吗 我也准备这么做 可以再多给我一些时间吗 嗯 好的 那就麻烦你了 哦 这份档案可以给我吗 请便 我手边有副本 小总带着一个薄薄的硬皮公文包 他收起了报告 啊 对了 这个环点 金枝从公文包中拿出一个纸包 一打开 里面是一只手表 他把手表放在桌上 上次向你借的 衣服已经请快递送了 应该这两天就会到 啊 手表一起快递就行 那怎么行 万一出了什么事儿 快递公司可不赔啊 听说这是卡蒂亚的限量表 是吗 别人送呢 小总朝手表描了一眼 放进西装外套的内袋 是他说的 唐泽雪碎小姐 哦 小总的视线在空中游移了一下 见他做内行 对这些东西应该很清楚 我想 原因不止如此 金枝意味深长地说 什么意思 金枝稍微把身体前移 双手在桌子上交扣 小总先生 你说唐泽雪碎小姐 对于令堂兄的求婚 一直不肯给予正面答复 是 有什么不对 对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我想到一个原因 是什么 请务必告诉我 我想 金枝注视着小总的眼睛 他可能另有喜欢的人 笑容顿时从小总的脸上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学者般的冷静 点了好几次头之后 小总才开口说道 这一点我也不是没有想过 虽然只是胡乱猜测 听你的口气 对于那个人是谁已经有头绪了 嗯 不错 金枝点了点头 谁 我认识吗 哦 如果不方便 不是我也没关系 不会不方便 方不方便 是在于你 金枝喝了杯里的水 直视着小总 就是你 什么 我想他真正喜欢的不是令堂兄 而是你 小总像是听到什么胡言乱语 一般地皱起了眉头 肩膀抖动了一下 轻声笑了 还轻轻地摇了摇头 别开玩笑 虽然不能跟你比 但我也很忙 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无聊的笑话上 金枝的语气 令小总也严肃起来 其实小总也并不是真的以为 对面的这个侦探 在开一种不实相的玩笑 只是太过突兀 他不知如何反应 你 为什么会这么笑 如果我说是直觉 你会笑吗 笑的不会 但也不信 只是姑且一听 我想也是 真是你的直觉吗 不 我有根据 一个就是那只表 唐泽雪碎小姐很清楚地 记得手表的主人 你戴这只表的时间 短得连你自己都不记得 但她只看了一眼 便至今不忘 这难道不是因为 对表的主人 怀有特别的感情 所以我说 这是她的职业史啊 你在她面前 戴这只表的时候 她应该还不是 精品店的老板吧 这个 说完这两个字 小总没有再接下去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百夜行 东野归屋原著 光河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还有 我去精品店时 被问到介绍人 我便回答小种先生 他首先就说出你的名字 照理说 他应该会提到令堂兄 小种康晴才对吧 因为康晴先生 年纪比你大 在公司里的职位 也比你高 而且 最近经常造访那家店 只是巧合吧 他应该是不好意思 才没提起康晴的名字 再怎么说 我堂兄都是向他求婚的人呢 他可不是那种类型的女子 他做生意很精明 很抱歉 请问你到他店里去过几次 两次吧 最后一次去是什么时候 金芝的问题让小种陷入沉默 金芝又问 超过一年了吧 小种微微点了点头 现在在他店里提到小种先生 应该是大主顾小种康晴先生才对 如果他对你没有特殊感情 在那种场合 不可能会提起你的名字 实在太 小种苦笑 金芝也笑了 太牵强 我是这么认为 金芝伸手拿起咖啡 喝了一口 背往后靠 忽然又叹了一口气 再度像刚才那样挺起了上身 你说过 你和唐泽小姐是大学时代认识的 是啊 因为社交武社的关系 请你回想当时的情况 有没有令人起疑的地方 也就是可以解释为 他对你有好感的细节 提起社交武社的话题 小种似乎想起了什么 他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你 你还是去找他了 他眨了眨眼睛才说 传道将离子 去了 那你不必担心 我完全没有提醒你 没有丝毫令人起疑的举止 小种叹了一口气 轻轻摇了摇头问道 他 他好吗 很好 两年前结婚了 对方是电器工程公司的总务人员 据说是相亲结婚的 那就好 小种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再次抬起头来 他说了什么 高宫先生 可能不是唐泽雪最重义的人 这是川道小姐的看法 换句话说 他最爱的 另有欺人 那个人就是我 真是太可笑了 小种笑着在面前挥动了手掌 但是川道小姐似乎是这么认为的 怎么可能 小种的笑意顿时消失了 他这么说的 不 是我根据他的样子 感觉到的 光凭感觉来判断 是很危险的 这我知道 所以并没有写在报告里 但我确信是如此 高宫不是唐泽雪最最爱的人 金枝还记得川道江丽子说出这句话时的表情 很显然江丽子感到无比的后悔 甚至有所畏惧 金枝与江丽子面对面 发现了江丽子畏惧的原因 江丽子害怕的是 那么唐泽雪最最爱的人是谁这个问题 想到这里 好几片拼图似乎组合起来了 小种呼出了一口气 抓住盛着咖啡的玻璃杯 一口气喝掉了一半 冰块在杯中晃动 发出清脆的声响 你叫我想 我想不出任何迹象 他从没向我告白过 生日和圣诞节也没送过礼物 对 勉强算得上的 就只有情人节的巧克力吧 可全体男士园人人有份 也许只有你的巧克力里 有特别的含义 没有 绝对没有 小种摇了摇头 金枝伸出手指探进万宝路烟盒 还剩最后一根 他叼起烟 用一次性打火机点燃 然后用左手捏扁了空盒 还有一点 我也没有写进报告 他初中时代发生的事情当中 有一件让我特别注意 什么 强暴案 啊 不对 有没有发生强暴 并不确定 金枝把血碎同年级的学生遇袭 由血碎与川岛江丽子发现 被害人原本对血碎怀有敌意等事 一一说来 小种的表情不出所料地 微微僵住了 这件案子有什么疑点 他问话的声音也生硬起来 你不认为很香吗 和你大学时代经历的那件事 像又怎样 小种的语气明显表现出不快 那个案子最后让唐泽血碎成功地怀柔了他的对手 学会这招之后 为了赶走情敌 他让同样的戏码再次上演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小种盯着金枝 他的眼神可以用恶狠狠来形容 这种事就算是假想 也不怎么令人愉快 川岛小姐可是他的好友 川岛小姐是这么认为的 但唐泽血碎究竟是否也这么想 就不得而知了 我甚至怀疑初中时代的那件事 也是他设计的 这样想 一切就都解释得通 小种张开右手的手掌阻止了金枝 别再说了 我只想要实施 金枝点了点头 知道了 我等你下一份报告 小种站起来 要拿放在桌边的账单 金枝却抢先一步按住 如果我发现了证据 能够证明刚才所言不是假想 而是事实 你有勇气告诉令堂兄吗 小种用另一只手推开了金枝的手 拿起了账单 这一连串的动作十分缓慢 当然 如果是事实 我明白 那么我等你下一份报告 查有实据的报告 小种拿着账单 迈开脚步走了 在金枝与小种 在银座碰面两天后的晚上 监缘会里 给金枝打来了电话 金枝因为另一份委托 在色谷监视一家宾馆 直到晚上十一点多 回到家里已经超过了十二点 他脱去了衣服 正想冲个澡 电话响了 惠里说有点不对劲 才打电话过来 听惠里的语气 并不是开玩笑 电话录音里 有好几个无声来电 害得我心里毛毛的 不是金枝先生打来的吧 我对打那种电话没兴趣 会不会是居酒屋 哪个花仙棚里厂的客人 才没有那样的人呢 而且我从不把电话号码告诉客人 号码随便就能查得到 金枝说着不禁想起自己惯用的那些手段 比如打开信箱 或者偷看电信局寄来的电话账单 这些手段说出来只会让惠里更害怕 所以他并没有说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觉得奇怪 什么事 可能是我太多心了 会里放低了音量 我总觉得 好像有人进过我房间 什么 刚才我下班回来 一开门就有这种感觉 就是怪怪的 有什么具体的异常情况 让你这么觉得 首先 凉鞋倒了 凉鞋 一双根很高的凉鞋 我放在玄关 有一只倒了 我最讨厌鞋子倒了 不管多急着出门 都一定会把鞋子放好 它却倒了 嗯 电话也是 电话怎么了 放到角度变了 我习惯斜斜地摆在架子上 这样我坐着 左手就可以拿到听棚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电话和架子是平行的 不是你自己弄的 不是 我不记得这样放过 金枝的脑海里 立刻浮现出一个想法 但他没有告诉惠丽 只是说道 知道了 惠丽 你听清楚 我现在就过去 可以吗 金枝先生要过来 嗯 是可以了 你不必担心 我不会变成大眼了 还有 在我到之前 千万不要用电话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可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到了再解释 我会敲门 但是你一定要确认 是我在开门 明白吗 嗯 好的 会里回答的声音 显得比刚才 更加不安 多人有声剧 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多人有声剧 百夜行 冬夜归屋原著 光合积木制作 新经典 喜马拉雅 联合出品 金之一挂掉电话 就穿上了衣服 迅速将几样工具 放进了运动背包 穿上运动鞋 走出房间 外面下着小雨 一时间他想回去拿伞 但随即决定跑过去 从这里到会里的公寓 只有几百米 公寓所在的巷子 位于公交车行径的 大路后面 对着收费停车场 外墙已经有了裂缝 金之跑上公寓的户外梯 敲了二零五式的门 门开了 露出了惠里担忧的脸 在惠里的家里 惠里皱着眉头问道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但愿只是你神经过敏 才不是 惠里说着摇了摇头 挂掉电话后 我心里更毛了 觉得这里 简直不像是我住的地方 这的确是神经过敏 尽管这么想 金之却默默点头 从门缝里钻了进去 玄关摆着三双鞋 一双运动鞋 一双便鞋 一双凉鞋 凉鞋的根果然很高 这种高度 稍微一碰就会倒 金之脱鞋进屋 惠里的住处是套房 只有一个小小的流理台 没有厨房和客厅 即使如此 他还是在中间挂上了布帘 免得整个房间在门口就一览无语 布帘后面摆了床 电视和桌子 老旧的空调可能是他搬来时就有 噪音虽然很大 可吹出来的好歹是冷风 电话呢 那里 惠里指着床铺旁边 那里有一个小架子 架子上方几乎成正方形 上面放着一部白色的电话 不是最近流行的无绳电话 想来是因为这个房间小 用不着 金之从背包里取出了一个 黑色四方形装置 上面装了天线 表面上有好几个小小的 马表和开关类的东西 那是什么 无线电 哦 一个小玩具 金之打开电源 接着转动调整频率的旋钮 不久 马表在一百兆贺附近出现了变化 显示感应的灯开始闪烁 他保持这种状态 有时靠近电话 有时拿远一些 马表的反应始终没变 金之关掉装置的开关 拿起电话 拿起电话查看底部 然后从背包中取出了一组螺丝刀 他拿起了十字的 拧开卡住电话外壳的十字螺丝 果然不出所料 固定的小盒子 他伸出手指夹了出来 那是什么 拿掉没关系吗 金之没有回答 用螺丝刀撬开了盒盖 里边有扭扣式的拱电池 他挖出了电池 哦 这样就没事了 到底是什么呀 告诉我呀 惠里吵闹着 没什么大不了的 是窃听器 金之一边说 一边把电话外壳复原 什么 惠里惊讶的眼珠子 几乎要掉下来 他拿起了拆下的盒子 不得了了 干嘛在我房间装窃听器 我还想问你呢 你是不是被什么男人纠缠上了 我都说没有了 金之再度打开窃听 装置侦测器的开关 一边改变频率 一边在室内走动 这一次 马表没有任何反应 嗯 看来没有慎重到 装两三道 金之关掉开关 把侦测器和整组的螺丝刀 收进了背包 你怎么知道 有人装了窃听器 先过来点喝的 跑来跑去 真热 哦 好好好 惠里从约半人高的小冰箱里 拿出两罐啤酒 一罐放在桌上 一罐拉开了拉环 金之盘吐坐在地上喝了一口 放松的同时 汗水也从全身上下冒了出来 唉 简单地说 就是来自经验的直觉 发现有人进屋的迹象 电话被动过 这么一来 怀疑有人对电话动过手脚 不是很合理的吗 哦 对 还挺简单的嘛 听你这么说啊 倒是很想告诉你 并没有那么简单呢 不过算了 他又喝了一口啤酒 用手背擦了擦嘴角 你真不知道 什么可疑人物啊 不知道 完全没有 惠里坐在床上 用力地点头 这么说 目标果然是我了 目标是金枝先生 怎么说啊 你不是说电话留言里 有很多无声电话吗 你觉得很不放心 打电话给我 但是 这可能中了计 也就是说 窃听者的目的 就是要你打电话 发现留言里有无声电话 会先问可能打来的人 这是人之常情 要我打电话干嘛 好掌握你的人际关系 像是你的好朋友是谁 万一有事的时候 你会依靠谁 知道这些 半点好处都没有啊 想知道 直接来问我不就得了 根本不必装什么窃听器 他想知道 却不想被你发现 好了 把我们刚才说过的话 整理一下 窃听者 想知道某个人的名字和身份 但只有你这条线索 窃听者大概只知道 那个人和你很亲近 金枝把啤酒喝光 用手心压扁了空罐 对此 你想到什么 会里左手拿着啤酒罐 低头啃着右手拇指的指甲 上次那家 南青山的精品店 聪明 金枝点了点头 那时你在店里留下了联系方式 我却什么都没聊 想知道我是谁 只能从你身上下手 这么说 是那家店的人 想调查金枝先生 为什么 这个嘛 原因很多 金枝意味深长地笑 大人的事 手表那件事 金枝一直无法释怀 唐泽血碎 显然是看穿了那只表 是小肿的 有人不惜去借贵重的手表佩戴 也要到他的店里来 他自然会疑心 这个人是何方神圣 于是就雇用了金枝的同行 从监援会里这条线索展开调查 这是极有可能的 金枝回想刚才在电话里 与会里的对答 会里称自己为金枝先生 装了窃听器的人迟早会查出 这户公寓附近 有一家侦探事务所 是由一名叫金枝直四的人经营的 可我没有写正确的住址啊 明明假扮有钱人家的小姐 住址却是山本公寓 不就露出马脚了吗 而且我连电话号码也故意写错 真的 是啊 人家好歹也能当侦探的助手 多少会动脑的 金枝回想起在 唐泽雪最精品店的那段时间 是不是哪里有陷阱呢 那天你带钱包了吗 带了 放在包里 嗯 那时你不停地换衣服 那段时间 你把包放在哪里 我想应该是更衣室 一直放在那里 嗯 会里点头回答 表情变得有点不安 那个钱包给我看一下 金枝伸出了左手 里面又没有多少钱 钱不重要 我要看的是钱以外的东西 会里打开挂在床铺一角的侧杯式包 拿出一个黑色钱包 形状细细长长的 上面有骨池的标志 哼 你有高档货吗 店长送的 那个小伙子店长 嗯 哼 真是大头啊 金枝打开了钱包 查看其中的卡片 驾照和百货公司美容院的卡 放在一起 他抽出驾照 上面的柱纸写的 正是这里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